远方,这次考试又考了学校倒数,你还要点脸吗?你看看人家马家琪,丁承熙,宋亚轩,虽说不是全校前级,最起码人家中等啊。 你再看看你,除了打架斗殴,就是游戏看小说,有什么出现? 烂泥浮不上墙。 一阵阵刺耳的声音回响,远方只感觉大脑一阵刺痛。 远方缓缓睁开眼睛,眼睛里还有红褐色血丝。 重生啊? 看清周围情况,远方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看来真是重生了,还重生到了2007年,高三这年。 眼前正在喋喋不休训化的就是远方的后妈渠望。 因为远方这次考试依旧学校倒数,还把校外的混混打住院的原因受到严厉批评。 旁边,爸爸远离一脸气愤地凝视着远方。 弟弟远阳在幸灾乐祸之中偷偷笑着。 远方叹了口气,还是和重生前一样的剧本。 自从与妈妈离婚,远方再没得到过这家人的一分钱,吃穿都是用远阳剩下的,平时不高兴就打。 远阳不高兴也打自己,总是巴不得自己死在外面,因为成绩不好被处处打压。 自己的孩子说不要就不要。 家人?这种家人还有要的必要吗? 此刻的远方跪在地上,大腿膝盖传来麻木。 前方的三个就是所谓的家人,正严厉地数落着他。 他们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刘耀文、丁程兴、马家琪。 正是远方的同学。 这种总是拿别人与自己家孩子对比的爸爸,真是枉为人父。 想到自己前世像狗一样被抛弃。 同学、老师、亲戚、家人的远离。 生病,在医院,无家人关心,最后一个人截然而终。 远方的那颗赤子心破碎了。 重生了,他只想好好为自己活着。 唉,请,这种东西可有可无。 从此逍遥一声。 废物,总是惹事,成绩还这么差,要你有何用? 突然,背后的远离猝眉,冷冽地就差动手了。 远方艰难地双手处着地板起身,从容一笑。 他心冷了。 为这些人生气,不值得。 你看看你弟弟,这一次考了班级前十。 再看看你,考学校倒数,不知道你还有什么活着的理由。 曲王愤怒地说了几句,从桌上拿来一张纸。 狠狠抓住远方的手掌,把他提起,毫无犹豫地说, 唉,签下这一份断绝关系书。 你远方在与远家无一丝关系,以后生死在与远家无关。 远方很清楚这套剧情,真的和前世一模一样。 虽然这种断绝关系协议书在法律上不管用。 可那又如何? 他签了字,带了手印。 协议日期从2007年2月25,2100年2月25。 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不那么狼狈地站起身。 今后再无一丝压力。 一切结束了。 看他签字这么利索。 曲王就气不打一出来。 美好气道。 果然,你早就想好了与我们断绝关系是吧。 是可忍,孰不可忍。 远方怒吼道。 你他妈的,我就是想和你们断绝关系,怎么了? 这一幕可把三人都看惊了。 他,疯了。 曲王直接傻呆在原地。 他骂我,还想打我。 远离反应过来,骂道。 反了天是吧,给我滚出去。 你们不得好死。 远方凝视远离一眼。 以后,再也与这一家人无关了。 远方打开门,毫无留念。 昂首挺胸地,静止往门外走去。 远离看着这一幕,愤怒到,最好死在外面。 远阳也露出一抹厌恶的笑容。 出门的远方停留片刻,细露雨水打射他的衣服。 目光灼灼有神地,望向大雨雾霾都难以掩盖的月亮。 月亮啊月亮,你也像我一样孤单吗? 临着大雨,远方无畏先锋般朝着羔羊一中走去。 借着路边斑驳的灯光,远方来到一中门口的一家面馆。 现在是晚上八点左右。 这家面馆依旧还开着。 踢踏。 听到急忙的脚步声,一个四十左右的妇人走出门。 就看到正在大雨中奔袭的远方。 她一脸慈祥地问道,远方,你怎么来这了? 然后,拿出一把雨伞快速撑开,跑了过去,顶在了远方的头上。 这一下,远方放慢了脚步,两个人进入了面馆。 远方全身湿透,可还是先说道,承宜,这么晚还来打扰您。 您叫承宜的妇人一脸慈祥,即使身上也有部分灵湿,依旧笑呵呵道,远方啊,你先换套衣服,阿姨给你做一份牛肉面,给你暖暖身子。 一时间,远方眼睛酸涩,她真的好想哭啊,可拿而流血不流泪泪。 随之,承宜一边去做面,一边喊道, 闺女,远方来我们这了,你帮她找一套衣服。 然后,一个清纯可爱的女孩从后房走了出来。 女孩穿着一套蓝白色校服,高马尾,黏鱼须,还有点婴儿肥。 由于下雨天,还加了一件蓝色羽绒服。 女孩是承宜的女儿,叫李一涵。 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还很乖巧。 记得第一次与远方见面的时候,她被几个小混混欺负,远方提起钢管,把小混混揍了一顿。 虽然被校园严厉批评,但远方心里是好受的。 看见远方这般,她心如刀绞,悲呛得都要哭了。 她心疼,又带着一点小脾气地说,你怎么乱淋雨啊?感冒了怎么办? 远方傻乎乎笑道,没事的,我身体可棒了,不可能感冒。 可李一涵才不管她怎么解释,严肃道,跟我进屋,我给你换上一套保暖衣服。 远方还在拒绝,她说,真的不用,我吃完面就走。 这话没有说服力,李一涵上前挽起她的手,拉起她进入后方。 不一会儿,远方洗了个澡,从上到下一套黑色羽绒服一条带绒的黑色裤子,帅气地从后方出来。 看见她这般,李一涵温柔地笑呵,看吧,我就说这套衣服跟你是绝配吧。 旁边的成衣端过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里面大半碗都是牛肉。 远方一愣,不好意思说道,成衣,牛肉太多了。 莫等成衣说话,李一涵却是傲娇一下,多什么多,就几片而已。 远方憨糊糊,这种温暖的感觉是她绝无仅有的。 咕噜噜,忽然,远方的肚子真就叫了,都忘记了,她一天没吃饭了。 李一涵,哈哈笑了起来,快吃吧。 远方嘿嘿一笑,大快躲移起来。 李一涵像一抹圣洁的月光在前方映照着远方。 她的眸子清澈无比,里面净是少年的身影。 知道她吃不饱,成衣又给她多做了一碗,直至她吃饱喝足。 吃饱后,远方有些拘谨,刚想说面前的事情。 李一涵知道她有难处,又不好说不要给,伤她自尊。 随即微笑说道,好了,面前以后上大学给我,我还想问问你今后怎么办呢? 远方有些尴尬,她挠头笑了笑。 我想赚很多很多的钱,再考下国科学技术大学,江浙大学,越东的中大岭南也行。 啊? 李一涵先是猛了一下,又忽然一笑。 她眉头横竖,惊讶地问,远方,你想考什么大学来着? 远方一字一句地说,下国科学技术大学,江浙大学,中大岭南。 李一涵明白了,远方这是要认真了。 虽然她成绩一直是一中倒数,可自己必须相信她,不能打击她信心。 随即笑道,那好,我也打算考这三所学校,我们一起努力。 诚意一听,随即鼓励道,好好好,你们两个一起考上大学,到时候一起去大学。 此刻? 在诚意家门外左侧,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有一排目光阴阴的劳斯来私车。 车旁边,一个穿着白色正装的美艳妇人看着刚进入面馆的远方泪眼朦胧。 嘴里尼喃,儿子,妈妈好想你。 旁边站着的男子尊敬地说道,董事长,我们不去把少爷接回家吗? 美艳妇人擦了擦眼泪,这段时光是她这一生最宝贵的东西,等她高考完再来接她。 董事长,那我们回去吧,着凉了不好。 男子说,美艳妇人突然一宁,找一些人去帮助远方。 不要让我儿子饿着,但要适度,她又凝视着天空,我要远离家破人亡。 第二章,绝交。 好啊,远方要离开。 义涵说,要不今晚留下来,明天一起去上学。 远方说,谢谢好意,我该回去了。 随后,远方与成衣说一声后离开。 就是刚离开不久,在高阳一中门口,远方就看见远离一个人站在门口。 看见远方来,严厉道,你反了天了,人家就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当什么针,快跟我回去。 远方上前,严肃道,你回去吧,以后我们父子情断绝,就像当年你和我妈一样。 一提起远方的妈,远离就生气道,当初都说把你判给她,非要塞给我,成绩那么差,废物一样,早知道丢了喂狗了。 远方无所谓一笑,断绝关系书已经签了,我们也再无关系,以后遇见就当是陌生人。 你死,你活与我再无关系。 远离凝视着她,冷冷说道,我最后问你一遍,跟不跟我回去? 远方毫无动摇,不回,无怨无悔。 远离冷冷一笑,好好好,这是你做出的选择,和你妈一样,以后你远方再与我无一丝关系。 她话音里透着决绝,她早就打算抛弃远方这个人了,就像当年抛弃妈妈一样。 远方冷冽一笑,有一天,她一定会让远离在悔恨中死去。 远方无归处,但内心无比兴奋和轻松。 重生了,她只想搞很多很多的钱,让自己这一生逍遥且乐。 她一个人来到了一中校园后山的风山林公园里。 坐在公园郎亭的椅子上,靠在栏杆上,嘴里叼着狗尾草,看着欲出的月亮,内心盈盈益一水间。 现在的她,虽然略显落魄,但犹如神柱。 再也无论那种牵绊,她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受任何人影响。 过了今晚,先租个房子,慢慢赚钱起飞。 慢慢地,她靠在椅子上,望着月亮慢慢躺下睡着了。 也就是睡着五分钟左右。 一个穿着一中校服的女孩刚好来到这里。 她第一时间注意到了远方,被轻挑吓了一下。 你好。 小声试探性喊了几下,没人回应。 她上前几步。 微风拂过,月光下,头发竖着高马尾,黏鱼须,鹅蛋脸,桃花眼,五官精致到无可挑剔,挺直的鼻梁,微红的嘴唇,白皙的下颌线,柔顺如履的发丝,随风而舞。 完美的睫毛下,是一双如幽犬一般的铜眸。 可能是冷风刮了一下,她的脸上荡漾着淡淡的红韵。 她靠近远方一米处,看清了这个少年的面孔,可爱的侧头,看了看,也没有再打扰远方睡觉。 而是把穿在身上的校服脱下来给远方盖住,然后,回首几下离去。 第二天清晨,远方醒来的时候,是早上七点半。 公园里,还有晨雾,浓浓的新鲜空气,沁人心脾。 她扒拉一下,身上盖着一件校服,好奇地拿起一看,好像是个女孩的。 下意识地又闻了一下衣服,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这是谁的? 远方惊了一下,又等了几分钟,发现没人来,就离去了。 可就是,她刚走不久,昨晚那个女孩就跑来了,看着人不见了。 她也不慌,拿出一张纸来,在上面用娇小玲珑的字体写道。 同学,那件衣服是我的,如果你看见这张纸条,麻烦给我可以吗? 然后,她也离去了。 一中校门口,远方几步一咳嗽地走着。 进入校门口后,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都是避而远之。 有人议论,你们知道吗? 前些天这个人,很暴力地把校外的混混打了,还被校方警告了。 远方来到班上,是最后一个到的,所有人都是嫌弃地看着她。 位置上,原本有同桌的她,那个女同桌搬走了。 她也不在意,走了,反而更好。 一边,一个看起来很漂亮的女孩,不时看向远方。 好像有什么话想跟她说。 成读结束后,第一节课就是数学课。 一个穿着白色西装,戴着银矿眼镜的女老师,快速走了进来。 先是扫了一圈,把目光停留在远方身上。 这就是远方班主任,柳霞。 被人们统称为灭绝师太。 她气鼓鼓,内涵道,前个星期的考试,我们班被某些人拉低了名次。 全校倒数,真够好意思的。 听到倒数,所有人都是一致看向了远方。 远方无所谓地笑了笑,拿出一本小说来看。 柳霞瞥了一眼,吐槽道,烂泥浮不上墙,就差三个月就高考了,还看得下去。 她拿上一达试卷,又说,上个星期很多同学都有进步。 今天我们再做一张试卷,都认真点。 远方拿到试卷,做了选择题。 随即趴着睡觉,把柳霞气得嘴抽抽。 咚咚咚,一节课很快就下了。 可就是这时,坐在第二排的一个女生朝她走来。 亭亭玉丽,站在了她的桌前。 远方抬起头,就看见自己的青梅张元英气鼓鼓说道, 远方,我们绝交吧。 哗,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引得全班同学唏嘘不已。 青梅竹马呀,就这么绝交了。 远方甚至觉得好笑,她求之不得地说, 好啊,绝交吧。 看见远方这么果决,她又不满意了。 她双手插腰,嘟囔着嘴,道。 远方。 你这是什么态度?远方没好气, 我什么态度,跟你有关系。 张元英一脸气愤,远方。 你不仅和校外混混打架,成绩还这么差, 我不想再和你做朋友了。 远方无所谓,没关系,我也不想和你做朋友。 这话直接把张元英气炸了, 回到座位上越想越气。 又回头说道,远方, 你这是第一次这么与我说话, 你是不是故意气我?远方不谢, 没有啊,都是我心里话。 远方。 张元英有些生气的大声说, 你再这么说话,我就不给你机会了, 你再也追不到我了。 远方无所谓看着他, 我们绝交了,不用给我机会, 我也不需要。 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 起身离开了班级。 这话把从来傲娇至极的张元英都要气哭了, 他冲着远方离去的方向低吼, 远方,休想再让我给你机会。 对方久久不能回应, 他气得发抖, 嘴里呢喃, 气死我了。 第三章, 公园的少女。 远方走后不久, 李一涵就兴高采烈跑到高三四班门口。 他以为远方会在里面, 可从窗户里看到远方座位空着, 情绪明显有些失落。 你们看, 那不是李笑花吗? 我靠, 真的假的, 怕不是来找我的吧? 他要是追我怎么办? 就幻想八年, 人家看得上你。 四班几个男生目光所及, 那叫一个翻新月喜。 李一涵, 意中的天才笑花, 人们心中的白月光, 人人暗恋的对象。 成绩更是学校前十, 听到男生起哄, 座位上愁眉的张元英恼怒一下, 起身走了出来。 哟, 这不是李一涵吗? 在性格上, 李一涵开朗, 平常高冷, 但也懂得尊重别人。 他和张元英在意中被称为两大笑花, 但李一涵从不在意, 人们也都比较倾向于李一涵, 因为李一涵素颜张元英化妆。 高中生这个群体, 对化妆的女生都有一种莫名的抵制。 都说了, 这个年纪不化妆也是最美的, 对他的评价也是远超张元英。 所以这让张元英很不舒服, 平时也一直在不经意间与一涵攀比。 知道张元英阴阳自己, 他也没再多说一句话, 只是紧握一下手里的五百块钱, 匆匆离开了。 张元英一脸不悦, 不会是来找远方的吧? 不可能, 一个笑话怎么可能看上一个岔生? 真会气。 远方一个岔生, 他凭什么啊? 那么差的一个人, 他也有好感。 难不成就只是单纯因为上次人家帮助过他? 纯友谊? 要真是, 你李一涵也真是饿了。 不过, 远方喜欢的是我呀。 而且, 我们从小青梅竹马之交, 他虽然冒点小脾气, 但他一定会再回来哄我的。 能拿捏他的, 只有我。 他远方, 离不开我。 一边, 办公室里, 柳霞正要改卷子, 第一章就看到了远方的试卷。 他看了一眼, 吐槽道, 全是错的, 还全部写满, 第一个交, 有病。 然后, 不经过大脑思考, 直接把试卷丢到一边放着, 改下一张。 看到下一张试卷是张元英的, 这才露出笑容。 而此刻, 学校附近某平民区胡同内, 路边污水流离, 墙壁斑驳, 残留着岁月的痕迹。 远方进入之后, 感受着潮湿, 本来就感冒的他, 略有点寒冷。 他问了好几家租户, 人家都因为他付不起钱, 拒绝了租赁。 最终, 他看到前方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梧桐树, 春光下, 树的影子披散, 遮盖了很多阳光。 梧桐树下, 是一大一小两间铁皮房, 那是一种最简单的房子, 用改装铁皮搭建的。 房子门上贴着一张纸, 纸上面写了三个大字, 房子租。 梧桐树边上, 一个老太太坐在摇椅上, 舒坦地晒太阳。 远方过去, 笑呵呵问, 奶奶, 有房子租吗? 老太太瞥眼, 看向她, 露出微笑, 有啊, 一百一个月, 不算多吧。 远方看了一眼房子, 疑惑道, 奶奶, 这房子有点大, 真的一百块。 老太太直言不会, 如果你愿意, 一百块一个月, 你们合租。 远方纳闷, 里面是个小姑娘, 这么轻描淡写, 不怕自己是个色鬼吗? 且一百块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啊, 其他家都是棋手三百的。 只能看看这里了, 合租就合租吧。 远方试着砍价, 道, 奶奶我是高中生, 可以给我便宜点吗? 老太太侧谋看向她, 大学生也没用, 不讲价, 不过, 我可以给你赦账两个月。 远方愣住了, 这老太太不烦啊。 一眼就看出了自己的窘境, 既然如此, 她恭敬道, 奶奶, 那可以带我去看看房间吗? 老太太不耐烦, 自己去看, 看不上随时可以走。 远方呜了一声, 自己来到门前, 四处看了看, 还不错, 里面被打扫得非常干净。 两室一听, 就是有点窄, 老太太说对方是个女生, 不知道对方姐不介意自己一个男生。 门上还有一把多余的钥匙, 似乎老太太早就预料到远方会来一样。 她拿上钥匙打开门, 检查了自己的房间。 一张小床, 一张木书桌, 一盏电台灯。 远方打扫完以后, 从裤包里掏出来唯一的一百块钱。 算了算, 除了买一些被子以外, 还有今天的晚饭。 咕噜噜, 突然, 肚子叫了, 她才记起早上还没有吃饭呢。 下午三点, 虽然房间被女孩打扫过, 可她还是又把房间精心打扫了一遍, 又简单买了一床被子, 看起来略显单薄。 然后, 远方拿起一本小说, 还有女孩的衣服, 前往了枫树林。 下午的阳光不怎么热辣, 可也让她流了很多汗水。 远方在枫树林中的一个小型瀑布边, 洗了个脸, 擦了擦汗, 坐到了椅子上, 继续看小说。 最近余华的, 活着, 小说挺火的。 虽然有点虐, 但远方知道, 这是本好小说。 突然, 远方看见在椅子的一个夹缝里, 有一张信迁纸纸条。 远方从中拿了出来, 打开一看, 上面写了几串字。 字体系小玲珑般, 一看就是个细心的女孩子写的。 看完信以后, 她决定多带一些时间。 慢慢地, 沉浸在阅读快乐中远方迎来了落日余晖。 原来, 都下午五点半了呀。 她缓慢抬起头, 看向了那条迎着落日的小路。 人还没来。 咕噜噜, 今天一天没吃饭了, 肚子不一会儿又叫。 要不是, 昨晚上上乘一座的面多, 怎么可能顶得住这么久? 忽然, 一缕微风拂过, 低着头的她看到了一道影子, 从远方映照而来。 影子的头已经到了面前。 她猛地抬头, 就看见在前方, 一个头发竖着高马尾的女孩, 停停玉立站在阳光里, 冲着她微笑。 等女孩慢慢靠近, 远方也从震惊里回过神来。 这是一个, 即使穿着封印颜值的校服, 也能看出她不凡的女孩, 五官极其精致。 长长节毛下, 是一双清澈的铜眸, 鹅蛋脸, 高鼻梁, 下额线完美, 白皙到弹纸可破的肌肤, 红唇微微一敏, 人间绝色。 太漂亮了。 女孩很礼貌地微微弯身, 说道, 你好, 谢谢你可以等我, 这件衣服是我的, 可以给我吗? 远方猛地嗷了一声, 连忙从书中拿出纸条, 微笑道, 同学, 你可以写一段字吗? 女孩知道远方是想让自己证明一下, 所以, 她拿出一支圆珠笔, 在上面写了一段字, 然后, 递给远方。 远方一看, 上面写的是星期级的, 清玉暗圆熙, 字体优美, 娇小玲珑, 精巧细致, 与纸条上的字体, 是一样的。 远方看得出神了, 片刻, 她好似意识到什么, 女孩看着自己呢? 她尴尬挠挠头, 从一个透明白胶带里, 整整齐齐把女孩的校服拿出来, 随即感谢道, 同学, 谢谢昨晚上的帮助, 早上弄脏了, 我还帮你洗了一下, 晒干了才给你, 希望不要介意。 女孩知书达理的温柔笑道, 谢谢你, 我可以坐一下吗? 坐。 远方猛了一下, 忽然, 她看到女孩正看向她的旁边, 随即她才回过神来, 说道, 你坐。 她还主动用自己的衣服给女孩擦一下位置, 女孩自然坐下来, 看着天边的日落余晖露出欣喜的笑容。 远方把衣服递过去, 女孩接过, 看着日落的霞光说道, 真不容易, 我在这里好久了, 第一次看见这么美丽的日落。 远方有点赞同的点头, 是啊, 我也第一次见。 然后, 女孩看向她, 微微一笑, 同学, 昨晚上,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远方沉默片刻说, 因为我想冷静一下。 冷静? 你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她细心问, 没事, 就是想出去走走。 远方义正言辞地说, 咕噜噜。 突然, 远方再也控制不住肚子的吼叫, 她尴尬地挠挠头。 女孩也被逗笑了, 她从旁边书包里, 拿出自己买的馒头, 递给远方, 说, 同学, 这是我买的, 不嫌弃的话, 可以填一下肚子。 远方也没拒绝, 她真的太饿了, 很感激地说, 我吃一个, 你以后来这里的话, 我带给你。 然后, 她拿起馒头大口, 吃了起来, 有一种莫名的心酸。 女孩又拿出自己的水杯, 她犹豫了一下, 因为水杯自己喝过, 不知道她嫌弃不。 不过, 她还是询问道, 同学, 这是我喝过的, 如果你不嫌。 话还没说完, 远方直接拿起, 咕咕喝了一口。 谢谢。 远方直接说了出来, 不知为何, 眼角裹着一缕泪水。 她呀, 这一生如履薄冰。 第四章, 再次偶遇。 女孩看她这般, 可能想到了某些伤心的事。 随即, 女孩安慰道, 同学, 不必伤心, 我们的未来会好起来的。 远方点点头, 她呀, 曾经也是个乐观开朗的少年, 因为父母的不断打压, 逐渐情绪压抑, 变得内向了。 忽然, 她如一缕春风般笑了。 是啊, 都重生了, 那就让所有看不起自己的人感受到压迫。 见她笑了, 女孩也笑了。 两个人出神地望着夕阳西下, 心里都有自己的故事。 不一会儿, 女孩笑呵呵问, 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 远方微笑道, 我叫远方。 你呢? 听到这个名字, 女孩开怀一笑, 远方。 我叫诗和。 诗和。 远方好奇。 是啊, 我们的名字好有趣, 加起来就是, 诗和远方。 话落, 两个人扑斥一下, 都笑了。 是啊, 或许, 这就是缘分吧。 慢慢地, 夕阳西下, 远方和诗和坐在椅子上聊天, 算是对彼此有一个新的认识。 等到秀极斑斑的路灯缓缓亮起, 夜晚开始了。 远方拿出书来看, 还有最后一话就读完了。 诗和看他读这本书, 惊喜地问道, 这本书很虐的, 你读完了吗? 远方点点头, 是啊, 就差最后一张就读完了。 突然, 诗和原本喜气洋洋的脸上忽然沉默下来。 读小说和拉小提琴, 可高三了。 奶奶说, 要我好好高考, 所以一直没机会读。 远方笑了笑, 我也很喜欢。 我这些年, 读了各式各样的小说, 比如网络小说, 诸仙, 鬼吹灯, 第一次亲密接触, 等。 如果你想听, 我可以当作故事, 讲给你听。 这话一出, 诗和开心地笑了起来, 真的吗? 真的, 玄幻, 笑缘, 恐怖, 虐人的, 应有尽有。 远方拍胸谱保证, 这么多类型, 诗和听得兴奋, 可又觉得不妥。 远方给自己讲故事, 自己却没什么能为他做的。 似是看透了诗和的想法。 远方有些微诺的挠挠头, 要不你教我做题, 我讲故事给你听。 他这么漂亮, 一看就是个学神。 做题? 诗和也愣了一下, 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实力, 他也不好说叫做题。 同样的年纪, 说叫很不礼貌。 远方也知道他的顾虑, 随即笑道, 放心吧, 我很差的, 你不嫌弃就好了。 这话一出, 诗和兴趣倒是来了。 他鼓起胸脯, 自信地抬起头, 轻笑道。 那我们说好, 以后你讲故事给我听, 我教你做题。 嗯, 远方笑呵呵点头, 为了表达我的敬意, 我给你讲一个 小小怪大战荒天地的故事吧。 好耶。 诗和做出一个期待的表情, 双手处着下巴, 目光纯纯。 这个故事, 要从一扇诛天之门开始。 这一讲, 就是几个小时。 天空被圣洁的月光照耀的明亮, 风铃里还能嘻嘻疏疏 听见一阵滋滋不倦的说话声。 威风躁动, 浮起了少年和少女柔顺如履的发丝。 他们像是最好的朋友一样, 诉说着别人的故事。 终于, 远方好像意识到什么, 他停下了。 诗和愣了一下, 问, 怎么了? 远方看着月亮小声道, 现在应该很晚了, 我该回去了, 明天再与你讲吧。 诗和也才意识到自己听入神了, 一连串故事下来, 真的忘记了时间。 可是, 他讲得真的很好啊。 故事连环有致, 思思入寇, 人物塑造得特别鲜明有趣。 真的像是个说故事的大家, 诗和也是乐和。 那好, 今天你讲故事, 明天下午, 我教你作题, 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不见不散。 远方拿起书本, 就要离开。 这里是一中地盘, 公安局旁边, 且只有学生老师能进入, 远方也不担心, 诗和会出事。 且他肯定不是第一次来, 有经验。 远方走下楼梯, 朝路口走去。 也收好白色小书包的诗和, 却是轻声喊道, 远方同学。 远方匆忙地不乏顿指, 回头问道。 还有什么事吗? 诗和上前, 笑问, 远方同学, 你有钱吗? 远方先是愣了一下, 有, 有吧。 说完, 他从哭包里, 拿出买被子剩下的五块钱, 真诚道, 我这里有五块钱, 可以先给你用。 看见这一幕, 诗和有些心酸, 连忙解释, 不是的, 我是说, 我身上有钱, 我上个月, 打工挣的三百块钱, 你先拿着用。 远方也是跟着笑了, 多谢诗和同学, 可我们第一次见面, 你这么相信我。 诗和笑了笑, 他怕远方不接三百, 选择上前递给了远方两百块, 给自己留着一百。 他说, 不是的, 我们以前见过面点, 而且, 我相信你。 这让远方一脸茫然, 真的第一次见面啊。 世上真的有这么可爱善良的女孩吗? 远方第一时间没接, 然后, 说道, 那我先用着, 过几天, 我一定还给你。 没事, 你先拿着用, 以后有了再说吧。 诗和说完, 他率先离去了。 远方沉默片刻, 跟了上去, 说道, 诗和同学, 你家在哪, 要不我送你吧。 诗和微笑道, 不用了, 我家不远的, 是有点偏偏, 可我太熟悉了, 你也回去吧, 晚安, 晚安, 晚安。 远方轻声说了一句, 脚步缓和下来, 看着女孩那迷人的背影,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行动。 而后, 他又跟了上去。 他本来打算买点东西吃, 现在这么晚了, 怕也没卖东西的了。 一路上, 路灯下, 他的步伐轻盈稳健, 走进胡同。 果然, 那些卖东西的全部休息了。 远方来到铁皮房前, 他看到, 房间里灯还亮着, 有些拘警要不要进去, 也不知道, 人家女孩子什么想法。 要是因为自己的出现, 让人家搬离, 那就不好了。 于是, 他上前敲了敲门, 小声问道, 你好, 我是你的合租舍友。 房间里正嘴里, 咬着馒头, 忙着做试卷的诗盒眉头一皱, 合租舍友。 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奶奶说的话, 前段时间奶奶说, 要给自己找个可靠的合租舍友, 说是保护自己, 照顾自己。 当时, 虽然拒绝了, 没想到奶奶说的都是真的。 可是, 听这声音, 真是个难的。 不对, 这声音, 怎么这么熟悉? 咚咚咚, 又是三次敲门, 诗盒上前看了一下, 打开门, 看清来者以后, 扑斥笑了起来。 这要巧吗? 远方也很意外, 怎么会是他? 啊? 他也跟着笑了, 问道, 这里是你住吗? 诗盒说, 当然了, 我都住好长时间了, 快进来吧。 远方随之进去, 诗盒关上门。 率先问道, 远方, 你都不知道, 前些天奶奶说给我找个可靠的舍友, 没想到, 选中了你, 哈哈, 他笑起来真的很甜。 远方被他这么开朗活泼的性格弄得有些思绪紊乱, 笑了笑, 问道, 诗盒, 我们一起住, 会不会对你有什么舆论影响? 诗盒大大方方地说, 不会啊, 我从来不会关注那些, 我们没有什么, 随便别人说了。 远方还想说些什么, 诗盒却是说道, 好了, 别想太多了, 既然住进来了, 那就好好住着, 我一会儿找奶奶拿点被褥给你。 多谢你了, 诗盒。 远方所有的感激化为了这真诚的一句话。 不客气, 我正在做题, 一会儿我们一起讨论。 诗盒说着, 走出了门。 不一会儿, 他拿着厚厚一床被褥过来, 远方要帮忙都被拒绝了, 禁止走向远方房间, 主动帮远方铺床。 诗盒, 我来吧。 没事, 这种事本来就是女孩子做, 细心嘛。 诗盒边说边做。 好了, 铺垫后之后, 他又拿来了一床厚厚的新被子, 白棕色的沙料面, 看起来很贵, 这让远方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诗盒知道他的顾虑, 说, 别想那么多。 奶奶说了, 和我合租, 是要保护我的, 当然要多帮助你了。 远方微微一笑, 以后, 我会保护你的。 后面, 又在心里增添了一句, 我会让你和奶奶过上幸福生活。 诗盒笑呵呵点头, 我相信你, 但你要先保护好自己。 一会儿, 两个人坐下来, 一起讨论试卷。 这一次, 远方大脑很空旷, 似乎愿意去学, 都能学会。 第五章, 有心事的诗盒。 晚上十二点, 昏暗的台灯下, 诗盒远方乐此不疲地聊着。 三个小时, 远方终于把普通, 寒, 导数, 了解了的大概。 这一刻, 远方才真正感觉到, 诗盒的不凡。 讲题的时候, 思路清晰, 语言通顺, 简单易懂, 真不愧是远方这种学渣的救星。 远方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原来, 不是他学不会, 而是被身边的人打压了, 失去了学的兴趣, 慢慢就真的不想学了。 这段时间, 诗盒很认真地夸赞他, 这让远方信心十足。 虽然还是有点慢, 但两个人好似一体, 无疑似疲惫。 讲完最后一个题, 诗盒还想再给远方讲一题。 可远方怕他明天课上打瞌睡, 所以提醒到, 诗盒, 要不先睡觉吧, 明天还要上学。 可诗盒还不想睡, 他忽然对远方撒娇道, 最后一题, 我们再做最后一题, 好不好? 远方在这一刻彻底沦陷了, 他真的还看不懂, 诗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自己与他虽然是一个学校, 可也刚认识啊。 他这种活泼的性格, 与以前的远方倒是很像。 远方也笑呵呵将就他, 毕竟他也挣来兴趣, 刚刚学习函数脑子热热的, 感觉要长新的脑子了。 然后, 又是一个小时过去。 在这期间, 只讲了一个题, 可诗盒把很多知识点, 都强行拉过来一同讲解, 让远方的知识库又增加了。 远方很肯定, 诗盒一定是学神。 以前, 远方在学校倒数, 他从来不去关心谁成绩好, 学校和省级排名。 经过这一晚, 他或许对排名感兴趣了。 讲完了, 现在可以睡觉了吧。 远方轻声问道, 诗盒乖巧地答应道, 睡觉啊, 好啊, 大天才, 晚安, 晚安。 然后, 他跑回了自己房间, 关上门。 远方也笑了笑, 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可他刚进门, 关上门, 就发现自己床的枕头上 有一颗写满字的红纸糖。 应该是诗盒放在上面的。 两人的卧室房间虽然不同间, 但是是连着的。 远方与诗盒的头是靠在一起的, 中间只间隔一张铁皮。 彼此上床的声音都清晰可见。 远方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奶奶会允许一个男孩子 与自己孙女住? 这算是间接性的同居了吧。 他贴近房门唏嘘小声问, 诗盒, 你放的糖吧? 诗盒小声回应, 这是奶奶让我给你的, 我们家乡习俗都是这样的。 你们家乡习俗, 可以给我讲讲吗? 远方好奇地问, 诗盒忽然安静了一会儿, 才小声说,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以后有时间我慢慢跟你说吧。 远方也不追问, 毕竟彼此都有彼此的想法, 且都要睡觉了。 最后, 他轻声说道, 晚安, 晚安。 诗盒也是小心翼翼地回应道, 在他的手里, 也紧紧握住这么一颗红纸糖。 不一会儿, 远方因为太累的原因, 早早就睡下了。 诗盒心里藏着事, 祈祷般望着窗外的月亮, 洁白的月光从窗户映照到他脸上, 添上了一层淡淡的幽色。 他下意识地缩了缩脚, 双手抱紧膝盖小腿, 头微微低下, 清澈圣洁的眸子里朦胧片刻, 眼尖里莫名裹着泪水。 这一刻的他, 想到了很多事情, 有亲情, 有情, 还有刚接触的爱情。 诗盒, 你还没睡吗? 突然, 远方忽然说道, 诗盒惊了一下, 稍微大声地呼吸一下, 那种哭泣的抽泣声, 真的太明显了。 他怕远方多想, 连忙擦了擦眼泪, 小声道, 没事的, 你怎么还没睡啊? 其实, 远方一切都明白, 他问的是还没睡吗? 而诗盒却回答没事的。 从撒谎情感定理来批则, 没事就是有事。 远方, 虽然不知道诗盒, 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 几乎第一次见面就这般。 但他还是像从前那样, 别人真心对自己, 定不能辜负人家。 赤子心只为值得的人。 他忽然微笑一下, 诗盒, 要不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嗯。 诗盒点点头, 擦了擦眼泪, 残留着岁月的泪痕。 我给你讲一个, 幸福在对岸的故事吧。 嗯。 当幸福来敲门, 我们总是因为各种琐事, 不经意拒绝了。 而从前, 就有这么一个少年。 半小时, 远方把自己的经历, 改编成一个热血幸福的故事, 讲给他听。 慢慢地, 讲着讲着, 诗盒那边就没了动静。 从经验上来看, 大概率是睡着了。 这也是远方想看见的。 随后, 远方也睡了。 虽然明天想上课就上, 不想上也没人关心。 第二天清晨, 第一缕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的时候, 远方闻到了一股香味。 这是肉的味道。 他醒了, 知道诗盒也不容易, 所以没出动静。 也不知道几点。 他怕诗盒喊他, 到时候又白嫖人家了。 可怕傻来傻。 咚咚咚。 诗盒敲了几下门, 轻声道, 大天才, 醒了吗? 他先是沉起下气, 见诗盒还在喊。 他才回应道, 嗯, 刚醒来, 怎么了? 诗盒说道, 快起来吃早餐了。 远方问, 现在几点了? 诗盒说, 大概是七点半吧。 远方笑了笑, 不吃了, 你吃吧, 吃完去上学。 诗盒有些郁闷, 你不去上学吗? 我上不上都可以的。 远方说完这话, 翻了个身打算再睡一觉。 诗盒又敲了几下门, 昨晚上你就没吃饭了, 快点起来, 我们一起吃, 奶奶也想见你。 听到奶奶, 远方也闷了一下, 她其实也想见一下的, 只是这样下去, 肯定要一起吃饭, 要是都不够人家吃怎么办? 那不是很尴尬, 可诗盒的性格不出去, 她肯定不罢休的。 所以, 远方稍微整理一下, 就出门了。 看见她出门, 诗盒这才露出微笑, 一起吃才香吗? 远方笑问, 你说, 奶奶想见我? 是啊。 诗盒说着, 把远方往奶奶的房间带。 从外面看, 奶奶的那个房间 比诗盒的房间还小很多。 只有一个小小的窗户 还被堵起来了, 且有空隙的地方铺满灰尘, 看不清里面有啥。 远方被带进去以后, 房间很整齐, 只是物品有点少。 一张垫的厚厚的小木床, 一台木制小碗柜, 一张小木桌子, 一套做饭器械, 一面略破碎的镜子挂在墙上, 三个小木凳子, 凳子上还留下了 斑驳陆里的黑印子。 奶奶正坐在小凳子上, 看见远方进来, 第一时间是微笑的。 奶奶前方的桌子上 有七个馒头, 一碗十片左右的 温热肉片和三碗白锡粥。 远方, 坐。 奶奶轻声细语。 是, 奶奶。 远方也是自然地坐了下来。 远方能很清晰感觉到, 经过这一晚上, 奶奶的声音 比昨天更粗糙了, 声音很沉重。 适合跑到奶奶身后, 面对远方, 露出微笑。 奶奶患了气, 才微笑说, 远方, 吃东西。 远方礼貌道, 奶奶, 你也吃。 然后, 奶奶拿起一个馒头, 咬了一小口, 喝了一口粥。 远方又看向诗和, 诗和也拿起馒头, 咬了一口。 远方这才动手, 拿起一个馒头, 咬了一口。 远方啊。 奶奶喊道, 我在, 奶奶。 远方轻声回应, 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 奶奶有些气喘地问, 奶奶你说, 远方微笑道, 奶奶沉思一下, 又回眸, 看了一眼诗和, 才说, 以后你住在这里, 可不能欺负诗和啊。 奶奶放心, 我会保护诗和, 绝不欺负她。 您放心吧。 远方保证道, 奶奶心里, 是相信远方的, 可听见她保证, 只是多了一份安心。 随之, 奶奶也露出了那种欣慰的笑容。 或许, 在她心里, 没什么能比这个孙女, 更加重要了吧。 第六章, 错过的李一涵。 一中作为, 清晨开始, 似一条龙斑, 匍匐在大马路上。 上班的车司机, 最怕的就是这个时候, 国家未来栋梁啊, 必须让路。 在一中门口的天桥上, 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站在桥上边上, 校服干干净净, 精致的容颜, 配上高马尾黏鱼须, 让人不禁多看一眼。 她手里, 提着一份迷粉早餐,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心里莫名焦灼。 看了一眼, 一中校门口上面, 挂着的时钟, 已经七点四十五了。 远方, 你到底去哪了呀? 突然, 李一涵向一个方向看去, 闺蜜周于欢来了。 一涵, 你等谁? 周于欢上前一步, 看着她手里拿着 亲手做的米粉, 有些揣测的想法。 李一涵有些沉默不语, 心里有些失落, 低沉地说道, 欢欢, 你说远方会不会不想读书了? 周于欢思考片刻, 做出一个吃瓜的表情。 你说的是那个校门口 帮你出气的男生? 李一涵没说话, 只是单纯地点点头。 周于欢明白了, 可还是要提醒这个闺蜜。 她说, 一涵, 你不对劲啊, 她成绩那么差, 迟早要被社会淘汰的。 你看她在班上 老师同学都不待见她, 其实你为她做得够多了, 你没有欠她多少, 好好学习吧, 一百多天高考了。 李一涵知道远方成绩差, 可她相信, 远方一定会好起来的。 有一天, 她一定能成为一个 让所有人都仰慕的人。 所以, 她小声道, 欢欢, 你先走吧, 我想再等等她。 真拿你没办法, 我们一起等吧。 李一涵笑了笑, 继续看向一个位置, 正是以前远方 每一次都会在 七点五时出现的地方。 她决定了很多事情, 她想帮助远方提升成绩, 到时候一起去大学。 可这一次, 五十一了, 远方依旧没能出现。 她的内心, 除了失落, 就是担忧。 她怕远方出什么事了。 欢欢, 你先走, 别等我了, 别迟到了。 李一涵叮嘱一句, 周于欢叹了口气, 我不管你了, 你好好等吧。 毕竟, 李一涵全校前几, 自己班上中上。 不能比。 迟到了, 老师对待都不一样, 还是先走一步。 李一涵从不乱想, 闺蜜陪自己等了那么久, 已经人至意尽了。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八点了。 她可能不会再来了吧。 她失落地转身, 低沉着情绪, 往大门口走去。 也就是刚走进学校, 远方和诗和, 就刚好出现在远方 那个经常出现的地方。 两个人有说有笑。 诗和, 该吃吃该喝喝, 钱你不用担心, 我一定想办法, 让我们都好起来。 远方这么斩钉截铁地说, 她相信, 很快就可以有很多钱用了。 诗和温柔笑道, 你不要太累, 我可以挣钱的, 星期六星期天, 我都抽时间去帮忙, 生活费没问题。 真拿你没办法, 但我还是要说, 现在正是高三时期, 别太累了, 身体最重要。 远方叮嘱道, 好了, 知道了。 诗和柔和一笑, 远方与他想的一样, 一个温柔体贴大男孩。 虽然他现在很穷, 可他有一天一定能经验四座。 两个人一起进入了一中, 这时候, 基本上无一个迟到的人。 一中这种每一年都有几个 考入清华北大的高中, 那种高中生事的内卷极为严重, 甚至压力到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住。 来到分岔路口, 远方说, 诗和, 中午来图书馆找我, 再见。 再见。 诗和对他笑了笑, 往博学楼那边离去了, 看着这个温柔的背影, 远方有一种莫名的开心。 或许, 他要的是一种真诚, 纯真无邪的爱吧。 而他在诗和身上, 刚好看见这种情感。 远去的诗和到了一处墙角之后, 他从背包里拿出一个黑色 能遮住脸的口罩带上, 把头发卷梳起来, 再拿出一个一条红线精细在腰上, 让他的气质被彻底束缚。 只是, 这般虽然气质被彻底封印住, 可那纤细的腰枝却是显露出来。 高挑至168的身高使他即使不看脸, 身上有奇奇怪怪的红丝巾, 可那种身材一看就知道是个美人。 不过, 可以肯定的是, 男人对这种情况下的他兴趣减半。 诗和也没办法, 因为从小失去父母的他,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只能这般掩盖自己的颜值。 一边, 远方看了好久, 诗和的背影消失一段时间才回过神来。 转身, 远方前往了图书馆。 一中早上的图书馆是开放的, 方便某些没课的班级学习。 进入图书馆, 步伐不经意就清了下来。 里面还有稀稀疏疏的读书生, 找了个很安静的位置坐下, 拿出语文书来默读。 昨晚上, 诗和教了他如何快速记住文献的办法。 还有高考作文如何拿高分这些技巧。 只能说, 他现在强得可怕。 此刻? 高三四班。 柳霞进入班级, 他先是扫了一圈, 没发现远方的身影。 他问, 原因, 远方去哪了? 张元英小声道, 不知道, 昨天我就没联系他了。 柳霞又看向一边一个男生, 平时与远方最近, 也是远方的好朋友, 顾怀。 顾怀, 可知远方去哪了? 明焕顾怀的男生说道, 老师, 前些天我已经不和他说话了。 柳霞一听, 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要不是, 他远方死在外面, 他才懒得问呢。 算了, 他爱去哪去啊? 我听说, 远阳一家已经与他断绝关系了。 哇! 断绝关系这种事, 在高中生这个群体来说, 还是太炸裂了。 一片哗然不说, 所有人更是议论纷纷。 其中, 反应最大的, 就属张元英了。 跟远方一起长大, 本就是贪图, 他家是驰验式大户。 这下可好, 成绩差, 打家斗殴, 打游戏看小说。 一身缺点, 毫无优点, 废了。 自己的眼光果然有东西, 差点同意当他女朋友了。 张元英心里乐呵, 他远方有这么一天, 最有应得。 一旁的顾怀, 马家琪, 刘耀文这几个邻居, 更是露出嬉笑。 远方落寞, 才是他们想看见的, 就想一辈子把他踩在脚下。 我们上课。 柳霞严肃一说, 咚咚咚。 下课了, 可那个座位上依旧没人来。 张元英下意识看了一眼, 出去上厕所去了。 也就是刚出去, 他看见李一涵, 又站在窗前观望远方的位置。 没看见那道身影, 落寞地离去了。 中午第四节课, 四班, 十一班, 十二班都没课。 学生可以前往图书馆, 自由学习。 十二班刚下课, 诗和就收起书本, 前往了图书馆。 刚出门, 就看见李一涵正慢忧地走来, 好像在思考什么。 来不及躲闪, 身子忽然一歪, 差点相撞。 两人相视一眼, 又迅速离开。 李一涵看着诗和下楼的背影, 问道, 欢欢, 你说这个人为何高中三年都戴着口罩? 周虞欢不明所以, 谁知道, 可能人家有难处吧。 可这也太神秘了吧, 我从未看见过他真面目, 可能是长得太丑了吧。 周虞欢揣测地说道, 一涵露出羡慕之色, 不过, 他那如瀑布般的头发, 真让我羡慕。 你的也不差。 李一涵回神, 一起往图书馆走去, 诗和几乎是小跑去图书馆的。 可到了图书馆门口, 就看见远方早早在那里等他了。 两个人相视一笑, 远方主动上前帮他拿过书籍, 说道, 午餐想吃什么? 诗和真的很怕伤钱, 可又怕远方吃不好伤身体。 他笑呵呵回应, 我要吃肉。 好, 吃肉。 远方乐呵呵。 这时, 两人刚好走下楼梯, 李一涵就出现在了图书馆门口, 刚刚远方站的那个位置上。 不经意间, 似乎感知到了什么, 猛地往楼梯方向看去。 又觉得不对劲, 他向楼梯方向小跑过去。 这时的远方和诗和正好留个瞬间的背影, 就消失在转角。 第七章, 背后的托付终身。 一中校门口的一家粉馆内, 远方和诗和面对面坐。 远方点了两份肉粉。 老板端上来的粉来, 诗和这才摘下口罩。 让那惊世骇俗的容颜, 轻视而出。 老板都惊了一下, 她是真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女孩。 一对比, 自己生的那个像是没塑好一样。 远方并没有问她为什么戴口罩, 下意识认为, 她带有她的道理。 这家粉店的粉和肉都比较多, 老板也实在, 以前的远方经常来。 远方回过神来, 刚拿起筷子, 就发现自己碗里怎么这么多肉。 看向前方, 诗和正把他碗里的肉都给加过来了。 诗和? 嗯? 诗和边嗯边加肉, 翻了好几下找环有没有剩下的肉。 远方说, 你刚刚不是说想吃肉吗? 诗和思考一下说, 刚才我吃了一块, 有点量人, 所以都给你吃。 远方真是心疼她, 这丫头啊, 太会体贴照顾人了。 自己与她好像真就认识不久啊。 远方假装有些生气道, 你不吃, 我也不吃了。 诗和看远方表情不像是开玩笑, 他柔弱地说, 那好, 我吃。 然后, 他从远方的碗里加了一小块肉, 放进嘴里, 说道, 我吃了, 你也吃。 远方不买账, 你吃一块, 我吃一块。 诗和拗不过, 只好又加了一小块。 远方也才拿起筷子, 吃了起来。 只是诗和总是找小块的捏, 大块的他都留给远方。 即使没小的了, 他也会把大块的分小, 然后再以此来过度。 吃完粉以后, 远方想问诗和吃饱了没, 诗和嘴都没擦, 就先问道, 远方, 吃饱了没? 远方有些预料之内, 他说, 吃饱了。 你呢? 我也是。 他乐呵呵地上前去付账。 这一次, 远方提前拿出15块递给老板, 两个人的。 老板接过钱, 微笑道, 远方, 你女朋友真好看。 远方一听, 马上笑了, 咦, 这不是我女朋友。 没什么他也不想, 占诗和的便宜。 诗和没说话, 只是低着头陷入思考。 远方说走, 他才昂起头一起走出了门。 然后, 远方说, 你先回教室去, 我回家给奶奶做饭。 诗和一听, 立马说道, 不行的, 怎么能让你给奶奶做饭呢? 我去吧。 远方看着他, 严肃道, 你是不相信我吗? 诗和有些败下阵来, 低沉着脸, 我相信你。 可是, 这事情, 是女孩子做的。 什么男孩女孩做的? 相信我, 我厨艺一级吧。 远方笑呵呵保证道。 然后, 他拉着诗和的手到一旁的小超市, 买了一瓶水, 给诗和。 今天天气不错, 别太晒了, 喝点水。 随即, 看见诗和嘴唇有点干, 又看向前台老板, 你家这里有唇膏吗? 看见他买这么多东西, 诗和想拒绝的, 可经不住远方那种毛子, 只能愣在原地。 买了一个唇膏, 递给诗和。 拿着, 你嘴唇有点干, 为了不加重, 涂点唇膏。 好, 诗和点点头。 他内心有些躁动, 因为这是第一次接受男孩子的东西。 远方付完前, 看诗和拘谨的厉害。 他说, 天气热, 先喝口水, 再涂。 哦, 诗和有些不知所措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远方说道, 真笨。 他从诗和手里拿过矿泉水, 拧开瓶盖, 递给诗和。 来。 诗和抿了一口。 远方又帮他把唇膏打开, 想帮他涂, 诗和有些不适应, 往后退了退。 目光警惕地望着前方, 这个少年。 别动。 然后, 诗和就没动了, 紧张地闭上眼睛。 他的嘴唇传来轻微的湿热触感, 几个不明显的小裂痕被弥补。 远方帮他涂了唇膏。 好了, 完事后, 诗和终于敢睁开眼睛了。 看着远方一脸认真, 诗和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红韵。 紧张到身体都在微微发抖。 好了, 你先回去, 我去给奶奶做饭。 远方叮嘱一声, 正式与诗和分开。 这一刻的诗和, 心跳达到了一个另类的高度。 这种感觉从未有过。 看着远方离去的背影, 嘴里呢喃细语。 奶奶选择你, 一定有她的道理吧。 然后, 她戴上口罩, 回学校去了。 离开的远方, 又去幸福小区的菜市场, 买了一些肉, 一些对老人身体好的蔬菜, 肉类, 鸡蛋等不平。 当她到了住处的时候, 刚好是中午十二点。 嗨嗨, 刚到门口, 就听见几声咳嗽从房间里传来。 远方情绪激动地快速上前, 敲了敲门, 问道, 奶奶, 我是远方, 我回来给你做饭了。 听到这声音, 屋内传出苍老的低语, 远方啊, 进来吧。 远方打开房门, 就看见奶奶躺在床上, 大口喘着粗气。 奶奶, 你怎么了? 远方上前, 扶起她, 急忙说道, 奶奶, 我们去医院。 奶奶却紧紧抓住她手臂, 艰难地开口, 远方啊, 没事的, 不用去医院, 我想让你答应我一件事, 可以吗? 我答应, 奶奶你说。 看着奶奶这般脆弱, 即使在坚强的远方, 也忍不住眼睛酸涩。 奶奶大喘了口气, 咳嗽几声, 说道, 我想把诗和托付给你, 以后, 她会嫁给你当媳妇, 但你不能欺负她, 两个人好好奋斗。 远方很是震惊, 有些破防了, 怎么可能有这么优秀的女孩, 喜欢自己? 她说, 奶奶, 不可能的, 我很差劲的, 适合这么优秀, 这么漂亮, 怎么可能喜欢我呢? 奶奶说, 喜欢一个人, 总是带着纯粹情感的。 远方又说道, 奶奶, 我和诗和刚认识, 没有感情基础, 她的事情由她决定, 如果她不喜欢我, 强人所难不好。 这话有明显拒绝的意思。 奶奶说, 不会的, 她很喜欢你的, 以前你们第一次见面, 她就喜欢你了。 远方见奶奶, 连说话都难, 她说, 奶奶, 要不我们先去医院, 前我来想办法。 奶奶却拒绝了, 远方啊, 奶奶没事, 你答应奶奶好不好, 我今天85了, 活得差不多了, 我只想在离开之际, 让我这个孙女, 找到一个让我满意的如意郎君, 你答应奶奶吧。 奶奶最后的几个字语气, 明显加重, 眼神里也透着渴望。 远方语气坚定地承诺道, 奶奶, 我答应你, 我会照顾诗和到高中毕业, 到那时, 如果她不喜欢我, 我们也考到不一样的大学, 她可以尽情去追逐梦想, 我不会纠缠她, 放心吧。 听到这声音, 老人家眼角裹着的泪水, 随着闭眼消失。 或许, 她最后的期盼, 就是这个孙女, 能一直好好幸福下去吧。 而远方, 她其实对诗和只有感激和责任, 并没有因为她的容貌, 而对她见色起义。 答应奶奶照顾保护她高中毕业, 是自己唯一能为她做的。 她那么优秀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喜欢自己一个差生呢? 自己本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或许, 诗和也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吧。 梁九, 奶奶才小声说道, 远方啊, 给我做饭吧。 好嘞。 远方回应一声, 连忙起身洗菜做饭。 昨晚上远方特意观察了一下, 这里没有做饭, 器具她今天都备了。 做好饭以后, 远方又艰难地把奶奶俯下床吃饭。 全程, 奶奶虽然没吃多少, 但都是很开心的。 第八章, 重生谁追青梅啊? 下午, 奶奶执意要休息, 不要远方照料, 让她回学校。 远方知道老人家想的什么, 也大概了解了奶奶的情况, 不会有事。 所有, 她又返回学校了。 她想去拿教室里的数学书。 现在的义中正好上第二节课呢。 还是数学课? 柳霞正在课桌上讲得热火朝天。 远方刚好从窗户那里走过来。 远方来了, 有人惊呼一声, 所有人都看了过去。 柳霞也不例外。 作为一个老师, 她喜欢学习成绩好的, 不喜欢像远方这样的。 烂泥扶不上墙。 高一的时候, 远方上课还能听懂一点, 一段时间后, 啥也不会了。 这种学生, 以后肯定没出息。 自己一个研究生, 自然也不会怕这种没实力的学生。 不像张元英这等尖子生, 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谁不羡慕? 而此刻, 看见远方归来。 所有人都失去了学的兴趣, 他们都等待着看远方笑话。 柳霞主动上前打开门, 拿着一张试卷, 凝视着门外的远方。 哟, 大少爷, 回来了。 哈哈哈哈。 一时间, 全班同学都笑了。 不管是以前的好机友固怀, 还是初中同学的刘耀文, 都露出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笑容。 其中, 张元英陪笑一下, 面露祥和。 远方也不在意, 进入班级, 五十四双眼睛盯着她。 可又能怎样? 坐到位置上。 班级里, 一个女孩正面露疑惑地望着远方。 那女孩叫邓丽娟, 是班上唯一一个, 在远方被排挤之下, 依然愿意与远方说话的女同学。 旁边, 这些人简直就是白眼狼。 以前远方可是帮助过他们那么多, 忘恩负义啊。 远方看过去, 两人又相识一笑。 那个人叫薛湛成, 是远方的好死党之一。 长相一般, 很重义气, 脸色有黑, 有几颗青春痘印, 穿着的校服上还略有油斑。 只有她, 在远方落魄的时候, 依然选择硬刚别人, 不离不弃。 远方也不多做停留, 她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书都整理一遍。 还有几分钟左右, 柳霞也不打算上课了。 她调侃道, 远方, 这两天去哪了? 你这次考试, 考这么差, 我还以为你认命, 去进场打罗斯, 去饭店洗碗去了呢。 又是这种句子, 随之而来的, 便是所有人的嘲笑声。 老师, 你这就过分了呀。 突然, 薛湛成站起身, 硬刚柳霞这个灭绝事态。 莫等柳霞开口, 他又说, 难道真的, 要用学习成绩论一个人的好坏吗? 打罗斯, 西湾有什么不好? 你以为你当的老师, 就可以随意调侃他人吗? 为人师表, 传道授业解惑。 你有体现吗? 这话, 让现场哑声一片, 所有人凭住呼吸。 柳霞也彻底被激怒, 可他是个老师啊。 在学生说出, 有些道理的话来时, 他最该注意的, 还得是以德服人。 他说, 你说的没错, 可这个社会背景下, 只有读书才能有出路, 要不然只能当下等人。 这话真的很符合, 新时代的三观, 薛战成噎了一下。 这一下, 远方却是说道, 刘老师, 我远方以前是没多少实力, 可谁又敢肯定我最后的一步, 能比他们差呢? 我高一说过, 我要考江浙大学, 我就一定能上。 听到这么一段奇言, 所有人都是好奇地安静着, 随即又哈哈大笑起来。 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在吹牛, 他远方, 高扬一中倒数, 能考上江浙大学。 刘耀文唏嘘道, 切, 别吹牛了, 你三个月, 能赶超我们三年的努力。 远方却是驳斥道, 你算什么东西, 老子的实力, 有你质疑的份。 这话一出, 全班安静, 刘耀文直接哑巴了。 柳霞有些震惊, 又觉得好笑。 他说, 算了吧, 我们又没怎么你, 有些话说出来, 也不怕闪了舌头。 远方却是一笑, 我还就告诉在场各位, 下个月的学校统一大考我, 能进全班二十名。 两个月后的全省大考, 我能进入学校前百。 赌高考分数出来, 我能进入全班前三。 也是这话一落, 所有人绷不住了, 纷纷哈哈大笑起来, 都认为他是疯了。 吹牛逼也得有个舵啊。 一个月班级前二十, 两个月学校前百, 高考全班前三。 一个学校倒数, 做梦呢? 幻想呢?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 高三四班与其他班略有不同, 这个班最差也是能上 二一一级别院校。 人家三年苦修, 凭什么你三个月就能做到, 还超越? 比如班上的徐妹, 学习委员, 班级第一, 最高考600多块700分了。 再看第二名邓丽娟, 艺术委员, 这三年体现一个吻字。 江里, 班长, 全班第三。 周运, 全班第四。 张元英, 人家与他一起的, 班级第五。 特别是顾怀, 刘耀文等与他玩得好的。 那个不是班级前二十。 现在还在坚挺他的靴, 战成三年来, 也是班级前十。 只有他是个例外, 全校垫底。 真不知道, 这脸皮为何这么厚。 还敢这般自顾打赌, 就连柳霞这个, 自以为见多识广的, 也觉得能考上江浙大学。 希望渺茫到不可能。 除非有神仙相助。 他想的是, 远方最后装个逼, 明天就不打算来了, 去进场了。 所有人, 几乎都在等着看他的笑话。 柳霞无奈一声, 他说, 以后别说是我学生就行, 我们拭目以待吧。 远方说, 莫名其妙, 所有人吸了口凉气。 这瓜真是太好吃了。 谁能想到, 校园排名倒数, 竟敢这么不知深浅地说, 像江浙大学, 还敢大言不惭, 说自己能考下国前几的大学。 下课时间到了, 老师, 你们辛苦了。 这时, 这节课算是下了。 也就是刚下, 薛战成跑过来, 就挽住远方肩膀, 替他着急道, 方啊方, 你倒是真干啊, 想学习, 我可以帮你啊, 考个普通大学, 没问题, 可读有什么用啊, 伤感情。 远方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道, 好了, 我有分寸。 然后, 他拿起数学书和物理, 化学书打算离开了, 薛战成跟了上去, 可就是, 他刚走出几步, 张元英就跑上来找存在感了。 他目光续续地注视远方, 说道, 远方, 你怎么不来上课? 远方甚至都不想搭理他, 只是淡然道, 不想来, 有什么问题吗? 张元英有些生气, 你是因为我吗? 只要你继续对我好, 我可以给你机会的。 给什么机会? 不需要。 远方有些无语地说了几句, 从他身边绕了过去, 一时间, 被人捧在手心里的张元英, 竟吃瘪了。 笑话呀! 被同学们看见, 那真是要丢死人。 以前的远方, 与他说话可是很温柔的。 难不成, 真是自己态度太紧逼了? 然后, 他又跑上前去拦住远方, 说道, 远方, 今天放学一起回家吧。 不用, 而且我们已经绝交了。 这么简单一句, 远方扬长而去, 只剩下呆愣在原地的张元英。 他不可置信地望着那个, 曾经败倒在自己石榴裙下的远方。 他这是什么态度? 自己只是简单说一下, 他怎么还认真了? 这时, 他的闺蜜高子雪上前道, 原英, 我看你是真傻, 看不出他是在试探你吗? 试探我? 张元英有些不解。 是啊, 他是为了引起你注意, 别服软啊, 将他几天, 他自然会主动来找你。 高子雪一脸认真。 真的? 真的, 我骗你干嘛? 高子雪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 一边, 薛战成上前, 焦急说道, 方啊, 你不是喜欢青梅元英吗? 你怎么还硬起来了? 远方无奈笑了笑, 都重生了谁还追青梅啊? 重生? 薛战成疑惑, 远方却是夺不离去了。 他向着背影喊道, 不是, 你最后一劫刻不上了。 远方没回头, 向他挥了挥手告别, 已经决定了很多事情。 第九章, 你是不是喜欢李一涵啊? 远方并没有离开, 而是来到了图书馆。 他来学校, 就是为了拿物理书, 被知识点, 多了解一下昨晚上适合讲的内容。 下午有很多班级, 都是没课的, 图书馆人很多, 高一高二高三都有。 且他们很多, 都是找了靠窗的位置, 有很多为了等好友, 霸占了好几个位置。 远方坐到了一个200斤左右的短发女孩旁边, 也没瞧人家一眼, 就拿出试卷来做题。 那女孩看清是远方之后, 直接冷冽道, 同学, 可看他那眼神些丑丑的, 语气还十分冷漠, 像是故意找茶一样。 他严肃道, 有你妈呀, 我不是人吗? 我来的时候没人, 就是可以做的。 这话有些大声, 现场所有人都无奈看过来。 可看清是远方后, 又都没说话。 女胖子也是被他的气场吓到了, 毕竟, 远方可是学校公认的叉生, 还和校外混混打架, 招惹不得。 见势头不对, 他起身拿起书跑了。 边跑边说, 神经病。 我你妈, 有本事别跑啊。 远方妈道。 远方也明白, 这种女生其实就是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 自以为高人一等, 认为自己在他旁边要么丢人, 要么就是带有目的性的。 这种情况, 远方真的不是第一次遇见了。 虽然每一次都闹了段子, 可这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 毕竟, 这可是未来的涕零啊。 惹不起。 有时候, 真的觉得下国也开启武士对决。 这个巅峰赛也不寂寞了。 远方? 这时, 一道比较兴奋的女生响起。 所有人都是看去, 惊呼出声。 来者正是李一涵。 瞬间, 李一涵就是全场瞩目的焦点。 所有男生开启幻想时间。 李笑花? 她怎么来了? 真的好漂亮啊。 声音也太好听了。 她不会是为我来的吧? 我靠, 她和刘亦菲一起追我。 我该怎么办? 要不把刘亦菲踢起来, 好好跟她谈吧。 太漂亮了。 女神, 我爱你。 我三年的白月光啊。 远方也惊了一下。 以前看她没什么, 可今天她穿着一套白衬衫, 白褶裙, 一双厚底帆布鞋, 披散的发丝, 撑起的黏鱼, 虚柔顺丝滑, 长长的睫毛眨洞, 一双帽子魅力十足, 站在哪儿, 像一抹月光一样散发着意义光辉。 拿她与诗盒对比起来, 感觉这两个丫头不愤伯众啊。 她完全不注意现场所有人的目光, 而是优雅地朝着远方走来。 为了不引起现场混乱, 影响很多人的复习。 远方拿起书, 快速走了过去。 在李一涵没反应过来瞬间, 一把牵起她的手出了图书馆。 即使起哄声延绵开来, 两个人好似听不见一般。 在这一刻, 远方的简单有意帮助之举, 李一涵却觉得很是浪漫。 她的手被一个男孩子紧紧握着, 就这么走着, 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战友欲瞬间爆棚。 此刻的两个人就好像是惹祸了, 全世界都想要追杀他们。 而远方作为天底下第二剑客, 为了保护有人能够平安, 在敌人来时, 第一时间带着友人远走高飞一样。 有时候, 我们总是不经意间暴露了爱意, 可这在对方眼里, 就是一段普通的帮助。 喜欢这种东西是一种感觉, 更是一种彼此的认可。 显然, 远方并没有那种狗屁的浪漫。 她把李一涵当做妹妹, 并没有那种升华的感情。 她只是单纯觉得在图书馆里, 影响别人不好。 来到外面, 远方意识到什么? 她有些尴尬地轻轻甩开李一涵的手, 说道, 你怎么来了? 一涵微笑道, 我们下午没课, 来图书馆学习。 李一涵这时候的情绪达到了顶峰。 远方这些动作在她眼里, 就是害羞, 不好意思的表现。 脸上的红韵更加明显, 言行举止也多了一种极致儒雅。 远方有点想不通, 这群男的怎么这么疯, 比那群追星的还厉害。 人家来图书馆学习, 不就是穿了一套白褶裙吗? 不过, 的确很漂亮, 无可厚非。 可现场也有很多女孩子的呀, 让人家怎么想? 算了, 别学了, 随我聊一下吧。 远方说道, 好, 李一涵像是恋爱了一样笑着。 上课时间, 两个人就这么走着, 从图书馆到足球场, 绕了一圈。 地方不大, 可他们像是走了几百公里一样。 一涵率先问道, 你昨天去哪了, 我还在店里等你呢? 远方如实回答道, 我去租房去了, 昨晚上没来。 听到租房, 一涵提高声音道, 我都说了, 带我家住, 他明明说过好几次了, 可远方还是拒绝。 远方说, 一涵, 你们帮我的足够多了, 我不想再麻烦你和程仪了, 接下来我要认真学习了, 多次打扰你们不是我的风格, 不麻烦的。 而且, 你想认真学习, 我可以帮你啊, 我可是一中钱食, 你退了吧, 来我家。 一涵认真道, 不了, 我已经跟人家签好合同了, 回约不好。 远方解释, 一涵有些失落, 算了, 劝不动。 说完, 他又想到了什么, 从书里掏出五百块钱。 给, 这个钱你先拿着, 以后有钱了, 再还给我。 远方一看, 顿时有种脑梗的感觉, 这丫头, 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好一心领了, 他还是拒绝道, 一涵, 你和程仪帮我足够多了, 我现在有钱, 以后我需要了, 再找你吧。 一涵有些生气的情绪, 我不管, 这钱你必须拿着, 不然我会生气的, 你也不想让我生气吧。 眼见他又是动用了, 这无敌的一招, 远方同意道, 那好, 我拿一百, 剩下的你拿回去。 然后, 他从一涵手里, 拿过来一张一百元。 一涵显然是有些不知所措, 他想说的是, 五百全给远方, 可一时间大脑空白了, 情绪有些低迷, 只能作罢。 那好, 先拿着一百, 剩下的四百我拿着, 你随时找我, 我随时给你。 好好, 我们一涵最好了。 远方像是对待自己好兄弟一样, 搂了搂他的肩膀, 露出自然的笑容。 这可让一涵全身都紧绷了一下, 那种忽然传来的紧张感, 让他隐隐发抖, 脸红心跳得厉害。 然后, 远方又带着他回图书馆了。 图书馆门口? 远方说, 进去吧, 好好学习, 高考加油。 一涵看着他, 想说点什么, 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由于片刻, 他才轻声说, 远方, 只要你想学习了, 我随时可以帮你补习。 远方却是拒绝道, 没事的, 我行的, 你好好学习就行, 别担心我。 他走了几步, 又回头道, 你的校服我都帮你洗了, 明天我拿给你。 然后, 一涵有些恋恋不舍地进入图书馆了。 也就是这时, 薛战成就跑来了。 他在远处看见了远方与李孝花 从足球场走来, 以及言语上的对话, 刚才的表情推断出远方这道了。 有些气喘地上前说道, 你怎么和李孝花在一起? 难不成, 你冷漠张元英就是因为怡情别恋了? 远方无奈, 什么怡情别恋? 薛战成神经兮兮地歪着头, 看着远方的眼睛, 笑兮兮道, 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喜欢李一涵? 远方无奈笑了笑, 想多了, 一涵在我心里, 就是个知心妹妹。 真的吗? 我不相信。 薛战成笑呵呵。 爱信不信。 远方无所谓的语气。 还装, 如果你不喜欢李一涵, 怎么可能冷落张元英? 薛战成瞥了他一眼。 远方真诚地看着他, 面无波澜道, 你喜欢张元英吗? 不喜欢。 薛战成几乎是脱口而出。 为什么? 远方又问, 太现实了, 且是个赌徒, 没有与人同甘共苦的心思, 我们这种人抓不住, 喜欢更谈不上。 薛战成实话实说道, 所以啊, 你都不喜欢, 我能喜欢吗? 远方忽然一笑, 你真不喜欢了? 薛战成疑惑问, 早就不喜欢了。 远方回答, 他的心里, 重生的时候就不打算为谁疯狂了。 第十章, 远阳被打了, 人们总是被伤以后才会启动情感防御模式。 如今的远方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与家人断绝关系, 同学, 老师也不待见。 亲戚朋友更是如此, 远阳成绩好, 各种捧上天, 远方成绩差, 被处处针对。 有时候, 感情真的就是一条普通又复杂的利益链。 远方已经厌倦了这种尔虞我诈, 为他人情绪流泪的日子。 重生了, 他要逍遥一生。 此刻, 薛战成看着他陷入了沉思, 片刻, 又说道, 方哥, 我真害怕你考不上大学, 到时候我们就天各一方了。 远方笑了笑, 放心吧, 考个大学而已, 又不是考公务员。 我的将来, 一定会一帆风顺的。 这话一出, 薛战成傻憨憨地笑了。 你个老姑寡, 我就知道你行的。 记得高仪那会儿你, 可是凭借实力考上一中的。 远方愣了一下。 是啊, 他曾经也是凭借自己, 实力考上一中的。 只是后来, 再一次次攀比, 对比, 打压下, 慢慢就成为一个好玩, 不爱学的高中生了。 随即, 远方笑道, 你能遇见我这样的义服, 这辈子算是值了。 薛战成大笑, 直接出手, 看我龙皇一次元, 闪电旋风批, 花猫又裙狼。 两个人, 有一搭没一搭的, 没心没肺的你追我赶。 笑门外, 远方说, 吃完饭打算干嘛。 薛战成说道, 当然是去教室看书啊, 我今天有一道数学题猛的。 远方却说, 别了, 吃完饭, 陪我去一趟网吧, 我有事要做, 你也可以打几把游戏, 以后每一个晚自习, 我都陪你。 这话一出, 薛战成先是质疑, 顿时惺惺向荣, 兴奋地笑道, 落子无悔。 落子无悔? 那好, 今晚上我薛战成就是你的人了。 薛战成一脸笑意, 看好兄弟, 要认真备考了, 他真的为他感到欣慰。 真怕有一天到了大学, 他却真去了电子厂, 饭店洗碗。 然后, 两个人吃完饭, 搭着肩膀走进了最近的一家网吧内。 进入网吧, 薛战成冲完钱以后, 打开游戏, 选了个亚索, 兴奋地不行。 再看远方, 他从网吧老板娘那里, 拿来一个红色U盘, 坐到熟悉的位置上, 插入U盘, 开启了打代码的程序员之路。 从高一开始, 一对程序员这个职务有了资深般的了解。 薛战成亚索一打五死了后, 叹息一声, 侧谋看见远方敲代码哗啦哗啦。 他问道, 告诉义父, 每次来网吧不打游戏, 反而噼里啪啦搞这个。 远方边打边说, 义父不说, 以后你就知道了。 然后, 薛战成也不过问, 继续打游戏。 这时, 一个穿着性感的黑色包臀裙, 美艳女子走来。 手里还拿着两瓶冰红茶, 笑呵呵说道, 远方, 这是姐请你喝的, 打带马, 累了喝一口。 女子是这家网吧的老板, 叫袁熙。 远方看过去, 笑道, 谢谢袁姐, 不客气, 继续努力吧。 说完, 他扭着屁股离去了。 薛战成也好奇问, 不是, 你与老板娘这么熟了? 远方笑了笑, 是有点。 薛战成兴奋道, 你们私下没干什么吧? 远方无奈, 你不会是看人家风韵犹存, 起色星了吧? 那有, 薛战成底气不足, 连忙撇清, 可脸上那种来自于欲望的情绪, 可是出现了。 刚刚他可是偷偷看人家老板娘呢。 不过, 高中生看见穿着这么性感的女子, 热血沸腾也正常。 老板, 三个机位。 突然, 一道极为熟悉的声音响起。 从网吧外走进来三名学生, 吊儿郎当的, 双手插兜, 沙马特发行, 目光挑来挑去, 高视一切。 老板娘走来, 笑道, 呦, 远阳弟弟也来了。 远阳一脸高傲自大, 老板娘, 什么叫远阳弟弟也来了? 老板娘, 看向远方, 昂头示意道, 看, 你哥也来了。 远阳看过去, 的确看见了远方, 可他不屑道, 他已经与我们家断绝关系了, 不再是我哥哥。 这让老板娘一愣, 随即笑道, 哦, 那太可惜了。 远阳提醒道, 快给我们哥仨, 安排三个机位。 老板娘瞟了一眼, 无奈道, 阿宇, 来帮这三位顾客, 找个好机位。 来了。 老板娘虽然很不爽他这态度, 不过, 为了不影响别人, 自己也是做生意的。 索性喊了个, 兼职声伺候了。 他来到了远方身边, 问道, 弟弟, 你与他们家断绝关系了。 远方点点头, 是的, 前些天断绝关系了, 他也不再是我弟弟。 老板娘有些委婉一笑, 那还真是可惜了呀。 然后, 老板娘离开了。 远方继续打马。 晚上六点半, 远方看了一眼网吧时间, 该去找湿河了。 他保存信息, 关闭电脑, 与薛战成打算离开。 可这时, 远阳却是起身拦住他, 狠狠说道, 远方, 给我一百块钱上网。 远方一看, 不耐烦道, 滚。 他身后的两个学生, 上前一步, 说道, 学长, 给一百, 不然, 我们就要自己拿了。 这话一出, 薛战成上前一步, 撸了撸袖子, 说道, 什么? 我没听错吧? 上前一步, 他气势汹汹道, 别不识好歹, 给一百让你离去。 啪。 一瞬间, 远方一巴掌扇过去。 远阳被一巴掌打翻在地, 狼狈地起身。 他身边的两人就要动手, 远方和薛战成一人一个, 由于身高优势, 基本上是碾压对方。 远方见远阳这般, 继续出手, 压在地上又是几巴掌。 见自己身上疼, 红一片紫一片, 远阳求饶道, 别打了, 不要了。 他问, 要报警吗? 不必了, 教训一下就行了。 远方说, 老板娘震惊, 抢劫啊, 这社会性质可是十分恶劣啊。 但看在了远方的面子上, 他也没多想, 真怀疑是不是亲兄弟了。 随后, 远方离开了这里。 出门后, 薛战成问, 原来, 你和家里断绝关系, 是真的。 这些时间, 他可是吃了许多关于远方的瓜, 只是不敢相信, 这竟然是真的。 太不可思议了。 竟然真的有父母, 因为孩子成绩不好, 就与之断绝关系了。 枉为父母啊。 第十一章, 以后, 我保护你。 来到高阳一中门口, 远方与薛战成分开。 他一个人, 往风林走去。 来到熟悉的地点, 就看见诗和一个人坐在狼亭椅子上看书。 直到远方的影子, 投射到了眼前, 他才恍然斑抬起头, 露出一抹微笑。 远方走上前, 微微一笑, 说道, 久等了。 诗和没说话, 只是往边上挪了挪, 示意远方坐下。 远方也不客气, 直接坐到旁边, 不经意间吸了口气, 诗和身上那种淡淡的清香扑鼻儿来。 远方和诗和今天都穿着一套黑白色校服, 很大众, 也很青春。 远方问, 你回去给奶奶做饭了吗? 诗和说, 我每次都是先回去才来的。 远方露出一抹微笑, 诗和真的太喜心了。 然后, 诗和从书包里拿出物理书和化学书, 说道, 今天我们还是学理科吧。 远方说, 好, 正好, 我理科相对要差一点。 然后, 两个人在风铃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一直到了晚上九点, 路灯斑驳的色彩像是一只萤火虫散发着微弱的光芒。 晚上月亮依旧, 可那阵微风却是让人意寒。 这两个小时, 远方可谓是收获满满, 适合认真分析远方的不足, 又帮其弥补不足。 慢慢地, 远方发现自己越来越自信了。 风铃公园里, 除了他们两个的声音, 就只剩下重名了。 远方看着他, 适合撩了撩头发, 白皙精致的脸上透着红韵。 我们接下来讲解这一题, 通过计算判断粒子能否从P点进入第三次电场。 他的第一问, 如图所示求C下滑的高度H。 这一题远方真是想笑, 当时试着做了很多遍, 可依旧是求不来。 不过, 适合好像对这一题太了解了, 以至于他都认为这只是简单的练习题。 然后, 两个人又是一番解读。 晚上十点半, 远方才提议回家了。 试和也同意了, 毕竟奶奶一个人在家, 自己在外多待, 也害怕出事。 然后, 远方收手的时刻, 不经意间触碰到试和的手了。 很冰了。 这几个小时, 试和讲题一直握着笔, 不曾捂一下手, 夜晚又有冷风, 所以变得很是冰。 试和好似意识到什么, 害怕远方知道, 王首收了收手, 把书装起来, 说道, 我们回去吧。 远方却是说道, 你先坐下来。 试和不明所以, 但还是听话地坐下来, 温柔道, 怎么了? 远方说, 把手伸出来。 试和知道自己手冰凉, 所以拘谨地不想伸, 远方也不管。 他忽然握了上去, 一双稍大的手掌握住试和的小手。 试和惊了一下, 紧张到身子颤抖, 身子下意识往后退了退, 脸上立马红韵一片。 远方手上的温度, 慢慢将试和的冷淡去。 即使很害羞, 但试和也没有任何的说辞, 高中生的感情就是这么纯粹。 午热之后, 两人才一起回家了。 回到家, 先是照看了奶奶, 两个人又点灯夜读。 直到十一点半, 两个人才选择睡觉。 晚安。 远方率先道。 晚安。 两个人靠在床上, 头似乎顶在一起, 只是中间间隔了一张铁皮。 睡下以后, 两个人都有心事地 同时侧身看向了月亮。 那抹皎洁的月光洒下, 像是一种苍凉旧熟。 第一天清晨, 远方早上六点就起了。 安静地起身下床, 拿着习题就开始做题, 看书。 他不知道的是, 诗和凌晨五点半就起来了, 试卷都做了面了, 试卷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解析字体。 此刻远方的一切举动, 其实在他看来真的太糟了。 他微微一笑, 继续做题。 七点, 两个人同时收起卷子, 同时起身, 刚打开门, 就看见了对方正要来叫对方。 随即, 两个人相视一笑, 一起给奶奶做早餐。 远方负责烧火, 诗和负责准备要煮的东西。 十分钟左右。 吃完饭, 两个人一起去了学校。 可到了半路, 人即将多的时候, 路人纷纷看向诗和的时候。 诗和只感觉压力倍增, 那种人人而逝的感觉让他不舒服, 甚至很担忧。 他下意识打开书包拿出口罩, 就要戴上。 这一次, 远方看明白了, 知道他的顾虑, 随即说道, 诗和。 诗和好奇地抬头看了过来, 怎么了? 远方坚定地说, 有我, 以后你不必担忧任何不好的事情, 我保护你。 就是这话一出, 诗和愣了一下, 清澈的毛子一眨, 眼尖里忽然裹着泪水, 然后扑素素往下落, 心里那种委屈像是有了救赎一样。 他大脑一热, 直接抱住远方。 这一刻, 他好似找到了肩膀作为依靠。 以前, 因为家里只有奶奶, 没钱, 自己又那么漂亮。 他怕自己招惹到不该招惹到的人, 所以一直没敢在大众面前露脸。 很多人娶不到媳妇, 会用抢, 女生大多还有被拐卖的。 就像李亦涵, 因为太漂亮, 也被很多人骚扰过。 只是最严重的那几次远方帮他出头了。 后来, 那些人也不敢来了。 如今, 诗和的世界似乎一切都好起来了。 远方也知道, 漂亮这种东西, 单初永远是死牌。 更何况, 诗和家庭背景就这样, 一个这么优秀漂亮的女孩, 男人的欲望贪婪会无限放大。 不管是有钱人, 还是有权人都很寄予。 他戴口罩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此刻, 远方用手抚摸一下他秀发, 安慰道, 没事的, 以后, 我保护你, 你可以沾下口罩, 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诗和探出头, 泪痕布满了脸庞, 与远方对视一眼, 如幽权一般的同谋, 灿若星辰。 诗和是一个不懂怎么表达爱意的人, 他只知道喜欢一个人就是要爱护他, 照顾他一辈子。 他说不出我们在一起吧之类的话, 只想好好在他的身边守护他, 这是他对爱情的理解。 况且, 两人认识时间不长, 可远方真的给了他安心。 远方也没说可以对诗和多好, 只是想把自己责任尽了。 然后, 两个人一起来到学校门口, 几乎是所有人都看到了诗和这张绝美的脸, 纷纷赞美道, 这女生真美啊, 怎么可以这么漂亮? 有人问, 你们说这是那个班的? 旁边的人说, 不知道, 或许是个转校新生吧。 有人认出了远方, 说道, 那人不是一中倒数吗? 能攀上这么漂亮的女孩? 肯定只是普通朋友, 这么漂亮, 怎么可能看上这么一个岔上? 朋友, 你这是要杀了我吗? 太漂亮了, 跟李一涵笑话一样漂亮啊, 甚至,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要是我有这样一个女朋友, 就是让我住豪宅开豪车, 我也愿意啊。 而远方和诗和, 自然地走进了校园, 纷纷引人多看一眼, 除了诗和班级的人, 全笑沸腾, 都一致认为她是转校生。 又有人认出来, 这个女生是十二班的同学, 常年戴着口罩, 原来这么漂亮。 第十二章, 物理模拟考试。 这一刻, 被这么多同学看到自己容颜, 诗和也不紧张害怕了。 因为有远方, 这是一种简单至极的信任。 进入校园, 到图书馆附近的楼梯口时, 远方和她分开了。 因为教学楼不同, 两个人各自去往了自己的班级。 远方到了一个地方, 她又折返回来。 这时, 听到闺蜜说有美女, 李一涵也是从班级里走了出来, 就看见闺蜜正看向一个方向。 周边有很多学生也在看。 她好奇问道, 谁啊? 周虞欢回头, 兴奋道, 一涵, 你快来看, 有个美女朝这边走来了。 李一涵看她这样, 也有些好奇了。 就当她往前几步, 看向楼下的诗和的时候, 真被惊了一下。 真的, 好漂亮。 这是, 转校新生吗? 突然, 有人大喊道, 诗和女神。 一涵猛地看去, 向闺蜜问道, 诗和谁啊? 诗和。 周虞欢思考一下, 说, 好像是十二班的。 十二班的。 一涵想了想, 豁然惊讶道, 我知道她是谁了。 谁啊? 周虞欢问, 一涵说, 欢欢, 你还知道前些天, 差点与我相撞的那个女生吗? 周虞欢也想起来了, 他问, 你是说, 戴口罩那个女生? 是的, 就是你说特别丑那个。 一涵说, 不会吧, 高中三年都戴口罩, 原来这么漂亮, 真是羡煞我啊。 周虞欢拿诗和, 与自己对比。 真是没对比, 就没有伤害。 一涵说, 只是不知道, 他怎么摘下口罩了。 可能是高三了吧? 想着给学校, 留下一些留念。 周虞欢苦涩地说, 此刻的诗和, 像是一抹月光。 经过多年的沉淀, 今天他光芒万丈。 可能是看见新鲜面孔。 现在的一涵, 相对于诗和要小众了一点。 可他们两个的颜值, 真是不分不重。 非要分, 那就是长相略有不同。 不过, 高马尾, 年于蓄势标配。 不一会儿, 诗和上楼了。 一涵好奇地看向楼梯口的诗和。 两人相视一眼, 是诗和先败下阵来。 同一时间, 彼此都被对方的颜值所惊艳。 真的太漂亮了。 都在想, 要是远方看见, 会喜欢他吗?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远方已经在 他们彼此的生活里 种下了不可磨灭的种子。 诗和上前, 低着头往一涵旁边经过, 不经意间又抬起头 看了一眼对方。 殊不知一涵也刚好看向他。 瞬间, 两个人都是一尬, 随即转瞬之间低下头。 由于十二班与十一班相隔一个班, 诗和每一天都会经过十一班门口。 两个人也经常见面, 只是一个在明, 一个在暗。 所以, 以前一涵总是人们 津津乐道的高扬意中 不可争议的笑话。 如今, 这个笑话 怕是要增加一个名额了。 一涵看见诗和的背影, 身高168, 前涂后翘, 长相还精致, 像一个雌娃娃一样, 柔顺的发丝, 儒雅随和的气场, 一身干净笑服都有如此气质。 无敌了。 这一刻, 一涵的危机感来了。 同样, 看见一涵这么漂亮, 诗和的危机感也来了。 一边, 远方看见诗和进入班级, 他也朝自己班级而去。 来到班级, 柳霞早早就等候着了。 班上大部分同学都到了, 就看见远方位置上空落落, 他也不想等了。 可刚想说话, 就发现远方到门口了。 远方进入班级, 也不管柳霞, 静止朝位置走去。 柳霞看他目中无人,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怒拍一下桌子, 喝道, 远方, 没看见我在吗? 远方顿下脚步, 回首一笑。 你在, 我知道, 要给你请安吗? 哼哼, 哈哈哈哈班上同学被影得哈哈笑了起来。 柳霞脸色难看, 吼道, 有这么好笑吗? 班上同学顿时止住笑容。 柳霞下讲台来到远方身边, 说道, 烂泥服不上墙, 看见我不能说声报告吗? 远方严肃起来, 有必要吗? 现在不是还没上课吗? 没上课, 但老师在里面。 柳霞忽然有些大声地说, 显然被气到了。 远方无所谓, 这杰克是物理, 不是你的。 既然你这么要求, 那下次吧。 柳霞气得不轻, 他也不想在这样一个学生身上浪费时间。 回到讲台上, 说道, 同学们, 马上就是百日实施大会了。 我们班必须找一个人励志的人上台演讲, 这段时间, 等老师们先举荐, 同学们再推荐。 一时间, 全班陷入讨论之中, 有人推荐张元英, 笑花有排面。 有人说, 推荐徐妹, 全班第一, 全校前机, 那不得狠狠上分啊。 又有人推荐婷婷玉立的邓丽娟, 更有人推荐远方, 这多励志啊。 当年一怒之下, 考上高阳一中, 两年时间成为全校前机。 还有谁? 刘耀文也提到, 老师, 要不让远方去吧, 他最励志了。 远方也随和道, 我去也行, 我要多励志有多励志。 歉, 全班陷入了探头, 都觉得远方不要脸, 调侃几句还喘上了。 谁不知道你远方全校倒数啊。 柳霞说道, 都别吵, 我先下去, 和其他老师商谈一下再决定谁去。 然后, 他拿起数学书离去了, 也就是刚离去, 物理老师张俊杰就拿着一打试卷走了进来。 还说道, 各位, 不好意思, 迟到一分钟。 没事的, 全班一口同声道。 张俊杰又说, 今天没谁缺席吧。 他下意识扫视了一眼远方的位置, 忽然一笑, 远方, 你小子在啊。 远方一笑, 老师, 我一直在。 那好, 今天两节课我们模拟考试, 都认真点, 别抄袭, 不然, 要全校通报的。 张俊杰说完, 徐妹, 邓丽娟, 张元英起身帮忙发试卷。 拿到试卷, 全班唏嘘不已。 有人抱怨, 老师, 这也太难了吧。 张俊杰说, 这都难, 要是在考场上出这题, 难道各位就认命了吗? 拿到试卷的徐妹, 邓丽娟等全班前几, 也是一阵唏嘘。 这一次的试卷是真拿, 也不知道以后的大模拟的多难。 远方看了一眼, 他也无所谓这些试卷能拿多少分。 但配合前世记忆, 应该能及格。 全班安静下来, 开始作题。 他拿起笔, 就开始写了。 薛战成看了他一眼, 见他这么认真, 也开始作题了。 慢慢的, 当远方抬起头, 一刻半时间匆匆而过, 大多人只做了一半。 而远方, 他交卷了。 平时考物理第一的徐妹, 也还有两个大题没做。 看到走上讲台的远方, 张俊杰叹息一声, 似乎对他失去了期待。 甚至都没帮他检查一下试卷。 正因为是远方交卷, 全部看他交卷, 也没有那种紧张感。 都觉得他烂泥浮不上墙, 摆烂者而已。 第十三章, 我们家一涵最好了。 张元英看着远方离去的背影, 露出鄙夷神色。 这样的远方, 自己真有必要为他生气吗? 他都开始摆烂了, 真的是烂泥浮不上墙。 上了个厕所, 远方又回到教室。 远方拿出英语书来, 墨背单词, 直到第三节课上课, 门口出现了吵闹声。 随后, 在柳霞的陪同下, 一个年轻妇人一脸愤怒地走了进来。 远方甚至都没看, 因为他不感兴趣。 可那人偏偏喊道, 远方, 你给我站起来。 听到有人喊远方名字, 薛战成一惊, 从睡梦中惊醒, 目光迷离地看向妇人。 远方也抬起头, 一脸正气。 前方的妇人正是曲王, 她的后妈。 远方很清楚, 她是为她好儿子远扬来的。 所以, 远方也想好了应对措施。 全班同学都听说了远方与这家人 已经断绝关系了。 现在的远方算是个流浪者。 远方笑了笑, 请问有什么事吗? 曲王大声地说道, 你是不是打远扬了? 打了呀, 有什么问题吗? 远方毫无畏惧地说道, 看他这态度, 曲王更加生气了。 他暴跳如雷, 说道, 你凭什么打他? 你有什么资格? 远方刚想反驳, 薛战成却是站起身说道, 曲阿姨, 昨天你儿子在网吧上网, 没网费了, 当场拦住远方要一百块钱, 远方不给, 他要抢劫, 所以才打了他, 这有错。 听到抢劫这个词, 学生们先是一阵喧哗, 然后开始声讨远扬。 在高中生看来, 抢人就是不对, 远方没报警都算是客气的了。 眼见自己讨不到好处, 曲王混淆概念, 说道, 可是, 他就只是跟你要一百块钱, 你就不能给他吗? 非要他上升到, 抢。 这话真让远方暴怒, 他直接骂道, 给你妈呀, 我凭什么给他? 他算什么东西, 再看看你算什么东西。 有资格教训我, 有本事报警, 我们警察局说, 这话, 这态度直接让曲王噎了一下, 久久想不到反驳的话语。 是啊, 他不敢报警, 因为当时网吧有监控, 还有很多证人。 要是报警, 远扬涉嫌违法犯罪, 算是废了一半了。 远扬可是远家的未来, 学习成绩优异, 同辈中先有敌手, 亲戚朋友夸赞的对象, 他必须考上一个重点大学。 柳霞见远扬的家长连连遭错, 他上前道, 家长, 这件事本来就是远扬不对, 最好别往外宣扬。 曲王瞥了一眼远方, 我们走着瞧, 你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 最好死在外面, 等以后远扬出息了, 看你不哭。 说完, 他转身离开, 远方一笑, 又故意气他, 道, 远扬最近可不安分, 好好看着, 别死在外面。 曲王走到门口, 回头没好气, 要你管, 废物东西。 远方摆了摆手, 无所谓坐下, 继续看书。 他可是算准了, 远扬被曲往河远离贯的, 以后一定还会违法犯罪。 等曲王走后, 柳霞冷冷问道, 就知道打架, 考不上大学, 等着进场打螺丝吧。 远方却是一笑, 没错, 老师, 你是怎么知道, 我明天要去进场打螺丝的? 柳霞一愣, 随即内心浮躁, 被气得不轻, 且还只能抱怨一句, 烂泥扶不上墙。 然后, 又开始了数学课。 这一次, 远方认真听了, 更仔细做了调整, 做笔记, 他不再浪费时间。 咚咚咚, 中午, 远方刚下课, 他快速第一个跑出门, 柳霞差点被他撞到, 薛战成在身后追, 他想去十二班等诗和的。 可刚到半路, 就看见诗和小跑来了, 两个人算是第一批下课的, 随后, 在人数稀少的时候, 一起出校门了。 可就是出校门的时候, 李一涵和周瑜欢正好出班门, 刚好看见远方和诗和的背影出学校大门。 不过, 他们两个, 出校门的两人又去了一趟菜市场。 远方买了些肉, 又买了些蔬菜, 提在手中。 迎着微风, 头顶着娇阳, 在路上小跑, 发丝, 紊乱随风飘扬。 回到小铁房, 奶奶坐在摇椅, 上晒太阳。 门前高大的梧桐树, 像是个慈祥的伟人, 用自己的身躯, 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斑驳的色彩。 奶奶, 隔着一些距离, 诗和就喊道。 奶奶侧身看去, 只看见孙女和远方来了。 诶? 他应了一声。 随后, 诗和远方一起扶着奶奶进屋, 坐到床上。 然后, 一起起锅做饭。 十几分钟左右, 一家三口开始吃饭。 吃完饭以后, 两个人又扶奶奶睡觉, 再回到房间讨论题目。 诗和说, 这个题目我以前做过, 很简单的。 远方笑呵, 这个题目我今天才做, 还好你提前帮忙理了思路。 还不是因为你大天才一个, 不然, 我这种水平怎么可能教会你? 诗和谦虚道。 下午刚下第一节课, 远方班级接下来是体育课。 体育老师说自习, 然后, 他和薛战成一起去图书馆学习了。 四班大多数同学都去图书馆了。 张元英等人也不例外, 图书馆要安静得多, 感觉比班级更加清新。 大脑的记忆力会增强。 远方找了个位置坐下。 张元英等人坐到了对立面, 他看了一眼远方, 露出嫌弃之色。 这些天, 因为远方的种种行为, 他原本对远方有一点好感, 全被磨了。 现在的远方, 在他心里, 就是个智力不正常的神经病。 甚至觉得恶心。 这几分钟, 不断有人涌入。 直到远方看见十一班的学生, 也进图书馆了。 他第一时间想到了李一涵。 可就是下一刻, 李一涵果然出现在了进入图书馆的门口。 他停停玉立, 一身校服, 清新脱俗。 他的旁边是闺蜜周虞欢。 似乎是一种感觉, 刚进入图书馆, 就莫名往远方这边看来。 看到远方的那一刻, 他惊喜地喊道, 远方。 远方笑了笑, 我在这里。 然后, 他小跑到远方的身边, 薛战成懂事地微笑着起身道, 女神, 你坐。 李一涵温柔道, 谢谢。 然后, 他坐下来, 笑呵呵地看着远方。 这时, 周虞欢也慢不来了, 他打量了一下远方, 说道, 你就是远方啊, 还真是有点小帅啊。 远方微微一笑, 谢谢。 你也很漂亮。 这一幕, 被前方的张元音看见, 那叫一个气啊。 他是真没想到, 李一涵一个笑花级美女, 会面对远方, 会是这种态度。 李一涵在笑, 可是高冷至极。 论语他说几句话的男生, 也是寥寥无解。 远方, 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看李一涵, 对远方这么好, 他又觉得远方好了。 女人那种胜负欲被激起, 他看向远方, 说道, 远方? 远方看向他, 不知道有什么事。 张元音说, 过来我这里, 我有事跟你说。 远方毫不在意, 你叫我过来, 我就过来, 那我不是太没面子了。 张元音气得不行, 远方这是公然拒绝自己啊。 在学校, 还没有人敢这么拒绝自己。 可现场这么多人, 他也不想把生气表现出来。 他说, 你这是要我过来。 远方甚至都不回应, 反而是看向李一涵, 温柔道, 一涵, 教我做题吧。 李一涵微笑点点头道, 好。 下一刻, 远方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把手, 搭在李一涵的肩膀上。 柔和一笑, 我们家一涵最好了。 这一幕直接把张元音看待了。 内心那浮躁的胜负欲, 被狠狠践踏了。 他说得一塌糊涂。 他不明白这一切的原理, 是什么。 难不成, 他们两个在一起了? 不可能, 李一涵全笑前十, 还是笑花, 怎么可能看上他一个叉声呢? 李一涵也猛了一下, 不过并没有抗拒, 反而俏脸一红, 羞涩难懂。 周围人也不好受。 一个羔羊一中倒数, 就这般把我们白月光拿下了。 苍天? 这一幕幕不现实的剧情, 正在远方身上发生。 两大笑花为他争风吃醋啊。 太客观了。 可这一切在远方眼里, 其实只是简单做给张元音看的。 他楼李一涵的肩膀, 也是很礼貌的那种, 毫无占便宜。 甚至只是手的躯干, 手势远超在肩膀之外的。 第十四章, 一起努力的日日夜夜。 一个学渣, 重点高中的倒数, 竟与排名前几, 美貌非凡的笑花恋爱了。 这是比科幻还科幻的剧情啊。 远方这一幕, 真是让人惊心动魄, 道心破碎, 恨到咬牙切齿。 一个学渣, 与笑花如此暧昧。 这可比一个小姑娘被黄毛拐走, 第一次还被黄毛夺走更加可恨。 一整个学校的白月光啊, 就这么被一个学渣得到了。 苍天啊, 大帝啊, 老母啊, 观音啊, 玉帝啊, 佛祖啊。 张元英像是个出气球一样难堪, 难以压制住内心莫名的占有欲。 自己的竹马被人轻易勾走了。 明明, 以前的远方可是喜欢自己的, 现在却一声不吭和别人这么暧昧了。 他以为只要是自己勾一下手指头, 远方就会来哄自己, 舔自己。 没想到啊没想到, 他竟真的要与自己绝交。 当初, 自己就是简单这么一说啊。 一个大男人怎么可以这么小见? 可远方和一涵正小声讨论习题。 一涵正耐心给远方讲解, 远方也能听懂。 见他们这么暧昧, 张元英气不打一处来, 他猛地说道, 远方, 你是不是个男人? 这话让所有人一惊露出一抹吃瓜神色。 远方看向他, 甚至都不屑一笑, 又继续和一涵探讨习题。 自己被无视, 张元英压抑良久的情绪终于爆发。 他绕了过来, 来到远方身侧, 说道, 远方, 当初我只是开个玩笑, 你怎么还生气了? 远方这才说道, 开玩笑? 开什么玩笑? 我没生气啊, 你值得谁生气啊? 远方。 张元英一声大吼, 充满着生气的情绪, 我们青梅竹马, 我就是和你开个绝交的玩笑, 你当什么真? 你是不是男人? 远方一听, 连忙撇青道, 我们不是青梅竹马, 你跟我绝交, 是开玩笑, 可我跟你绝交是认真的, 我是男人, 所以我当真了, 有问题吗? 张元英彻底傻眼了, 不应该是这种, 难以失控的剧情啊, 看远方表情, 这些话, 不像是开玩笑啊, 见事情难以控制, 又不想丢掉远方, 他突然哭诉道, 我都主动来找你了, 你还要我怎样? 远方无所谓白白手, 真搞笑, 谁要你怎样? 这话直接让张元英破防了, 他是真不在乎, 他怎么样了, 你从前不是这样的, 张元英委屈地哭诉道, 不不不, 我一直这样, 只是你没发觉罢了, 远方笑呵呵说道, 在张元英看来, 远方虽然成绩差, 但他帅啊, 一看到李一涵这种学生美女都倒贴, 他瞬间感觉远方幼稚的了, 现场让他处处难堪, 他哭诉地吼道, 好, 我们已经绝交了, 我以后不会再给你机会了, 你别后悔, 然后, 他跑出了图书馆, 远方看事情有些严重了, 很多人还要学习, 他对李一涵说道, 我们去外面学习吧, 好, 随后, 周虞欢跟随, 三人一起出了图书馆, 足球场上, 三人坐下来, 打开书本, 一缕威风拂过, 一切好似风顺起来了, 远方翻开书页, 不客气地说道, 我这里不会, 你给我讲讲吧, 李一涵拿过书本看了看, 自信道, 这一章很简单的, 我记得当时我都是自学的, 这么厉害, 不愧是我们家一涵, 远方变相夸赞道, 一涵囊中羞涩地红着脸, 给远方讲解张解, 这样的不行, 慢慢的, 时间如梭, 下午五点, 三个人终于结束了讨论, 一涵和尚书背上小书包, 说道, 远方,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晚自习, 在一起讨论, 远方却是拒绝道, 我还有事, 我得去接一个人, 你们先去吃饭, 有时间, 我请你们吃饭, 听到远方说, 要去接人, 李一涵内心一颤,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可他又无条件相信远方, 所以没过多问, 毕竟, 谁都有隐私, 或许, 这他去接的只是, 普普通通的朋友而已, 难道自己, 就必须要拉满站有欲, 控制住他吗? 喜欢一个人, 一定是希望他幸福, 而不是禁锢着他, 让他只能在自己的圈子里, 像孤魂野鬼一样游荡, 然后, 在恋恋不舍中, 李一涵和周虞欢先走了, 时不易回头地默然回首, 看向远方, 就算这样, 远方也只是, 单纯以为李一涵, 只是简单因为自己幽默, 所以想和自己交流, 并没有多想, 他觉得自己一个长得一般, 成绩还差的男生, 会有这么厉害, 还漂亮的女孩喜欢, 这是他自我的否定, 所以才不敢冒昧地, 想戳破那层关系的际遇, 李一涵离开以后, 他又一个人来到十二班门口, 他看了一眼全班, 发现诗和不知道去哪了, 这么一想, 诗和最有可能就是去了风林公园里了, 然后, 他立即前往了风林公园里, 一路小跑, 到了狼厅以后, 诗和果真在上面坐着, 端向地看书, 娇阳似火, 夕阳西下的余晖, 透过四周大树的叶子, 成为颁布的光芒, 照射到诗和脸上, 多了一种自然的绝美光影, 诗和, 突然, 听到这声音, 即使看书再怎么深刻入神, 都是瞬间破障而出, 看向了前方那一抹, 熠熠生辉的娇阳, 你来了, 他轻声回应, 下意识往边上移了移, 腾出那个自己坐过的位置, 远方上前, 手里除了一本书, 还有两瓶矿泉水, 还是冰冷的, 都是刚从冰冻柜里拿出来的, 他递给诗和一瓶, 拧开瓶盖, 说道, 先喝口水, 别太累了, 诗和也没拒绝, 接过水喝了一口, 远方坐到他身边, 诗和放下水, 拿起书, 微笑道, 我们今天学习微积分和排列组合, 有信心吗? 远方笑了笑, 我可是大天才啊, 肯定能行的, 然后, 两人又继续一起学习探讨, 之后的数天, 有时候, 他与李一寒一起学习, 下午晚上, 总会来风陵公园里, 与诗和一起学习, 他长进了一大劫, 得到了两大笑花的, 共同夸赞, 3月5号, 百日试诗大会在即, 继物理考试以后的, 又一次三科试卷模拟, 语文, 英语, 化学, 这些天与诗和, 一寒的日日夜夜, 远方可谓是挑灯夜读, 就想圆自己一个大学梦, 他要去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 不想让别人的笑话成真, 再次迎来模拟考试, 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第十五章, 班级唯一一个做出题的人, 3月5号, 清晨, 万籁俱寂, 东边的地平线泛起的一丝丝亮光, 高阳一中, 高三四班教室里, 窗户敞开, 光影斑驳, 云雾如烟雨仿黄, 四风霜隐约的暗箱浮动, 竟掀起了人们心中的悸动, 七点的教室里, 已经坐满了人, 一阵阵嘻嘻嘻嘻的读书声, 有议论, 有读书, 有聊天的声音, 此起彼伏, 今天的远方来得格外地早, 他与诗和一起来学校的时候, 是早上六点半, 此刻的他, 尽管同学们都在做着杂七杂八的事情, 可他依旧风雨无阻地, 认真凝视着书本里的字眼, 他毫不在意同学们的异样眼光, 只是觉得, 当一个人安稳久了, 选择奋力一搏的时候, 他们反而开始躁动了, 远方以前的成绩很差, 全校倒数, 他们在远方身上看见了不足为惧, 如今, 远方开始认真了, 他们却慌了, 怕远方成为强者, 突然, 在门外, 一个男生惊呼道, 大家快坐好, 物理老师来了, 然后, 所有人安静地坐好, 装模作样地凝视着书本, 物理老师张俊杰走了进来, 手里还拿着一达试卷, 是前一次考试的试卷, 同学们疑惑, 徐妹问, 老师, 今天物理也要考试吗? 张俊杰说, 物理不考, 这是前段时间的试卷, 我忘记改了, 昨天刚好批完, 这话一出, 同学们一润纷纷, 毕竟, 这可是好多天以前的试卷了, 今天要进行, 百日试试大会前的, 一次小型模拟, 为了, 应对过几天的三个月内, 第一次大考, 张俊杰喊班上前几个同学, 把试卷发下去, 拿到试卷的同学们愁眉苦脸, 显然不满意这一份答案, 真如他们想的那般, 考得不理想, 不过, 还好只是一次简单模拟, 要是高考那就惨了, 讲台上, 所有同学都看向张俊杰, 等到他发话, 张俊杰也是有些严肃地思考着, 片刻, 他拿起一张空白试卷说道, 我们班这一次考试, 最后一个大题只有一个人做出来了, 这话一出, 全场吸了一口凉气, 都不约而同地望向前, 第二排的徐妹和邓丽军, 几个班级排名前几的人, 被同学们这么凝视, 徐妹主动说道, 都别看我, 我的是错的, 顿时, 全班都陷入一片唏嘘之中, 班级第一也覆灭了, 人们又把他目光凝向第二名的邓丽军和江丽, 周运等人, 第二名的邓丽军也是底气不足地解释道, 别看了, 我的也是错的, 第三名的江丽和周运也是一口同声道, 我们也是错的, 这道题太难了, 这些话, 无疑让班上大部分同学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时间, 全班陷入思考和讨论, 有人问, 前几都覆灭了, 到底是谁做出来了? 刘耀文大声说道, 不会是远方吧? 大家一听, 都是一笑, 张俊杰老师也是知道远方一个全校垫底, 物理课上也是白烂的家伙, 怎么可能做出来了? 他怕其中有误会伤害远方, 所以喊道, 远方, 陪我来一趟办公室。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笑不出来了, 都是目光聚焦到远方身上, 有些低营, 不会真是他吧? 远方站起身, 跟着物理老师出了门, 等两人走后, 看到远方桌上的试卷, 有人心生邪念, 说道, 快, 拿来看一下是不是他做对了? 然后, 前排一个女生把试卷拿了过来, 紧接着班上一阵挪桌椅板凳的声音响起, 大部分人都是前来一关, 看向最后一个大题的时候, 发现远方字体整洁, 把公式详细地填写上去, 整个大题上简单易懂地写着一个大红钩子, 顿时, 全班沸腾, 真是他, 不可能吧? 真的, 物理老师给他打勾了, 应该是对的, 刘耀文一听, 不可置信地上前拿过试卷一关, 果真如此, 不可能啊, 他怕不是作弊了吧? 有人也附和, 我看, 也是作弊了, 见大家都这样, 薛战成嘲笑道, 别自欺欺人了, 这张试卷我们班第一考的, 你们所有人都没做出来, 他抄谁的? 这很在理啊, 顿时, 全班沉默, 都觉得不可能, 他是怎么做出来的? 平时物理课, 不是睡觉, 就是看小说, 他不可能啊, 邓丽娟也解释, 你们别忘了, 远方刚进高一的时候, 可是意气风发的呀, 这话, 让所有人无地自容, 是啊, 以前的远方, 虽然不怎么经验, 可人家是凭借自身硬实力考上高阳一中的呀, 这一刻, 张元英整个人恍惚了一下, 心里, 在不断安慰自己远方, 只是物理蒙对了一个大提罢了, 不足为惧, 刘耀文也是说道, 可能就是蒙对的, 不过如此, 很多难以接受此事的人, 纷纷附和, 办公室里, 几个老师正在改试卷, 看见远方, 都是问道, 远方, 又惹老师生气了, 远方笑呵呵说道, 老师们, 我可是三好学生啊, 张俊杰老师笑了笑, 随即严肃问道, 远方, 这真是你做的, 远方笑了笑, 说, 老师, 您觉得呢? 张俊杰也不是很相信, 毕竟这小子平时摆烂的呀, 他拿来一支笔, 说, 哎, 再做一遍, 远方说, 老师, 不要了吧, 张俊杰坚定, 必须做, 要是做出来, 我保你, 这么一说, 勾勒到了利益, 远方只是拿起笔, 思考片刻, 又把这个变相的新题, 做了一遍, 全程由张俊杰监督, 做完后, 他拿起试卷一看, 惊讶道, 你倒是隐瞒得好啊, 平时摆烂, 带眼镜的女老师看向张俊杰, 说道, 老张啊, 我们同一天考的物理, 最后一个大题, 我们班只有一个试盒做出来了, 张俊杰一笑, 我们班也只有一个人做出来了, 他好奇问, 谁啊, 张俊杰哭笑不得的撇头示意一下, 诺, 就是这个全校垫底的家伙, 顿时, 全办公室震惊, 有一个老师说道, 远方, 真是你做的, 这个题, 就连李一涵都只做对了一半啊, 右边又一个老师说道, 会不会是超诗盒的, 张俊杰却是说道, 绝不可能, 这小子在诗盒前面考的, 顿时, 全场鸦雀无声, 都是投来赞赏的目光, 第十六章, 自以为是的张元英, 这一刻, 老师们才开始正视这个名声不好, 摆烂两年多的同学, 被人家津津乐道, 为烂泥浮不上墙的家伙, 如今, 怕是要雄起了, 这时, 张俊杰又问, 不是, 远方, 你的选择题, 为什么不做? 远方淡笑, 因为没必要啊, 要不然, 你以为我试卷将那么快, 然后, 他又拿出一张试卷, 说道, 远方, 我向你保证, 只要你把这张试卷做到八十分, 这一次的百日, 试诗大会演讲的同学, 我的一票投你, 其实吧, 远方也不在意, 这种为了装逼, 而存在的场合, 不过, 到时候诗盒, 肯定也会上台演讲, 以一种, 这种老牌高中的影响力, 到时候, 肯定有摄影师, 自己现在还没有手机, 到时候算是一起合照了, 美哉, 美哉啊, 在所有老师的注视下, 远方提意见到, 张老师, 我可以不做单选题和多选题吗? 张俊杰眉头一皱, 为什么? 远方说, 因为太浪费时间了, 八点要考语文, 好吧, 我同意了, 张俊杰说, 然后, 远方坐下来就开始答题, 半小时左右, 远方答完了, 这套题型还是有些难度, 虽然相比于前一套, 要简单很多, 但也让他吃尽苦头, 要不是这段时间多学习物理, 就难了, 张俊杰拿起试卷一关, 随即笑道, 好好好, 我的那一票投你, 谢谢, 你可以回去了, 然后, 远方关门离去, 旁边的老师好奇道, 给我看看, 他也不相信远方这么短时间内, 进步这么大, 直到看到试卷, 一提没错, 唯一的不足, 就是自太潦草了, 人才啊, 一边, 远方来到教室, 所有人沉默, 意味深长地看向他, 张元英更是一脸不悦, 他已经笑不出来了, 远方坐到位置上, 薛战成笑道, 方哥, 背着兄弟, 偷偷学习是吧, 所有人都期待远方怎么回答, 远方却是严肃道, 啥偷偷学啊, 抄的, 被老师发现了, 把我叫到办公室, 一阵招呼, 听到这话, 有人喜, 就有人愁, 但也有人质疑, 比如邓丽娟, 她说道, 可是, 这套试卷, 我们班第一个做的, 远方说, 我身后有人, 他提前告诉我的, 所以提前背答案了, 这话引得全班唏嘘不已, 怪不得远方选择题都没做呢, 有人又觉得自己行了, 跳出来说道, 我们都认真计算, 你却偷背答案, 有意思吗? 远方看向他, 不耐烦道, 我偷偷背答案怎么了, 有本事你也去背啊, 那人低头沉默了, 知道远方是偷背答案的, 张元英内心喜乐起来, 怪不得这么短时间内, 进步这么大, 原来是抄袭啊, 哒哒哒, 突然,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门外走进来一个三十几岁的女子, 黑色高跟鞋, 穿着一套贺蓝色牛仔长裙, 腰间系着非红色皮带, 瓜子脸, 披散的头发往两边散开, 风韵犹存, 这是远方的语文老师, 颜值直逼英语老师, 语文老师叫江里, 是一个有着很有趣的灵魂, 言行举止有儒家学派风格的典型美人胚子, 他上前第一句就是, 三月之后, 百日会诗经望成继而论归处, 卷不可超野, 所有人笑意盈盈, 他又看向远方, 远方, 今天给我做呀, 别一字不写, 远方点头一笑, 接下来发放试卷以后, 全部安静下来, 低头做试卷, 非常认真, 可能是因为远方以前总是摆烂, 这一次江里亲自到他旁边监督着写, 远方也不排斥这种行为, 该怎么写就怎么写, 可越看越不淡定, 这小子是真有点东西啊, 他问, 傻小子, 这些作题套路谁教你的, 远方说, 一个女生, 江里好奇地笑了笑, 小声问, 女朋友, 远方说, 不是, 就是个关系好一点的朋友, 哦, 好一点啊, 江里坏笑一下离开了, 第二节课下课, 该到了做课间操时间, 远方坐在位置上不想去, 刚收完卷纸的江里坏笑, 臭小子, 你不去做操, 是想单独跟我表白吗, 远方笑了笑, 江里姐, 我说我喜欢你, 可以不做操吗, 江里突然哭笑不得, 滚, 还不快去, 随即, 远方也无奈跑了下去, 看着密密麻麻的人群, 他找了找班级位置, 薛战成向他招手, 他站在上方的楼梯道, 下方的人群中, 有四个女生目光灼灼地看着他, 诗和, 李一涵, 邓丽娟, 还有人群里急不起眼的一个短发女孩, 更有目光宁离的人, 比如张元英, 柳霞, 刘耀文等人, 到班级里, 音乐响起, 远方尴尬地把操作完后, 打算回教室了, 教室里, 远方刚拿出书来看, 就发现门外吵吵, 不一会儿, 张元英走了进来, 他的身后, 还有一个根屁虫, 一直说着, 元英, 我喜欢你三年了, 和我在一起吧, 这个人叫三千, 要你命三千的三千, 喜欢张元英好几年了, 一直舔着, 被当狗一样耍来耍去, 张元英进入班级, 他第一时间锁定了远方, 好似在炫耀自己的战绩, 就好像对远方说, 看, 追我的人很多, 不差你一个, 别不识好胆, 快来舔我, 可远方都不正瞧他一眼, 甚至觉得恶心, 身后的三千还不依不饶, 卑微道, 元英, 我这辈子只爱你, 跟我在一起吧,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张元英确实都不鸟他, 远方记得, 三年来, 这已经是他第99次, 向张元英表白了吧, 而此刻的张元英看着远方, 对三千说道, 我不能答应你, 而且我有喜欢的人了, 他看见会不高兴的, 这话一方面是拒绝, 一方面更是想因此调远方, 他以为他这么说, 远方会以为他, 喜欢自己, 可远方只是觉得好笑, 三千在听到他有喜欢的人以后, 面如死灰, 整个人都不好了, 喜欢了三年, 有喜欢的人了, 沉思片刻, 他突然愤怒大声说道, 张元英, 我喜欢你三年, 你每次都只想说不接受我, 我告诉你,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默契少年穷, 然后, 夺门而出, 这话让全班都是一致看来, 远方笑了笑, 张元英拒绝了小说主角啊, 张元英也不在意, 他来到远方面前, 傲娇地说道, 远方, 来追我, 我给你机会, 高三前, 我想谈个轰轰烈烈的恋爱, 一时间, 全班热血沸腾, 可把薛战成蝉的, 张元英可是笑花, 漂亮身材棒, 那个男人不喜欢, 班上男生要死, 一般难受, 笑花呀, 抱一下几百万的, 远方走了, 狗屎运了, 不过, 这话可把远方逗笑了, 他张元英也配, 远方只是简单严肃, 又通俗易懂地说了一句, 谢谢, 不用给我机会, 多给别人吧, 张元英愁眉苦脸, 略显暴躁道, 你还生我气吗? 我都说了, 我是开玩笑的, 你怎么这样? 远方不耐烦道, 都说了我不需要, 怎么还主动倒贴呢? 这还算是触碰到张元英 在掌控舔狗之内的底线了, 他生气道, 好, 你别后悔, 第十七章, 你好, 我叫柳如烟, 下午放学, 高三的学习氛围就是这样, 不管上课下课, 大家都是看书做题, 不会去游荡, 四班教室里, 远方也在看书, 这是远方第一次放学, 主动留下来看书, 有人议论他, 是不是要准备冲刺了, 不容易啊, 终于不肯摆烂了, 远方其实很帅啊, 勤奋拼搏的样子, 真的迷人, 其实远方也明白, 自己做出那个物理题的时候, 很多人内心是相信的, 只是表面都不愿意相信罢了, 这时, 死党薛战成跑来, 搭在他肩上, 笑嘻嘻问, 告诉义父, 那个物理题是不是有高人指点, 远方说, 昨天姚明附体了, 这算不算高人指点, 薛战成切了一声, 又说, 你以前不是喜欢张元英吗, 他给你机会, 你不心动, 去追啊, 争取高考前, 把他第一次夺了, 远方想了想, 以前的确对张元英这等女孩子, 心存幻想, 不过, 并没有甜, 他只是单纯觉得, 张元英从小与自己长大, 还是个性格爽朗的女孩, 在一起自然罢了, 只是不知道为何, 后来就变位了, 现在不是钱, 就是社会台阶, 而远方这种最低阶的人, 他是只打算养着的, 并没有想与之在一起的可能, 远方摆摆手, 别说第一次, 他张元英在我面前扭屁股, 我也不会表现出有感觉, 脱光了, 我也不会指示他, 这话看似风光无限, 实则漏洞百出, 惊涛骇浪, 薛战成邪魅一笑, 我承认, 你是个矜持的好色之徒, 别扯那些没用的, 我打算去一下网吧, 你陪我去, 远方说, 薛战成犹豫一下说, 那行吧, 就陪你去吧, 记得冲网飞啊, 行, 来到缘分网吧, 一个性感女子站在门口, 就看见远方和薛战成来了, 他露出微笑, 远方上前道, 远姐, 我又来敲键盘了, 进来吧, 我把U盘给你, 进入网吧, 拿来U盘, 他插上继续打, 半小时过去, 薛战成打了两把游戏, 而远方, 也打完了自己的第二十个代码程序, 完成了他坚定的心血, 可就是这时, 袁老板娘走来, 笑咪咪道, 弟弟, 姐有件好事想跟你聊聊, 有兴趣吗? 远方说, 远姐, 等我保存代码, 马上来, 然后, 收起东西, 随着离开, 薛战成一脸猛逼, 这家伙, 难不成要去与老板娘干坏事? 怪不得两人这么熟悉, 还拒绝张元英, 肯定有一腿, 怕兄弟吃苦, 又怕兄弟开路虎啊。 后台, 是一间非常少女感的房间, 布置大多以粉色为主, 很显然这是远姐的闺房。 一时间, 远方有些拘谨了, 难不成有好事要发生? 可自己还是个高中生啊, 使不得, 真的使不得啊。 可元熙却是一笑, 坐, 远方坐到沙发上, 元熙给她倒了一杯水。 随即说道, 远方弟弟, 你现在对代码这东西, 了解了多少? 远方直言道, 我已经研究了四五年了, 现在的水平虽然不是很高, 但基础实力过硬。 一听, 元熙笑了笑, 听说你要考江浙大学, 我是想帮你一把, 我这里有一份工作, 如果你感兴趣, 我可以介绍你去。 远方一听, 顿时神色激动道, 真的吗? 元姐? 元熙笑道, 当然了, 不相信姐姐我吗? 相信, 我当然相信了。 远方说道, 那好, 你去池延市北港大楼, 坐电梯去四楼, 409房间, 那里有个女孩子会等你, 就说, 是我介绍的, 他帮你安排工作。 元熙认真道, 随之, 远方记下了, 他也相信元熙的人品, 北港大楼那样一个充满红色气息的地方, 会不安全。 闲聊几句, 他来到薛战成旁边, 说道, 要不要陪我一趟北港大楼? 薛战成愣了一下, 来不及开口, 远方就说, 不去啊, 那你玩, 我一个人去啊。 他潇洒地转身离开, 薛战成连忙摘下耳机, 急忙道, 等我, 我陪你去啊。 两人来到外面, 一起打车去了北港大楼。 20分钟左右, 终于到了北港大楼。 这片区域是池延市最繁华的, 一栋栋高耸的大厦处理。 最中央一栋小型的三角大楼, 就是北港大楼。 还时不时有穿着西装的办公人员路过。 远方带着薛战成进入区域, 薛战成拘谨地问道, 我们进来, 这里会不会要钱啊? 远方说, 要啥钱, 这些地方虽然繁华, 但也仅此而已。 随即, 远方带着薛战成进入了第一楼层, 按了上去的电梯。 他略显惊慌地扶着远方。 元西说的是四楼409房间。 来到四楼, 远方让薛战成站在门口, 他敲了敲门。 咚咚咚。 谁? 里面传出来一声温柔的询问。 远方柔和道, 你好, 我是来面试工作的, 元西介绍的。 听到元西介绍的, 只听见里面传来踢他的高跟鞋脚步声, 门打开了。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差不多170的性感女生。 她漂亮到无可挑剔, 刮子脸, 五官精致, 穿着一套红色的开侧差连衣裙, 一双大长腿, 如梦似幻地踩着一双高5厘米的红色高跟鞋, 一缕缕流光般妖娆的发丝屁于身后, 露出妩媚的笑容, 让人欲罢不能。 远方也被惊艳了一下, 要颜值有颜值, 要身高有身高, 要学识有学识, 这不妥妥爽闻大女主吗? 身后不远处的薛战成被迷得神魂颠倒, 心脏乱蹦, 差点突发心肌梗。 对方笑意盈盈, 礼貌道。 你好, 我叫柳如烟。 远方咽了一抹口水, 意识礼貌道。 你, 你好, 我叫远方。 柳如烟笑意柔和, 举止言谈温雅有致。 她说, 我们进房间聊。 嗯, 好。 远方和她一起进屋, 只留下薛战成一个人站在门口。 透心凉, 心飞扬, 我是小丑在高扬。 其实也不怪柳如烟, 她没主动上前, 目光还那么猥琐, 还以为是个为自己而来的路人。 409房间是一间标准的可住型办公室, 装修风格偏少女感一点。 远方进屋, 有些拘谨。 柳如烟微笑道, 请坐。 远方坐到了沙发上, 突然发现自己穿着校服。 她大脑一热, 这工作, 大概凉凉了。 柳如烟也第一时间注意到, 她穿着校服了, 头发很长, 但不油腻, 五官精致, 还很帅, 身高也够, 就是这气场还得练。 来, 喝口水。 柳如烟给她泡了杯茶。 谢谢。 远方主动接过。 然后, 柳如烟坐到自己位置上, 看向远方说道, 你是在高扬义中吗? 是的。 柳如烟笑道, 那你还是个顶级学霸啊? 远方笑了笑, 学霸谈不上, 就是单纯爱学习。 柳如烟又问, 你是袁熙推荐的? 听说, 还是个玩代码的刀手。 是的, 基础都会。 远方说, 本来远方在进入这间房间的那一刻, 就已经被录取了。 再简单了解一下后, 柳如烟说, 你身上有多少钱? 远方有些尴尬地说, 几百块钱吧。 柳如烟笑了一下, 说, 我给你月万, 你高中毕业以后当我助理, 你觉得可以吗? 在07年这个时代的风口浪尖上, 听说月入过万, 还是有点吸引人的。 不过, 远方还是说道, 抱歉, 我还想上大学, 所以不能一直陪你。 这话一出, 柳如烟笑道, 不是的, 只是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来就行, 没必要, 整天跟着我。 远方想歪了, 感觉自己有一种被包养的感觉。 他问, 如烟姐, 我想问你, 啥时候会需要我? 顿时, 柳如烟扑吃笑了, 略嫌妩媚。 他说, 白天夜里都可能被需要, 这让远方一时间不知所措了。 他真不是我行我可以那种人, 他是个正儿八经的高中生啊。 虽然搞不好真是被包养, 但他也是有尊严的。 他有些为诺地说, 如烟姐, 我知道你们二十岁的年纪都寂寞, 我虽然好色, 可也不敢这般小吼, 抱歉, 我还是退了吧。 说完, 远方就要起身。 柳如烟一听, 那叫一个懵懵懂懂。 不是, 他难道以为自己要包养他? 他哭笑不得地解释道, 不是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只是来帮帮我就行, 不干别的。 这话一出, 远方更加笃定了, 就要离开。 柳如烟有些生气胶着地大喊, 站住。 远方也被震了一下, 果断停下脚步, 这气场够强啊。 不愧是如烟大帝。 柳如烟上前道, 帮我办公就行, 想什么呢? 这话一出, 远方才感觉到有了一丝安全感。 他回头笑嘻嘻道, 办公可以, 办公好啊, 那我以后, 为如烟姐姐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柳如烟真是被他逗笑了, 从桌子里拿出一张卡, 微笑道,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约定, 这张卡里面有十万, 你先拿着用, 没有了我再给你打。 远方愣了一下, 怎么总感觉事情不简单啊? 如果不是要自己命, 这不是包养是什么? 远方很需要这笔钱, 所以, 他拿出自己打代码的U盘, 说道, 如烟姐, 这是我的杰作, 我把这个给你吧, 这样我拿着十万也安心, 这样的做法, 是怕柳如烟有诈, 自己也给了他东西, 法律上也不吃亏, 柳如烟知道他的想法, 所以也同意了, 把U盘拿过来, 微笑道, 那我先拿着, 银行卡密码, 六个九, 高中毕业, 我们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然后, 他拿着卡出了门, 房间内的柳如烟祈祷道道, 希望你能考上大学, 我们学校见面, 我的团队必须要有你。 第十八章, 你怎么两大校花, 都有认识? 门外翘首以盼的薛战成愁眉苦脸, 内心在崩溃边缘徘徊, 为什么? 为什么他桃花运这么旺盛? 而自己成绩这么好, 却是个实实在在的老孤寡, 苍天呐! 义服出来了, 忽然, 远方的声音如得神助, 宛如一尊天神降临, 薛战成猛地看去, 远方一脸笑意, 他拖着疲惫的身躯上前, 问道, 是不是睡了? 啥睡了? 远方不解, 薛战成有些破防了, 里面的叫喊声都传出来了, 还狡辩, 远方无语, 想啥呢? 就是单纯谈工作, 薛战成低沉着情绪, 好好好, 我明白, 我都明白, 不用解释, 随之, 低着头往电梯门口走去, 远方追上去, 下一刻, 薛战成顿时大笑起来, 反手一把揽住远方脖子, 老实交代, 是不是把人家泡了? 没有, 真的是谈工作, 远方解释, 高三, 谈什么工作, 撒谎都变得敷衍了, 薛战成用力一下, 随机又点开电梯, 两个人, 你耗我一下我耗你一下的, 走出北港大楼, 远方说道, 我叫上一个人, 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去, 我请客, 这话一出, 薛战成眉头一皱, 质疑道, 你不会又打着请客的名号, 让我付钱吧? 远方保证道, 不会, 这一次一定是个例外, 那, 那好吧, 相信你一次, 薛战成底气不足地说道, 然后, 两个人打车离去, 回到缘分网吧, 远方找元西道谢以后, 就往一中走去, 六点半, 远方又去了十二班, 没发现薛戈在教室, 就连隔壁班的李一涵也没在, 远方很清楚, 这个时间段, 薛戈肯定去丰树林等自己了, 他也没有犹豫就往枫林公园里跑去, 一路上, 不时有人路过, 今天的枫林很热闹, 枫林公园里, 依旧看见薛戈在狼亭椅子上看书, 这一次, 他的旁边放着一瓶水, 全新的, 应该是给远方带的, 师和, 远方轻声喊道, 听到这声音, 师和抬起头, 看见前方不远处的远方, 快速站起身, 风符林烧, 掀起他的悸动, 停停玉立, 如一缕清月, 露出久违的笑容, 他等了好久了, 他终于来了, 远方走过去, 第一句就是, 师和, 你知道吗? 我今天真的很开心, 师和温柔地笑道, 我也很开心, 远方问, 你也遇见什么开心的事了吗? 师和说, 不是, 是你开心, 我也开心, 这话直接沉默了远方几秒, 他内心很挣扎, 不知道, 要不要和师和表达自己的想法, 看着眼前这个, 小鸟依人般的女孩, 一眼看去, 毫无缺点, 人间至善, 人间温柔, 他说道, 来, 坐下, 我慢慢跟你说, 师和温柔地把刚才坐过的地方, 让给远方, 自己坐到一旁, 远方坐下来, 两人紧贴着, 完全没注意, 师和脸红的情绪, 说道, 我找到一份工作, 老板说, 我高考完去当他助理, 他先给我十万块钱用, 十万块? 师和有些震惊, 在他的认知里, 十万块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 记忆里, 他手里最多的一次钱是一千, 那一次, 他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危机感, 十万块还是有点超前了, 远方肯定道, 十万块没什么, 以后的我们还能有更多的钱, 师和又问, 当助理是做什么? 远方大致也没了解, 过当助理都做些什么, 不过, 女生给男生当助理, 如果是大老板, 一般情况下都显得特殊, 这男生给女生当助理, 真不知要不要做些特殊动作, 他说, 他说了, 只是在办公室里当一下打手, 他给我开一万块钱一个月, 我以后在他身边待十个月就行, 没事的, 师和点点头, 那好, 等高考完, 我也找个工资高一点点暑假工, 我们一起努力, 师和, 要不你去把那份临时工词了, 周期好好学习吧, 远方点点头, 师和没说话, 对于他来说, 那一份工作包含的东西太多了, 他不敢辞, 见他没说话, 远方又说, 师和, 今晚上我们不做题了, 带奶奶出去吃饭好不好, 师和思考了一下, 小声说, 会, 会不会很伤钱啊, 远方笑了笑, 傻丫头, 我们只活一辈子, 别总跟钱过不去, 该用钱的时候, 还是得用, 其实, 这一刻的师和已经在担忧了, 他担心远方有钱了以后会远离自己, 让奶奶所持的希望破灭, 奶奶跟他说过, 远方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远方也想过, 师和会不会和张元英是一种女生, 远方和师和两个人的上半辈子, 都是从煎熬中度过的, 都很害怕未来, 又很渴望未来, 最终, 师和还是同意了, 只是, 他想付钱, 那十万块远方肯定还有用处, 不想让远方有压力, 远方想得更多, 今晚上, 他想给师和买一些衣服, 再给奶奶买一些保健品, 再给师和一些钱, 随时准备奶奶接下来的所有不测, 一中校门口, 薛战成回了一趟班级以后, 他就来到了约定的地点等远方, 远方向他走去, 两人相视一笑, 突然, 薛战成像是飞升了一样喊道, 方哥, 你看, 心静笑花, 远方有些不解, 回头看了一眼, 啥笑花啊, 下一刻, 他看到了回教室放书的师和, 郑小跑朝这边来, 薛战成兴奋地上前对着远方说道, 你知不知道, 这个心静笑花, 在学校, 只用了一天时间, 就攀升到了表白墙第一的位置上, 与李一涵并列第一, 与李一涵并列第一, 远方不解, 谁这么无聊, 还表白墙, 在远方看来, 师和和李一涵, 他们两个的颜值不分伯仲, 各有优势, 而且身材高挑, 都是168左右上下, 只是李一涵, 唯一的不足, 就是凶, 可能没有师和大一点点, 薛战成这种对练, 爱有着欲望追求的高中生, 对于这种瓜, 他是最乐意吃的那种, 见师和越靠越近, 他说, 方哥, 这种女神级的美女, 兄弟我是无福消瘦了, 你把握机会, 上去打个招呼, 让人家, 对你有个印象, 说完, 他还故意推扫, 一下远方, 就好像远方上, 人家就会给面子一样, 我们走吧, 在薛战成, 始料未及的情况下, 师和对远方说道, 远方笑道, 走吧, 一瞬间, 本来笑意盈盈的薛战成脸都黑了, 他一脸无辜道, 你别告诉我, 你连他也认识, 远方直言道, 认识啊, 而且认识好久了, 这话如五雷轰顶, 外加一阵暴雨, 一同降落到他头上一样, 直接傻眼了, 他无奈道, 不完了, 走了, 远方上前, 揽住他脖子逮了回来, 道, 跑啥呀, 说好的一起吃饭呢, 薛战成敲咪咪道, 你怎么两大笑花, 都有认识, 说着, 看见师和还礼貌笑了笑, 师和也是微笑回应, 远方说, 早就认识了, 只是当时, 你没在现场罢了, 你是真该死啊, 两大笑花都跟你有联系, 这羔羊一中, 唯有你啊, 薛战成巧声说道, 第十九章, 傻丫头啊, 一起与师和走路, 薛战成明显拘谨了许多, 为了照顾他感受, 远方也一直与他聊天, 他总是问远方认识多久了, 彼此有感情基础了吗, 有些话师和听见了, 他也不在意, 远方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 该礼貌的还是得礼貌, 回到家, 薛战成就想去看一下远方的房间, 可被拒绝了, 理由是时间紧迫, 远方可不敢让他知道自己与师和间接睡在一起的事实, 以他的性子, 知道这个秘密, 不得全学笑尿, 把奶奶接上, 三个人有顺序地扶着奶奶, 出了巷子, 还打了个车, 远方准备带奶奶和师和去吃一顿池烟式的海鲜自助, 池烟式这个海鲜自助是刚开的, 很有名气, 人很多, 而且比较人性化, 单独包间里, 师和和薛战成都是第一次来, 更别说奶奶这个跨时代的老人了, 两人看见规模很大, 都是心生退役, 师和怕伤钱, 薛战成则是怕到时候远方钱不够, 到时候两个人都穷下来, 下个月要吃土了, 可远方坚持, 还是留下了, 点了很多自助以后, 师和主动去拿东西, 第一时间, 他不是太明白自助这个词, 只敢拿一点, 直到远方给他讲解, 以后才放得开, 直到远方喜欢喝饮料, 他给远方倒了三杯盛汁饮料, 奶奶只管享受三个孙子的服务, 远方给奶奶拿了些甜点搭配着烤肉, 海鲜吃, 拿得差不多以后, 师和坐下来试着剥虾, 剥完一只递给奶奶, 他刚剥完第二只, 想递给的时候, 远方却是早包了一只递到他嘴边, 师和惊了一下, 想说什么, 远方又递了一下, 示意他不要说话, 随即, 他小口一鸣, 把虾含到嘴里, 轻微嚼了嚼, 远方微微一笑, 问道, 奶奶, 好吃吗? 需要什么, 我给你拿, 奶奶笑了笑, 不用, 我吃点甜品就行, 在八九十岁这个年纪, 身体很多器官都弱化了, 其实吃东西已经没大多味觉了, 可他还是选择陪孙女和未来的孙女婿来外滩吃饭, 奶奶吃的最多的, 还是甜点, 记得他说过, 在他们那个时代, 甜点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他小时候还是打仗那会儿, 东躲西藏, 总是饿肚子, 后来, 遇见诗和的爷爷, 两人一起奋斗, 才勉强填饱肚子, 再后来, 诗和的爷爷征兵去打仗了, 再没回来, 他一人带着诗和的爸爸四处游荡, 寻找食物生存, 新下国成立以后, 诗和的爸妈又当了缉毒警察, 在一次任务中牺牲了, 真的是命运多舛, 吃完饭以后, 才晚上九点半, 远方打车送奶奶回去以后, 又带着诗和和薛战成去了一趟商场, 两人都疑惑他要干什么的时候, 远方买了很多家庭器具, 洗漱用品, 洗发露, 沐浴露, 镜子, 还给诗和配备了一套化妆品, 当然了, 诗和是拒绝的, 但远方还记得第一次见面诗和没了解, 自己的为人就借钱的时候, 他觉得一切都可以, 买得差不多的时候, 远方给薛战成打了一辆车, 他送回去, 薛战成虽然没表达, 但内心已经使劲发光了, 最后, 远方又带着诗和来到了一家较大, 有特色的衣品店, 诗和看到很多长裙, 连衣裙, 牛仔裤的时候, 很开心, 只是看到价钱的时候, 他又笑不出来了, 他知道远方要给自己买衣裳, 小声说, 我们回去吧, 太贵了, 我校服可以穿的, 不过, 他还是劝不动远方, 最终, 买了两套裙子, 一套拿礼盒包装起来, 两套牛仔裤配宽松外衣的, 走出商场, 远方又带他去超市买了这个月的卫生巾, 这些东西, 诗和以前都是用最便宜的, 现在, 这个男孩改善了自己的窘境, 这一刻, 诗和对远方真的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在路上, 看着天空中皎洁的月亮, 泪物弥漫, 眼尖里裹着泪珠, 心里的坚强, 再次被这个少年用双手柔情地捧了起来, 他看着远方, 小声地抽气道,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远方实话实说, 因为以前你和奶奶无条件相信我, 我当然对你们好了, 诗和抽气声越来越大, 他心里的愧疚感油然而生, 小声说, 对不起, 你为我做这么多, 我什么都为你做不了, 远方安慰道, 没事, 我们是朋友吗, 朋友就该多帮助, 诗和这么多年, 过来并没有跟那个男生接触过, 并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爱意, 在他心里, 远方对自己这么好, 就算是情侣关系了, 他没有一丝男女爱情的经验, 只是单纯知道要对男方好, 奶奶帮自己选择的就是最好的, 对于家庭, 他也不自卑, 在他看来, 没钱就过没钱的日子, 只要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好, 唯一的烦恼, 就是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 能为男方做什么, 傻丫头啊, 第二天清晨, 六点半, 晨雾在后面的山上缭绕, 清空的雾露使窗户铺满了雨露, 湿润的空气让人惊神, 远方文道一阵饭香味, 从床上起身穿好衣服, 来到共用的洗漱台刷了个牙, 诗和来喊道, 吃, 吃早餐了, 来了, 他应了一声, 放下牙杯来到屋内, 一家人吃了个早餐, 又是上学的一天, 路上, 两个人有说有笑, 诗和说, 我们老师说百日实施大会演讲, 给我报名, 我不知道, 要不要同意, 远方提议道, 当然同意了, 这种是很少有的, 诗和像是得到了认可, 笑容略显兴奋道, 那你会参加吗? 远方肯定道, 放心吧, 我肯定会参加的, 到时候, 我们一起上台, 这话在诗和心里, 种下了一颗种子, 他也渴望远方能分享自己的人生, 走在路上, 相隔距离都不会太远, 每一次不经意触碰彼此的手的时候, 像是触电一样, 都会下意识紧张一下, 然后移了一些距离, 进入校园, 人已经很多了, 有人看到, 诗和远方, 都会下意识询问, 这个男的是谁, 怎么和心静, 笑花在一起, 大部分人都不认识远方, 可认识的, 都露出嫌弃之色, 用极为无奈的语气说, 这人是一中倒数, 没想到, 能跟笑花混一起, 说不定是亲戚呢, 听见这些讨论, 诗和很心疼的侧谋, 看向远方, 却看见远方毫不在意, 笑容灿烂, 别人说就说呗, 没什么大不了的, 自己的人生, 自己做主, 须知少识拿云志, 曾许人间第一流, 第二章, 几个老师的约谈, 远方知道自己, 在学校, 还是个烂泥浮不上墙的岔生, 为了不给诗和, 造成更多困扰, 他都是不送诗和, 到班级门口的, 远方看着诗和向班级离去, 这才会自己搬去, 诗和到了楼上, 一回眸, 还见那少年悠悠一笑, 高三四班, 这一次, 远方又是最后一个到的, 班上的朗读生轰轰烈烈, 看见他进来, 都是不经意, 又聚焦向了他, 就好像, 远方就是这个班的主角一样, 张元英怒目挟势, 自从远方一而再再而三拒绝他, 不给他面子, 现在的他, 可谓怒可破天, 这时, 薛战成笑嘻嘻跑过来拦住他, 坏笑道, 昨晚上, 相处还好吗? 远方笑呵呵, 好啊, 非常好, 好久没睡那么好了, 真的吗? 薛战成邪魅一笑, 见他们两个笑得这么开心, 邓丽娟回首一笑, 问道, 远方, 战成, 你们两个昨天, 试卷觉得, 考得怎么样? 这话一出, 全班看似认真看书做题, 其实都是分散注意力, 想听关于远方自我评价, 为了不引起嘈杂, 远方谦虚道, 唉, 那题太难了, 可能又是倒数第一, 这话, 又搞得所有人一笑, 刘耀文等人一眼笑意, 他们看远方摆烂已经很久了, 看不得远方努力, 真的是经不起风吹雨打啊, 踢踏, 突然, 一阵苍茫的脚步声传来, 随之, 柳霞气冲冲走了进来, 第一时间认准了远方, 一时间, 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远方又惹祸了, 远方也不知道什么事, 这老灯每一次像是针对自己一样, 每一次进教室, 目光都会先锁定自己, 乍然, 柳霞缓了口气, 提高语气道, 远方, 你是不是又惹老师们了, 远方说道, 你是说, 我昨天向雨文老师表白的事, 哗, 顿时, 全班一阵唏嘘, 炸开了锅班议论声此起彼伏, 一双双有色, 眼睛一时间投来, 嘲笑声不绝于耳, 柳霞也是被震惊到了, 烂泥扶不上墙就算了, 还敢与雨文老师表白, 人家看得上他吗, 你, 你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柳霞作为班主任, 也只能这样骂他几句了, 这种社会上的败类, 脸皮厚的可以比肩长城, 远方却是笑呵, 露出不知悔改的样子, 提高语气, 笑道, 你们不知道, 我今天还要跟英语老师表白, 我喜欢他们两个, 一时间, 全班都以为他疯了, 他终于要结束高中生涯了, 一同得罪高阳义中, 两个最漂亮的老师, 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要知道, 雨文江里老师和英语江陵男老师, 可都是刚大学毕业来这里锻炼的, 长相漂亮不说, 身材也是一级棒, 还特有趣, 对学生可谓真厚, 负责任, 全校没几个人, 对他们的评价, 是负能量的, 远方真有些不自量力了, 柳霞真的无法去教导他了, 让他自生自灭吧, 不管他们几个, 老师怎么样, 自己也不会为他讲一句好话, 他叹了口气, 严肃说道, 远方, 去三楼办公室, 老师们找你, 远方却是一笑, 柳老师, 英语老师在里面吗? 我想跟他表白, 见他一脸认真, 柳霞气不打一出来, 愤怒道, 好你个远方, 你是真敢啊, 他拿起一根粉笔, 就要丢远方, 可远方已经出门了, 他气鼓鼓说了一句, 烂泥浮不上墙啊, 刘耀文安慰道, 刘老师, 不必为这种人生气, 不值得, 张员英也说, 远方只是个全校倒数, 他可能不打算考大学了, 开始摆烂了, 想借此打乱我们的学习节奏, 想让我们也考不好, 就是, 这个人心眼真坏啊, 有人附和, 这话让薛战成不爽, 他起身调侃道, 别自以为是了, 就你们那肮脏的内心, 给狗吃吧, 张员英你, 以前人家远方怎么对你的, 你看看你, 他又指向其他人, 没好气, 你们这些人, 以前远方没帮助过你们吗, 远方刚上高中那会儿, 是他让全班团结的, 只是后来他爱不学习了, 你们就以此, 排挤他, 你们就真的以为他会止步于此吗, 我话就放在这, 有一天, 他会比你们在场所有人都优秀, 到时候, 你们就哭吧, 这话让所有人都沉默, 柳霞见气氛不对, 他说, 同学们, 马上百日试试大会了, 试试大会一过, 时间会很快, 我希望大家都能考上大学, 去一览众山的风光, 徐妹突然问, 老师, 这一次, 我们班的演讲谁上啊, 柳霞说, 等其他老师一起, 联名推荐的人有机会, 话落, 班级前级的学生, 都觉得自己成绩那么好, 机会还是挺大的, 特别是徐妹等人, 其实私下都已经开始准备说稿了, 办公室里, 远方一面对五六个老师, 这一次, 语文老师, 英语老师, 物理老师, 化学老师, 历史老师等都在, 语文老师笑呵呵调侃道, 你们不知道, 远方昨天课间还向我表白呢? 这话一出, 全场笑意盈盈, 远方也跟着笑了, 物理老师道, 远方啊远方, 一下子从全校倒数一跃而起, 你有什么心得吗? 远方说道, 单纯就是各位老师的教学方法优异, 这是我成绩上升的唯一途径, 英语老师说道, 你可别拍马屁啊, 你认真说, 我们一起推举你, 语文老师也说, 是啊, 你这种从全校倒数一跃成为班级前级的人, 我们可稀奇了, 上台最合适不过了, 历史老师也笑道, 以前你的历史十几分, 如今考上八十几了, 这等进步前所未有, 远方挠头笑了笑, 这次的上台演讲我真的感兴趣, 如果各位老师愿意举荐我, 我举头感谢各位老师, 几位老师相视一笑, 其实他们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可还得再探究竟, 历史老师说, 远方, 后天会进行全省一次真实性监考大考, 如果你能进入你们班前二十, 我们几位老师一同联名推荐你, 远方一想, 跟自己想得差不多, 四班不同于其他班, 考前二十, 在学校也是能进入高三分段的前百名了, 虽然有难度, 可远方还是答应道, 各位老师, 落子无悔, 落子无悔, 所有人一口同声道, 第二十一章, 英语老师的定情信物, 见他这么豪爽, 英语老师从桌上拿了一个红彤彤的大苹果, 道, 远方, 这是老师给你的礼物, 希望你一战成名, 远方笑呵呵接过, 在所有老师注视下说道, 谢谢蒋老师的定情信物, 我一定好好努力, 这话一出, 全场哄堂大笑起来, 这少年真有趣啊, 江陵男老师一脸无奈, 又狠吃这一套, 大学刚毕业的女生都希望自己有人喜欢, 只是不曾想到还是个高中生, 有某风趣, 还有些杨当的小帅, 只是在他的理念里, 为人师表, 教书育人, 关爱学生是最起码的, 各位老师, 学生先撤了, 他们点点头, 远方打开门, 可柳霞早早就站在门外了, 刚刚的笑声也是被他听见了, 进入办公室, 各位老师都是微笑, 只有他略显苦涩, 张俊杰老师问道, 老柳, 干嘛气楚楚的, 柳霞说, 不好意思啊, 是我遇人不输, 才导致远方这么不懂得尊重, 他们一听略显懵懂, 江里道, 不是, 远方挺好的一孩子, 怎么了, 啊, 柳霞猛了, 他刚刚不是无理的当众和江老师表白吗, 前天还向江里老师表白, 如此行进, 我难以叫化, 江里笑了, 刘老师, 严重了, 其实远方向我开玩笑表白, 我还挺开心的, 江陵南也说, 刘老师, 你就是太敏感了, 而且远方也不差啊, 柳霞严肃起来还不差, 全校倒数, 毕业就要去电子厂打螺丝了, 张俊杰说, 老柳啊, 你没改远方的试卷吗, 柳霞没好气, 改啥呀, 我每次看见他试卷, 我都是没心情直接甩到一边的, 这话一出, 几人你忘忘我我忘忘你的, 都觉得这已经不是远方的错了, 是柳霞对学生不负责任的表现了, 即使人家考得再差, 试卷也得批改吧, 大家是同事, 也不好怎么说, 随之, 江里建议道, 刘老师, 你可以试着看一下远方的试卷, 看他们这种表情, 柳霞坐下来, 拿出远方上次的模拟试卷, 翻开一看, 顿时又起了, 他没好气道, 这个远方, 根本没做题吗? 不应该啊, 江里起身上前拿过试卷, 翻页一看, 才发现远方只做大题, 选择题都没做的, 他说, 刘老师, 远方基本上不做选择题的, 不做选择题? 柳霞不明白了, 他拿起试卷一看, 还真是没做选择题, 其余所有大题全都做了, 这时, 他才想起来, 远方以前的试卷都是自己, 看见没做选择题, 就以为他一题没做甩到一旁, 他又翻找了还没发的试卷, 发现远方还真是不做选择题, 张俊杰说, 一样的, 我们的试卷他也不做选择题, 说是太浪费时间了, 柳霞一听, 拿过笔, 认真检查一下发现, 竟然全对, 这张数学试卷不难, 是当时, 想让他们找一点自信, 记得当时最后一道, 大题张原因都做错了, 而远方却做对了, 不是, 难不成他是庄菜, 柳霞有些震惊, 可是前几次大考, 他的确考得很差, 所以才被排名的, 江灵男说, 人家可能只是, 单纯有自己想法, 不想参加排名罢了, 江里说, 刘老师, 远方其实是个很优秀的孩子, 这一次百日试诗大会演讲, 我们几个都有一推荐他, 这让柳霞, 是万万没想到啊, 远方竟是个隐藏大佬, 难不成, 他上次说打一次大考能, 考上班级前二十是真的, 不过, 柳霞是班主任, 他还是表达了自己意见, 道, 各位, 等这次大考下来, 如果他能考, 上班级前二十, 我与大家一起, 推荐他吧, 几位老师, 也点头同意了, 毕竟, 这也是远方与他们约定的, 他考不了班级前二十, 那也只能算他实力不济了, 班级里, 远方进入班级, 看见远方一脸茫然, 所有人都一致认为, 他是受批评了, 薛战成问, 方哥, 难不成真被他们骂一顿了, 远方忽然一笑, 英语老师和语文老师, 都答应当我女朋友了, 切吹牛, 刘耀文等人瞥了一眼, 远方拿起手中的大苹果, 微笑说, 你们看, 这就是英语老师送我的定情信物, 看见这个大苹果, 众人都是吸了一口凉气, 不是, 两个笑话级老师真答应他了, 不可信啊, 这怎么可能, 远方坐回位置上, 薛战成苦涩着脸, 小声问, 方哥, 我现在敢喜欢英语老师了, 这你也要跟我抢啊, 远方做出虚的动作, 我已经膨胀了, 我飘了, 我要考全班第一, 这话, 又把原本英语的环境, 拉回和谐了, 所有人都不相信, 远方真敢与老师表白, 他一个差声, 老师不当场骂他才管, 今天的第二节, 都是英语课, 踏踏, 门外传来踢他的脚步声, 所有人安静下来, 英语老师进来了, 他穿着一套黄白色中央格子衬衫, 一条牛仔裙子, 披散的头发, 精致的五官, 身材凹凸有致, 被这一套最为搭配的衣服, 彻底勾勒出来, 从某种角度看, 英语老师比语文老师, 还有韵味, 刚看见他, 全班热血沸腾, 学生心中, 那种练尸的思绪情节, 不再朦胧, 江灵男全程微笑道, 同学们, 早上好, 所有人异口同声道, 老师好, 下意识地, 江灵男往远方的位置上看了一眼, 发现远方也正悠悠地看着自己, 莫名其妙地, 刘耀文问道, 江老师, 刚才远方说, 你给他定情信武, 这是真的吗? 这话一出, 全班安静下来, 很期待江灵男的回应, 可江灵男却是一笑, 如果不是开玩笑的话, 算是吧? 哗! 一时间, 全场唏嘘不已, 一个个露出不可置信之色, 远方真的很意外, 英语老师这么有趣, 几位老师都知道自己那是开玩笑, 面对学生的质疑, 他竟不解释, 可远方知道, 学校禁止失声恋, 不能害他被警告啊, 所以, 他还是笑着解释道, 开玩笑的, 我要是有江老师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那就好了, 江灵男也微笑解释道, 都是开玩笑的, 苹果只是因为远方成绩上升给他的奖励, 原来开玩笑的呀, 所有人都是叹了口气, 还以为老师真看上远方呢, 第二十二章, 远方真的喜欢你啊, 零七年高中生的爱情观, 往往伴随着平时, 在校园里有多少人, 看好这一对称正比, 就比如以前的远方与张元英是青梅竹马, 一起放学回家, 所以被人家津津乐道, 还有人问远方将来与张元英要生几个孩子, 慢慢生疏以后, 大家对这件事便不再提及, 而现在, 远方只是与老师开个玩笑, 说英语老师给自己定情信物, 一个中午的时间, 基本上全校都知道了, 这传播速度堪比鬼叫山, 远方本来的想法, 是通过这个玩笑, 让老师们对自己多一点关注, 以后, 在某个场合提起远方, 大家都不知道, 突然有个人说, 那个就是你给他苹果, 当定情信物的少年吧, 而且, 合适地开个玩笑, 生活里也会越来越熟, 也不知道, 是那个缺德的乱说的, 远方这也算是, 与老师恋爱了一把, 下午, 第一节课, 江灵男进入自己班级, 总会有学生问, 江老师, 那个江峰是不是喜欢你啊, 他还要花一些时间去澄清一下, 总是会莫名一笑, 当然了, 他也不埋怨远方, 这些忽然发生的情节, 也会伴随着他的教师生涯, 一点点缓存, 有一天他突然记起远方的时候, 也能勃然一笑, 我们无法预知, 某个瞬间某句话的价值, 直到他变成回忆, 这是一场许多年以后, 后知后觉还能想起的日落, 我们无法去阻止某些事的发生,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享受这种回忆的发生, 两三点的太阳, 是一天里最热辣的, 操场上鲜少有人, 还能时不时看见, 几个女孩, 拿一本书顶, 在头上跑着, 好似青春的风, 要匆匆一样, 远方班级第三节课, 自习, 远方悠然记得义涵班级也没课, 他本来还想着请义涵吃个饭呢, 正好没课, 刚好可以去告诉他, 毕竟, 下午放学以后, 他就要与诗和一起去风林里学习了, 前往义涵的班级, 手里抱着一个宽五厘米, 长一米的礼盒, 路上陆续有人背着书包, 手里还抱着两本书, 前往了图书馆, 嘻嘻哈哈地笑着, 李义涵是高扬义中无可争议的天才校花, 真的是全校男生的白月光, 他的三年充满了各种奇迹, 不过, 由于高冷的性格, 男生们都是暗恋, 漂亮女生都高冷, 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现象, 在普通人的世界, 如果一个漂亮女生太开放, 与男生很玩得来, 有人会造谣说这个女生很随便, 如果一个女生太高冷, 那人们显然不敢主动, 只会暗恋, 除非一些小混混, 这也给自己少了许多麻烦, 不过, 要是女生主动,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十一班门口, 远方站在门口, 侧身看向班里, 义涵正在低着头做题, 班级窗户是敞开着的, 一缕缕微风拂过, 她的头发凌乱中纷纷扰扰, 她的旁边, 闺蜜周虞欢也是一脸认真, 甚至都不抬头看一下, 见他们这么认真, 远方也打算等一下的, 可就在这时, 一个男生从他身边过去, 静止走进了班级, 手里还提着一个精致的礼盒, 这个男生远方认识, 叫王允朔, 长相并不差, 不见一寒在做题, 就喊道, 寒寒,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和我在一起吧, 今天晚上,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周虞欢律先抬起头, 打量了一番王允朔, 不耐烦道, 人家又来了, 这时候, 本来做题就烦得李一寒, 啪的一掌拍在桌上, 手里的圆珠笔被直接拍碎, 一双眸子冷冽至极, 说道, 我说过我不喜欢你, 为什么还要纠缠与我, 面前之人被吓了一跳, 手里的礼盒差点掉了, 远方感叹一声, 有时候如果一个女生愿意, 与你说话, 接你送的礼物, 那你有点机会, 但结婚不现实, 如果一个女生, 都不愿意与你交往, 并且很反感你, 那么, 丢一次人就算了, 别死缠烂打, 李一寒以前, 他对王允朔是很尊重的, 知道别人喜欢自己是自己的福气, 很礼貌拒绝了, 没想到这家伙还以为是自己, 不够浪漫, 不够努力, 一直追求, 这让李一寒本就高冷的性格, 直接龙魂附体了, 这种人就是多年后典型的舔狗, 王允朔被他当着这么多人拒绝, 心里还是很不爽的, 神色闪过不明显的恼怒, 旁边的闺蜜也被他这举动吓到了, 李一寒平时虽然高冷, 可他也是温柔的代名词啊, 这一下可好, 是真的生气了, 兄弟, 人家不喜欢就算了, 突然, 门口处传来远方的声音, 李一寒猛地绕过王允朔看去, 就看见远方一脸笑意, 他立马站起身兴奋地笑道, 你怎么来了? 远方当着王允朔, 当着很多同学的面, 说道, 一寒同学, 我可以请你吃个饭吗? 在路人听来, 这句话可以简单理解为可以答应和我交往吗? 李一寒微笑同意道, 当然可以, 这一幕, 远方是想帮一寒摆脱纠缠, 算是以身入局了, 王允朔有些生气道, 远方, 难道你也喜欢李一寒? 远方笑道, 当然了, 李一大笑话, 谁不喜欢啊? 这话一出, 李一寒内心荡漾起了一团欣喜, 旁边的闺蜜凑到他耳边, 神秘轻声说道, 我就说嘛, 远方肯定喜欢你的, 这学校男生, 没谁不喜欢你。 王允朔有些生气, 可是远方名声很差, 有刀, 他是针感筒, 直接一梦了, 只能遗憾离去。 王允朔离去, 远方说道, 一寒, 作业做完了没? 做, 做完了。 一寒把没做完的作业收了起来, 笑意盈盈地看着远方, 我们走走吧, 我有礼物送你。 远方说, 李一寒有些开心, 好, 正好我也没事做, 闺蜜在一旁煽风点火, 嘖嘖, 是是是, 我们一寒在某人面前永远没事。 然后, 一寒拿了一把伞, 两个人顺着下楼, 周余欢没事做, 他也跟在后面, 跟在后面, 偶尔还神助攻一下, 绕了一圈后, 足球场上一把伞下两人行。 远方说道, 一寒, 我想请你和诚意吃个饭, 啥时候有时间。 一寒笑着说, 如果是在学校的话, 随时有, 但要是有点一事的话, 怕要高考结束。 远方想的是, 好好请他们母女俩好好吃一顿, 算是感谢他们这段时间的照顾。 他这么说, 因为高三很忙, 所以, 只能高考结束了。 远方有些遗憾说, 那行, 高考结束, 我请你和诚意好好聚聚。 后方的周余欢突然气鼓鼓说道, 那我呢? 远方有些不好意思, 当然还有我们周大美女了。 这还差不多。 周余欢嘟嘟嘴。 然后, 远方捧起手里早先准备好的礼盒, 递给一寒, 道, 一寒, 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礼物。 我不知道, 我们大学能不能在一个学校。 我远方都很庆幸这辈子能认识你, 很荣幸我能出现在你的世界, 哪怕片刻。 这一番话让一寒很是感动。 他下意识以为远方在跟他表白, 往后退了退, 眼睛里多了一种欢喜。 闺蜜在一旁羡慕得不行。 他双手捧过礼物, 很激动, 眼瞼里忽然有了泪物。 他多么希望这是远方的表白啊。 谢谢。 话落, 他猛地堕入远方怀中, 两人相识的一个个记忆开始涌入脑海。 远方心思缜密, 在这一刻, 他只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一寒能够幸福快乐, 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一一生辉。 稍后, 远方找了个理由离去, 留下一寒和周余欢。 周余欢兴奋地上前道, 一寒, 远方真的喜欢你啊。 一寒看着远方离去的背影, 那难道, 欢欢, 我好怕。 怕啥啊, 他肯定喜欢的, 这段时间他变得开始努力, 肯定是为了你啊。 周余欢安慰道, 第23章, 第一次大考, 拿着礼盒的一寒手都在颤抖。 他真的, 真的好怕有一天失去远方。 看着他手里精致的礼盒, 周余欢道, 一寒, 打开看一下, 他的浪漫是什么。 一寒犹豫了, 不了吧, 收藏起来吧。 周余欢说, 这礼盒是可以拆开的, 如果远方不好意思跟你表白, 在里面暗藏玄机呢? 一寒一听, 也有道理。 他研究一下礼盒, 不容许破坏地拆开礼盒。 瞬间, 他愣住了。 里面是一一套白色如月亮灿灿的连衣裙, 看起来这材质就很贵, 衣裙下身还有连绵花蕾, 用橙盒式的长礼盒装起来, 看起来就好似是跟一寒求婚的一样。 这白色裙子代表着白月光。 看见这一幕, 周虞欢兴奋道, 我就说吧, 远方肯定暗藏玄机了, 他远方就是喜欢你。 可一寒并没有太激动, 反而沉思着脸。 他看到了礼盒里面还有一张说明书, 书上写着送朋友专属, 看见说明书, 周虞欢也沉默了。 这连衣裙大概一千块, 送朋友一千多块的礼物, 难道不是送女朋友吗? 只是朋友吗? 他失落地叹息一声。 在说明书下面, 还有远方写的一张亲笔名片, 上面写道, 一寒, 这是专送朋友里群, 你是我一辈子都要珍惜的朋友。 看完这张卡片, 突然, 他眼眶酸涩, 红润片刻后, 剔透玲珑的泪水, 顺着泽莹的脸颊上流下。 别, 别哭啊, 可能还有反转。 周虞欢拿过来, 再打开一层, 傻眼了。 里面有一达星星的钱, 看起来像是一万。 一寒明白了, 远方这是一种感谢的同时, 又代表着遗憾。 他记得远方说过, 那一碗面百被还。 他把自己借他的一百块一百被还了。 我们的友谊, 就这么简单结束了吗? 一寒失神的呢喃。 好突然啊, 自己在他眼里, 始终少了一份情吗? 喜欢你真的, 只能是遗憾吗? 一天后, 周六日, 终于迎来了第一次大考。 迟延室的所有高中, 似乎气氛都紧张了起来。 远方和诗和早早吃了早餐, 就来到了学校。 分开后, 各自回到了各自的班级。 柳霞早早就在教室里等着了。 看着班级里, 最拖沓的远方都到了。 他说, 这个大考是省里面统一的, 谁也不能作弊。 看好了你们手里的序号, 待会儿我们去各自考场, 认真做题, 以备高考。 这种省要求的大考兼考都是很严格的, 就是让考生先熟悉一下氛围, 怕到时候紧张啥的。 即使是学校老师各自监口, 但发现作弊都是要记大过的。 所有班级的考生都是打岔的, 每个班或许有几个熟人, 但一定不多。 高阳一中的高三有15个班, 一般情况下还是不小规模了。 远方看了一眼自己的考场。 班级以及座位序号。 考场班级, 7班, 座位序号, 22。 柳霞说道, 现在, 去各自的考场班级, 安静, 认真, 专注, 狠利, 像一个刺客。 然后, 所有人都各自前往了自己考场班级。 薛战成上前来, 揽住远方肩膀, 笑道, 加油, 希望你这一次能超常发挥, 一战成名。 薛战成在9班, 距离很远, 他先离去。 高阳一中, 没有按成绩好坏来安排考场, 而是直接打乱。 远方, 你在那个班。 这时, 邓丽君上前问道, 远方笑了笑, 我在7班, 你呢? 邓丽君忽然笑了起来, 这妖巧吗? 我也在7班。 那我们一起去吧。 好, 两个人言语一通, 一起去了7班。 7班门口, 监考老师很严格, 都是依照高考标准来检查考生的。 远方和邓丽君算是最后到考场的。 检查完后, 进入考场, 就发现李一涵也在里面。 神奇的是, 李一涵的座位号是2号, 两个人一左一右, 进入的瞬间相视一笑。 李一涵微微一笑很倾城。 一般按高考流程来看, 顺序是语文、 数学、 物理、 英语、 化学、 叮铃铃。 不久后, 铃声响了, 时间到, 一男一女两个老师开始分发试卷。 等远方看向女老师的时候, 才发现, 监考老师竟是江里老师。 江里还挑逗一下远方。 两人相视一笑, 充满了乐趣。 分发试卷下来, 远方按照先填写名字再作答的套路, 开始作答。 刚开始答题一分钟左右, 江里便站到了远方的身后, 时刻注意远方的动向。 远方这时才明白, 这语文试卷是真严格啊。 远方按照适合讲述的作题思路, 先是翻试卷看了一眼写作, 做个标题, 再回来做选择题。 眼看远方在选择题上一题不丢, 江里才选择去看其他同学。 转身, 他又去看李一涵。 最后, 带着笑意出门去透透风。 远方认真作题的时候, 一涵在一定时间内总是观望一下他。 好似在说这题应该难不倒你吧。 一个小时后, 就有很多人交卷了。 一个个昂首挺胸出去, 准备在某个人面前装个逼。 两个半小时以后, 当考试结束的声音响起, 所有还未交卷的都遵从指示停笔。 他与一涵同时站起, 相视一笑, 一起走出门去。 门口, 很多人大口喘着粗气, 可能是因为考试的时候压力过大, 温润的时间段都流汗。 这种一般都是成绩一般的那种。 有的则是很轻松, 还和朋友吹牛这次能考多少分。 有人一旦说那个提难, 延绵不绝的话题就来了。 一涵与远方出来, 他们两个都比较放松, 唯一的紧张感来自于彼此。 两个人站在走廊里, 望向山那边, 沉默了好一会儿。 一涵才问, 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远方略有严肃, 道, 你未来一定是个好妻子, 这是肯定的。 现在的两人像是陌生了许多, 再没有以前那种从容了。 这时, 一涵还想说什么, 邓丽君轻跑出来, 拍了拍远方的肩膀, 远方,考得怎么样? 远方回首一笑, 班级前43名稳了。 话落, 两人都扑斥笑了。 一涵看着他们这么简单的情谊, 有些羡慕。 07年暗恋大多代表着遗憾。 不像多年后, 有钱还可以稳泡一波。 下午, 远方是第一个交卷的, 出门的时候, 李一涵都梦了。 远方与他眼神交流一下离去, 他本来想与远方一起回家的。 没想到, 远方这么快就交卷了。 方哥, 考得咋样? 远方下楼就看见薛战成正好赶过来, 脸上洋溢着兴奋。 远方笑了笑, 倒数第一枚的跑了。 不会吧? 那不是死翘翘了? 你当初可是说过要晋升班级前二十的。 薛战成露出困惑的表情, 无所调位, 反正我也不是太在意。 远方说着, 王九班走去。 薛战成跟在后面, 说道, 你去等诗和吧。 是啊, 怎么了? 他跟我一个班, 我出来的时候, 他好像还有最后一个大题没做, 所以才要去等他啊。 酒班门口, 远方站在门口等着。 一分钟左右, 诗和可能是看见远方的原因, 快速整理检查一遍, 就交卷走了出来。 看见远方, 他跑上前很开心地哈哈笑道, 这物理最后一个大题, 我可能做错了。 远方也是笑了起来, 我都没做。 那个题我试着模拟几遍, 发现还是错的。 薛战成这下开始质疑自己了, 他说, 不是, 那我觉得我是对的啊。 可能是我们了解的不多。 诗和笑道, 我们回家了吧。 远方说, 好。 然后, 三人一起下楼了。 南方的教学楼很有青春记忆的感觉, 几栋楼走廊都是连接的, 拐拐拐过去的。 下午的夕阳余晖 从楼道的缝隙里照射进来, 像是镀上了一层赤金。 走出一钟门口。 远方说, 我们去商场买点水果回去吧。 你觉得怎么样? 诗和说, 那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远方说, 苹果和荔枝, 不过现在还没有荔枝。 薛战成这个第三者, 唯唯懦懦道, 不是, 太不尊重人了, 我还要不要去。 远方说, 没你不行, 那还差不多, 我就陪你们走一趟, 照亮你们的美。 第24章, 一寒偷偷地喜欢。 第二天, 清晨时分, 李一寒就站在七班门口的走廊里 眺望远方, 发丝如思绪一样纷纷扰扰。 他来这么早, 其实是为了等远方, 只是今天的远方来得格外晚。 他此刻就好像一个暗恋者, 站在走廊里, 偷偷看喜欢的人。 高阳一中无可争议的笑话呀, 也有内心最失落的时候。 只能说, 每一个人都有喜欢和不喜欢的人, 都有莫名其妙的遗憾。 忽然, 在他的视野里, 远方来了。 他忽然一笑, 又迅速止住笑容, 因为在远方的身边, 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诗和, 那个新近的高阳一中笑话。 他, 果然还是胜自己了吗? 当初, 第一次看他容颜的时刻, 一寒就有了危机感。 果然, 远方喜欢更漂亮的。 不过, 看言行举止, 以及亲密度, 没牵手, 不像是男女朋友。 一寒很委屈, 远方怎么就不能多看一眼自己呢? 自己的喜欢, 明明表现得很明显了呀。 他落寞地返回了考场座位上, 趴在桌上, 只听见一声声娇弱的抽气声。 全班考生安静下来, 看向了这个笑话。 心里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 考场上刚到的江陵男老师, 看他哭了, 心疼地上前问道, 一寒, 你怎么了? 一寒趴在桌上也不回应, 只是抽气声越来越明显。 当一寒再次抬起头, 脸上布满了泪痕, 眼瞼里还裹着晶莹泪水。 江陵男问, 一寒, 你这是怎么了? 跟老师说, 老师帮你。 全班考生也露出好奇的目光。 一寒擦了擦眼泪, 哭着哭着, 忽然又如春风般笑了。 他说, 没事的老师, 我就是单纯想哭一下, 让自己更清醒。 江陵男虽然不相信他的话, 但一寒不说出原因, 自己也不好猜啊。 只要他没事, 一切都好。 稍后, 远方卡着时间踏入了班级。 他的第一眼总是落在一寒身上。 他冲着一寒笑了一下, 可看到一寒脸上有泪痕, 眼眶周围还透着刚哭过的微红。 他有些生气地上前道, 一寒, 谁欺负你了? 顿时, 全班沉默下来。 讲台上的江陵男也露出不知语福的笑容。 一寒坐着, 抬头看着远方, 本来还微笑的。 下一刻, 可能是看到这张让自己喜欢的脸庞, 想到了那些伤心的过往。 他的眼中有充盈的泪光, 似乎在下一秒就会滑落。 没, 没事的。 然而, 他却只是悠悠一笑, 又将泪水吞回眼眶, 那女孩的脸顿时舒展开来。 远方从来不相信, 啥有事没事的。 他下意识轻轻握住一寒柔滑胶细的手腕。 我们去外面说, 一寒也是自然地起身跟着他出了考场。 每一次, 只要是远方握着他的手, 他的世界都是甜的、美好的。 不知在某个时刻, 少女的心就不再是自己一个人的了。 或许是在06年的那个夏天, 又或许是07年的那个春天, 更可能是校门口为自己出气那一刻的怦然心动。 来到外面, 避开考场的走廊上, 远方慢慢放开了他的手。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眺望远方, 心里阴阴颤颤动。 远方带着点怒气地说, 谁欺负的你? 一寒看着他, 真的好想说是你, 是你欺负我。 我那么喜欢你, 你喜欢我一下会死啊。 可他怕远方有负担, 只好把所有的委屈暗藏在心底。 他时刻微笑着, 说, 没人欺负我, 只是我昨天没考好, 当时觉得对不起爸妈就哭了。 真的? 远方露出质疑。 真的? 一寒笑盈盈地说, 看着他笑盈盈地, 远方悄然伸出手捏了捏他的脸颊, 再帮他擦了擦肋痕, 认真道, 一寒, 你不可以。 话还没说完, 一寒猛地堕入远方胸怀, 狠狠抱住这个少年。 不知该如何适合, 最后, 只能轻拍了拍他的后背。 忽然, 诗盈又忍不住哭了, 哭得很伤心很伤心, 嘴里还稍微大声地说, 我真的, 真的, 真的。 远方愣了一下, 一寒这三个真的在他的心里是, 我真的好喜欢你啊, 真的好想和你去一个大学, 真的好想和你在一起, 将来我们一起工作, 我为你生孩子, 我们一起好好生活, 白头到老啊。 只是, 好像一切都不能实现了, 这话也不能说出来, 青春好像总是充满了一寒, 如果这时候, 一寒向远方表白, 那他一定能成功, 远方一定会答应他的, 他也怕远方拒绝自己, 到时候, 连朋友也做不成了, 远方也大概能明白, 一寒可能喜欢自己, 只是他觉得, 还是有些科幻了。 一个羔羊一中笑花, 竟喜欢自己一个无名小卒, 还是那种没过河的小卒, 这显得有些超乎想象了。 远方也不能说些别的, 只能柔和道, 要考试了, 我们进去吧。 哟, 怎么还抱上了? 一阵笑意的声音传来, 远方猛地看去, 来到人是物理老师张俊杰, 一寒也猛地从怀中探出, 都不看说话的人是谁就跑进了班级, 两人相识一笑, 都是乐呵呵的。 这可是今天大挂啊! 一个差生小子, 竟和一中笑花恋爱上了。 张老师问, 远方, 告诉老师, 啥时候好伤的? 远方说, 没有, 就是单纯好朋友, 他刚刚哭了, 安慰他呢。 张俊杰也有那种孩子气, 他切了一声, 大男孩怎么还说假话? 李一寒谁啊? 高杨一中笑花, 高冷, 温柔的代名词, 他会莫名其妙在你怀里。 说完, 他也不太在意, 毕竟青春嘛, 正常, 只要不影响成绩就好。 算了, 不说算了。 随之, 他走进了班级, 这也提醒了远方, 或许, 一寒真的喜欢自己, 可, 自己这么差, 他怎么会喜欢自己呢? 不可能, 绝不可能。 随之, 远方也进入了班级, 这时候的意涵再摸了那种伤心的情绪, 微微地笑着。 远方冲他一笑, 坐到了自己位置上。 他看到还差三分钟的时间考试, 他说道, 老师? 怎么了? 江灵男回首看他。 我想上台读首诗, 可以吗? 读诗? 江灵男和张俊杰, 都是不约而同地看了一眼班级里的诗中, 相识一眼, 点头, 好, 给你三分钟。 然后, 在瞩目下, 远方上台, 看了一眼意涵的位置, 诗情话意地读到, 长记西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心静挽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 争渡, 惊起一滩欧鹿。 远方读完, 轻微鞠躬, 全场掌声响起。 两人再次相识, 是清姐, 是恍然如梦, 是清姐罗长后的宽裕。 意涵很聪明, 其实远方读诗的时候, 就知道远方要表达什么。 只是他觉得, 喜欢一个人没必要死缠烂打, 不一定要得到, 总得让他开心, 守着他也未尝不渴, 偷偷暗恋也是青春。 第25章, 你有喜欢的人了吗? 下午, 考完最后一课的远方叹了口气, 班级前20名有点悬了, 还是复习时间不够。 不过, 这次考试也大概能清楚, 自己哪些地方不足了。 他刚交卷, 起身, 伸了个懒腰, 下意识看向了意涵, 早早就写完检查等他的意涵, 就冲他一笑, 然后起身, 一起走出教室。 远方刚想找个理由去找诗和, 义涵就说道, 我们一起走走吧。 远方正了一下, 但还是选择同意了。 下午的余晖, 硬地给走廊镀上了一层金, 一栋楼上, 考完试的学生连忙走出来 趴在走廊的安全墙上眺望远方。 有的是偷偷看看, 喜欢的人也在吗? 有的, 在幻想未来能去到哪一个梦想的大学? 九班门口。 诗和出来, 他就往七班跑去。 七班在三楼, 九班在四楼, 本来就是对立面, 站在门口就能看, 可他还是跑过去。 可到了七班, 他发现人已经走空了。 随后, 他又返回了九班门口一直守着。 一边, 远方也在想适合会不会一直等着自己, 有些出神了。 这一路, 远方和义涵都没怎么说话, 感觉陌生了。 以前见面不是嘻嘻哈哈, 就是聊聊各自的生活。 现在, 好像聊一聊最简单的作业课本 都显得那么心照不宣了。 他突然觉得如内心想的那样, 向远方表白肯定会被拒绝的。 义涵背着个可爱的白色书包。 走在校园里, 一旦有人看见, 那都是露出偷偷暗恋的目光。 又一边议论远方这个叉声。 都说高中的女孩子都喜欢坏坏的男生, 就比如远方这种打架斗殴打游戏, 看小说的坏孩子了。 在人们心中, 李义涵与远方在一起, 就好像天与地融合一样。 不过, 远方与人们心中那种小学生喜欢二次元性格, 初中生喜欢黄毛, 高中生喜欢坏坏男生的男生不同。 他是该柔刚时柔刚, 该霸道时霸道, 该儒雅时儒雅, 有自己性格。 他是如是道法四家同修。 此刻, 两个人走着。 远方思绪万千。 义涵在记忆这每一个过程和瞬间。 他不知道大学能不能与远方在一个学校, 所以想和远方多一些个人瞬间。 义涵。 嗯? 终于, 在校园里的图书角处, 远方突然喊道。 我还有。 远方话没说完, 义涵突然温柔微笑道。 你觉得我漂亮吗? 远方一愣, 随即微笑着认真点频道。 飘, 漂亮吧。 义涵忽然笑和, 我是不是很自恋啊? 没有啊,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况且, 你是真漂亮。 远方认真说道, 李义涵, 大笑花呀, 别人都是用漂亮形容她, 而远方想用她形容漂亮。 义涵又说, 那你会找一个像我这样的女朋友吗? 远方愣住了, 身躯一抖, 小声说道, 义涵, 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都觉得, 能与你做朋友是一件很科幻的事情, 你是一钟笑花, 几千人的白月光, 而我, 差上一个, 除了个高一点, 啥优点没有? 谁说的没有点? 义涵强势道, 你在我看来, 全是优点。 谢谢义涵。 远方真的很荣幸, 义涵又突然问道, 那你高中打算找女朋友吗? 这才是义涵最终要问的。 远方脸色变得精彩片刻, 又严谨一笑, 如果有那个女孩子, 愿意在高中, 与我相互喜欢, 那我会选择, 与她一起去大学, 到大学谈一场, 轰轰烈烈的恋爱。 这是远方的, 真实想法。 高中, 特别是高三恋爱, 不仅会影响成绩, 说不定高中毕业, 就分手了, 那是真没意思。 远方这一番言辞, 也是义涵最后的机会。 他是知道, 远方觉悟很高, 还特别, 善良有责任有担当, 阳刚男孩的代表。 所以, 你有喜欢的人了吗? 义涵又问, 远方沉思一下, 又看向一脸期待, 又羞涩的义涵。 怎么说呢? 李义涵这么漂亮, 单纯的见色起义, 也是喜欢的。 要说真喜欢吧? 李义涵这么漂亮, 自己却对他, 产生不了多大的欲望。 对诗和, 大多是一种责任。 要说喜欢诗和吧, 又感觉不现实。 而且, 等到高考完, 如果他们都想去大城市, 读大学发展, 那就各奔东西。 到那时, 喜不喜欢, 已经没啥意思了。 他只想逍遥一生, 并不想为一些情啊爱啊, 舒服住。 但说实话, 远方是那种对质疑 李义涵和诗和的笑话身份 产生不了一点意念动摇的。 李义涵和诗和是一类人, 都很漂亮, 还很善良的同时, 又很高浪。 最终, 他淡笑道, 我没喜欢的人, 因为这段时间紧迫, 对女生没多少爱情的欲望。 这话一出, 义涵内心是激动和庆幸的, 同时又伴随失落。 他又问, 那就是说, 你现在还没有女朋友了? 没有。 远方斩钉截铁地说, 我这种人怎么可能有女孩子喜欢? 听见这话, 瞬间, 义涵好想说谁说你没人喜欢, 我就很喜欢你。 可高中生的暗恋, 总是明显又隐蔽。 在兴起的时候会示意, 在心情平复, 事与愿违的时候, 又会隐藏起来。 他不敢与远方表白, 他怕远方会拒绝, 最后连朋友都做不成。 得到自己要的答案, 义涵又从书包里, 拿出一个小行李盒来, 道,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远方有点小惊喜, 这是他人生里, 第二次接受女孩子的礼物, 记得第一次, 是诗盒送的一枚, 开过光的玉佩。 他显得很惊喜地说, 谢谢义涵。 随之, 接过礼物。 义涵怕他拆开, 又说, 这个礼物有点神秘, 你回家再拆吧。 远方恩了一声, 仔细把礼盒捧在手心。 义涵, 那我先走了, 我们班主任说考完要去教室。 正好, 我也打算去找欢欢。 那我们就此别过, 明天或者后天, 我来找你玩。 远方说完, 先是与义涵说了声拜拜, 焦急地走几步, 随即又跑了起来。 看着他急匆匆地离去, 义涵又庆幸又担忧。 庆幸远方还没女朋友, 担忧自己有一天离他而去。 他觉得自己很没用, 都不敢当着远方的面说我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吧之类的话。 义涵是真没想到, 诗和这个全校成绩排名前级的女孩, 竟是个大美人。 当初一见如故啊, 危机感蓬蓬往上升, 太无敌了。 好像是宿命对决。 在没见诗和的颜值之前, 义涵很自信, 觉得高中毕业一定能与远方在一起。 没想到这插曲让他直接失去了自信。 第26章, 半个月的变化。 酒班门口, 诗和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门口, 拿出英语书来背单词, 哒哒哒。 直到一阵脚步声从楼下传来, 他快速起身趴在安全墙上往下看去。 楼下, 远方往上攀爬, 气喘吁吁, 速度之快, 前所未有。 他看到远方, 边往楼下走, 边把梳妆起来。 两个人在二楼相遇。 远方先是一笑, 又假装生气道, 你干嘛呢? 放学了就先回家, 要是我不来你怎么办? 诗和有些。 委屈, 低着头, 小声说道, 如果你不来, 我就一直等你。 远方沉默一下, 憨憨的, 说也白说, 随之笑了起来。 好了, 我们走吧, 先去吃饭, 晚上还要上晚自习呢。 嗯, 好, 诗和轻声答应, 书包给我吧。 远方看他书包鼓鼓的, 想给他把书包拿过来。 诗和却是说道, 不用的, 我这个不中的, 我自己背就行, 不累的。 远方却是不愿, 给我吧, 你要这样, 奶奶知道, 又说我不好好照顾你了。 然后, 诗和有些不情不愿地 从肩上拿下来给远方。 远方接过, 书包差点掉地上, 因为这书包太沉了, 感觉他把书全部背上了。 远方稍微使劲把书包背肩上, 笑问, 这么重, 你怎么不把书放一些在教室? 诗和小声说, 因为周六七我打算在家照顾奶奶, 所以不去学校。 话落, 远方一笑, 自顾自说道, 看我, 真男人, 这点重量, 一点是没有。 诗和跟在后面, 是幸福的样子。 他真的好希望自己就这么简单地陪在他身边, 一直, 永远, 晚自习。 四班教室里嘈杂四起, 每个人都是歪着头和旁边同学聊天, 不是说数学某个计算题你做对没有, 就是问你英语作文写得怎么样。 各种磨嘴炮的事情, 说了个遍。 张元英正经微作, 不愿与其他学生说话, 因为在他看来, 这一次大考, 他考得还行。 唯一担心的就是远方考得怎么样。 当初, 远方可是说, 第一次大考, 一定能进入全班前二十的。 不知道是吹牛, 还是真有那十列。 像班级排名第一名的徐妹, 却是愁眉苦脸。 一般情况下, 都是考得不理想, 反复思考, 反复无常。 旁边有个女生要跟他说话, 他也只是简单点头一下。 刘耀文来到张元英面前问道, 元英, 这次应该考得挺好的吧。 张元英正在发呆, 回过神来, 还以为是远方来了, 先是笑脸相迎, 看清是刘耀文之后, 立马露出嫌气。 不管怎么说, 在他心里, 即使远方成绩再差, 刘耀文也比不上远方。 他摆摆手, 撇撇嘴, 考得一般, 这一次, 你可能要赶超我了。 刘耀文看见他这态度, 显然是不高兴的, 可因为喜欢张元英, 他还是依旧笑脸。 只是扫兴, 人家不给面子, 所以简单聊几句离开了。 随之, 张元英又陷入了思考。 平常, 这时候的远方也该来了。 而且, 今晚上是班主任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到的。 踢踏踢踏。 突然, 门外逐渐响起了四班再熟悉不过的平底高跟鞋踩地的声音。 从频率上来看, 应该很急促, 还带着情绪。 果然。 片刻, 柳霞就气冲冲走了进来, 怒目挟视, 脸色阴沉, 一句话没说, 学生们也大概能猜出这么个事。 柳霞作为全校前级的老教师, 微信不必怀疑, 作为带了这个班三年的基础上, 是最了解这群人的。 静谧的气氛犹如墨汁滴入清水, 在这间从嘈杂变为安静的房间疯狂蔓延。 柳霞先是用凌厉的目光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扫了一遍。 整个班安静的同时, 有的洋装看书, 有的低着头思考, 有的内心慌乱,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这一次, 知道自己考杂的班级前级都是低着头, 不敢吱声。 要是平时考个是全班成绩优异, 那么就不会产生这种局面。 最后, 柳霞才想起远方, 目光在远方位置上扫了一眼, 发现人没在。 可想到远方这次考得不错, 那股本来要爆发的气势又缓缓降下。 这种情况, 他必须拿出眼力来, 声音比平时大好几倍地说道, 多给我把头抬起来。 这话像是一道不可忤逆的命令, 所有人都是抬起头来, 面面相去。 没人说话, 他又问远方为什么没来。 整个班无一人搭话, 刘耀文唯唯诺诺举手说道, 他可能旷客去了。 柳霞本来就烦, 看见刘耀文说话更烦了。 他直接拿刘耀文开涮, 怒道, 还有你刘耀文, 这次班上考得最差的就是你了, 掉了几十分。 你是有脸说人家远方, 你不是要考北电吗? 我看你二本都选。 被一顿输出。 顿时, 刚有点小声音的氛围又沉默了。 就在这时, 门口有稀稀苏苏的脚步声传来。 片刻后, 映入眼帘的是远方自然而然地走了进来。 所有人不管是沉着脸, 还是低着头, 或是看书的都抬头看向他。 他甚至都未停留, 只是嘴里轻声说了句老师吼, 就回到座位上。 那些看不起远方的心里乐开了花, 都觉得远方要挨劈了。 可再看柳霞明显没有生气的意思。 座位上的刘耀文脸比吃了屎还难看。 不是, 这怎么回事? 远方怎么没被骂? 他全校倒数, 不应该被狠狠践踏尊严吗? 灭绝师太这是想通吗? 他烂任他烂, 粪水游君拙。 张元英也觉得是有蹊跷, 偷偷瞄了一眼能溢出自信的远方。 沉默片刻, 柳霞才微笑说道, 同学们, 让我们给远方一个掌声。 听见这话, 所有人先是一致, 然后, 掌声从寥寥数几, 声音吸首, 慢慢变得响亮起来, 最后变得声如雷鼓。 所有人的神色, 从质疑变成了祝贺的笑容。 远方无所谓, 只是拿出桌箱里的漫画小说来看。 柳霞顺着掌声消停, 又说, 这一次我们颁考的都很差, 每一个人是进步的, 只有远方。 徐妹问, 老师, 啥时候出成绩啊? 柳霞思考片刻, 说, 应该下个星期一就能出, 这种校方批改的试卷很快的。 然后, 又安静下来。 只是, 大部分人都是偷偷望了一眼远方。 这个全校倒数, 几乎是半个月柳霞这种骨干教师都偏袒他了。 第27章, 只想好好高考。 其实这种考试远方根本不在意, 只是想着, 到时候自己一个差声上台, 给那些高傲的学霸吹牛逼, 就觉得有趣。 远方没想到, 这一次的大考, 学校最看好的四班竟全军覆没。 而曾经全校倒数的远方, 却是唯一进步, 凶猛之人。 柳霞生气也是理所当然, 他本就是高阳一中多位, 骨干教师之一。 不过, 带帮忙找问题的得找。 他阵阵有词地说, 同学们, 你们这一次大考暴露的问题太多了, 平时一个比一个骄傲, 自以为考个九八五稳了, 可上了战场, 好不容易写完, 只拿了几分, 真的很没意思。 我们班, 是整个高阳一中校长, 最看好的, 可徐妹, 邓丽娟等前几名都没考到理想成绩, 反而是降了。 你们这样, 高考是考不到好大学的。 这一次, 全班下去, 好好复习。 今晚上我不讲了, 等试卷发下来, 我们再讨论, 想回家的可以回家了。 说完话的柳霞扬长而去, 只剩下班上一群人发呆, 直到远方起身要走, 才有人跟随收拾东西。 这时候, 有人跟他打招呼。 远方只是简单点点头, 薛战成过来之后, 两人就要离去。 就在这时, 张元英收拾东西跑过来挡在他身前, 露出那笑花级别的容颜, 撩了撩头刘海, 羞涩地说, 远方, 我们一起走吧。 远方面无表情, 拒绝道, 不用了, 有个女孩等我呢, 我先走了。 然后, 在张元英一脸震惊茫然中, 远方从他身边绕了过去。 这一刻, 在他的世界, 像是时间静止了一般。 他略微回过神来, 猛地回头看去, 远方正好消失在了转角处。 这时候的他, 才真正明白青梅竹马的真正意义。 原来, 爱从来都不是单方面付出的, 是相互的。 真的回不到从前了吗? 他失神地看着一个方向。 在柳霞夸赞远方的那一刻, 他承认, 他后悔了。 元英, 我们一起回家吧。 这时, 刘耀文上前搭话道, 张元英因为远方拒绝自己 本来就烦。 听见刘耀文的声音, 更烦了。 他怒不可遏地大声吼道, 滚! 刘耀文脸都黑了。 自己好意, 怎么又是这样? 在这么多人面前, 就不能给自己一点面子吗? 最终, 他灰溜溜离去。 周六, 远方答应义涵, 要去他家玩的。 他也不知道, 义涵和诗和关系怎么样, 所以并没有带诗和去。 诗和这丫头, 也很听话, 并没有跟着, 只是说, 晚上回家早点, 他做饭等他回家来吃。 最终, 远方一人前往, 义涵家门口。 看见远方来的诚仪笑道, 远方, 来了, 快进屋座。 诚仪, 远方礼貌, 喊了一声。 屋内, 听见远方的声音, 义涵放下手里的圆珠笔, 合上试卷, 穿上了一套牛仔裤, 搭配白色蕾丝卫衣, 跑了出来。 看见远方的那一刻, 他的心跳, 总是比平时快半拍。 远, 远方, 快进来。 他温柔微笑着, 轻声喊道。 远方回眸, 抬头看到三道小台阶上的义涵, 惊了一下。 他穿着的这套衣服, 很大众, 简单的牛仔裤, 搭配白蕾丝卫衣。 可就是这样, 身材被彻底勾勒出来, 还是能惊艳远方。 来到屋内, 义涵说, 你先坐, 我去简单收拾一下, 然后一起去逛湖。 远方愣了一下, 他本来只想过来看看, 跟成一道一声谢的, 没想到还要去湖边玩。 不过, 他也没扰乱义涵的计划, 以及打击他的自信, 还是点头同意了。 不一会儿, 涵涵穿上一套白色连衣裙走出来, 身材高挑之下, 净显妩媚, 五官极其精致, 肩若消沉, 妖如约素, 激如白雪, 外披水蓝色青纱, 微风吹过, 青纱飞舞, 整个人散发出淡淡灵气。 他还在远方身前转了转, 如一只精灵般, 威风一笑, 我好看吗? 好, 好看。 远方就连说话都结结巴巴的, 由于紧张了一下, 喉咙里都卡弹了, 他咳嗽几声, 这才缓解了尴尬。 然后, 他和远方一起出门了, 看见自家闺女, 成一笑问, 你们要去哪啊? 一含笑, 妈, 我陪远方去森纳湖畔去玩, 中午我不回家吃饭了。 远方也是说道, 成一, 放心吧, 我陪着她很安全。 成一只是笑笑, 简单说了句, 去吧去吧。 她是知道自家闺女, 喜欢远方的。 知道他们约定去大学的, 远方这孩子也信得过。 要说高中把一含睡了, 应该不大可能。 两个高中生, 在路上走着, 人人都想多看一眼。 远方, 一个高大帅气, 穿着未白色卫衣, 蓝白色宽松牛仔, 戴着个棒球帽, 意气风发。 一含, 白色连衣公主裙, 长发飘飘, 如鲜如铝的曼妙身姿, 是全场的焦点。 这一次, 真有一点约会的那味儿了。 色纳湖畔, 这是位于池烟市中心区的, 一处小型湖畔。 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 边上是一条干净的水泥路, 路边上还有花丛, 以及高高的微央树。 这里除了看起来清新脱俗, 还能看见有鱼儿在湖里跃起, 看起来赏心悦目。 在湖畔外围, 远方和义涵站在一家奶茶店门口。 远方点了两份草莓圣袋, 等了一分钟, 拿到手里的时候, 远方咬了一口。 给, 我要你咬过那个, 把没咬的那个给一寒, 可一寒却要远方咬过的那个。 远方惊了一下, 喂, 为什么? 一寒古灵精怪, 因为那个好看一点。 远方愣了一下, 两个一样的, 可是这个我咬过的。 没事, 我又不嫌弃你。 一寒说, 他其实是想通过这个来告诉远方一些事情。 远方也明白他的用意, 只是真的不敢相信, 一个羔羊一中天才校花会喜欢自己。 他更不可能追, 要是被拒绝, 那种大怨种自己不可能当的。 然后, 两个人来到瑟纳湖畔的内部, 走在微央树下, 看着清凉湖水, 迎着凉爽威风。 一寒轻声问, 远方? 远方默然回首一笑, 怎么了? 一寒犹鱼片刻, 话到嘴边, 紧张到微微发抖, 可还是问道, 你有没有打算找个女朋友? 没想过, 我只想好好高考, 你呢? 突然, 远方就笑呵呵, 说了这么一句。 微风拂过, 少女温柔, 裙摆飘摇, 双手不知所措地背负裙腰后, 露出微笑。 第二十八掌, 远方何时变得这么优秀了? 一寒这一刻的表情, 像极了小看天色目看云, 行也思君, 作也思君。 远方也是不知所措, 也不知道一寒为何这么问, 可看他表情怪怪的。 此刻的一寒即使爱意随风起, 到嘴边的话也被硬生生咽下去。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爱意, 他也不敢表达喜欢。 远方也从未想过自己会被笑花喜欢, 毕竟, 自己差生一个打架斗殴, 打游戏看小说, 在别人看来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社会混混。 可就是这么个人, 巧合之下帮助了一个毫无演员的笑花, 从此展开了一种你追我感的喜欢。 远方很清楚李一涵的优秀, 他的高考分数在前一室是690分, 在南方是足够上清北的。 记忆里, 校园排行榜上失和还比一涵高几分, 他与一涵两个人一前一后, 在校园排名前八和前七一直徘徊。 他们这么优秀, 可能高中毕业就要去大城市首都了。 在远方看来, 女孩子去追求自己的未来是一件大事。 上岸先斩一中人, 这种事不可能容许出现在自己身上。 远方也有自知之明, 他这辈子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考上清北了。 如果现在只是一时兴起与失和和意涵其中一个在一起, 说不定高中毕业他们就奔赴前程, 那自己又会困于爱情里一段时间。 所以, 从始至终, 远方对于他们两个都只是单纯以为帮过自己而产生的责任。 等高中结束, 自己也该去自己的大学, 这辈子好好赚钱, 以后逍遥一生不再忙于奔波。 此刻, 远方也没有感到惊讶, 只是有些不解他为什么问这么一个问题。 看他的表情真的好惯, 好像在看喜欢的人一样。 远方双眸认真地看着一涵, 柔和道, 一涵, 大学真的很美好, 说不定去了大学, 你眼睛开了, 到时候肯定会遇见喜欢的人了。 对于一涵来说, 去大学是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 他的未来不只有适合远方, 还有前程四姐。 一涵听懂了, 眼里有些遗憾显露, 双眸微沉, 小声道, 其实, 我已经遇见喜欢的人了。 慢慢的, 一涵把自己带入进去了。 远方也真诚于他, 也不知道他喜欢谁, 还是建议到, 一涵, 现在才高中, 有喜欢的人固然可贵, 但也要高考结束, 不然很容易成绩倒退的。 在远方看来, 只是片刻, 不知为何, 一涵早已经双眸红润, 眼尖里裹着泪水, 似乎只需要一滴滴伤心的情绪, 便可以让他流落。 他下意识以为远方明白了, 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 很害怕远方, 嫌弃自己。 可仔细想来, 他怎么会嫌弃自己呢? 在他的履历里, 或许, 也像自己一样, 他配不上对方吧。 有时候, 又觉得自己好贪心啊。 他明明什么都没有, 却表现得那么坚强。 远方看他表情, 要哭似的, 上前问道, 怎么了? 一涵, 咋滴了? 一涵声音, 像是要哭泣一样, 哽咽着反问道, 你是不是傻也明白? 就是故意的。 这话, 让远方愣了好久。 他不明所以, 道, 傻明白的, 又故意的, 咋了? 听到这话, 一涵真的哭了。 笨蛋, 你真的是个大笨蛋, 怎么就不明白呢? 说完, 他哭泣着跑了。 远方现在的想法, 很复杂。 怎么感觉这丫头, 好像喜欢自己? 可自己这么差, 又感觉配不上李一涵。 要说他喜欢自己, 自己也配。 女孩子真的, 总是神神秘秘莫名其妙。 跟诗盒一样, 他平时, 也总是神神秘秘莫名其妙。 第二天下午, 返回校园的途中, 远方约定薛战成一起复习的。 而此刻, 薛战成站在校门口保安室的位置上, 遥望着远方。 不远处, 远方自然走来。 只是今天校园里的告示墙, 处人格外的多。 远方班上的很多人也在看, 最明显的, 就是刘耀文了。 他从全校第一名的王大锤, 看到第十名的望穿秋水。 大为震撼。 李一涵校花全校第六, 诗和校花全校第五。 这次考试, 真是榨出很多天才, 也榨出很多假天才啊。 班级徐妹竟然, 只排名第十一。 这次的考试排名, 变动这么大吗? 他又看下去, 邓丽娟全校, 排名第三十九。 荒天帝全校排名第四十九。 张三丰全校排名第九十九。 这第一百试。 刘耀文仔细再看了一遍。 第一百名的位置上, 竟是远方的名字。 什么情况? 名字打错了吧? 真是那个三年, 全校倒数的远方。 还是说名字重复了? 他无比震惊。 旁边一样, 震惊的还有远扬。 他看到排名第一百名的位置上, 是远方的名字。 先是震惊, 又觉得不可能。 他一个废物, 怎么可能考这么好? 一边, 远方和薛战成相遇。 薛战成帝要拉着远方来看看, 新出的校园排名。 远方原先是不愿意的, 因为对他来说, 校园排名啥的, 根本不在意好吧。 不过, 诗和这丫头倒是挺感兴趣的。 三人一同来到校园排名告示的人群最后方。 人群里有人大声说道, 这远方谁啊? 一旦激起千层浪。 所有人也猛了一下, 又是说道, 我倒是知道我们学校有个排名倒数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排名倒数? 怕不是名字重复了吧? 那人撇撇嘴。 都不愿意相信, 一个人半个多月时间能从全校倒数一月成为前百。 薛战成看了看, 看到远方在上面排名第一百时, 露出兴奋的笑容。 随之, 竖起大拇指, 称赞道, 藏了这么久, 终于不藏了。 而远方看向诗和, 真诚地说了一句, 谢谢。 诗和也并不关心这些排名, 他在乎的, 永远只是眼前这个, 即使义务所有, 依旧相信明天会更好的少年。 远家, 这是一栋比较一般的小别墅, 在池烟市这种不算太发达的地方, 这种别墅也算是中上行人家了。 远阳跑到家里, 气喘吁吁地喊道, 妈, 房间里贴着面膜靠在沙发上, 一脸享受的曲网一脸不跃道, 吵吵吵, 没点眼力见, 不知道尊重妈妈呀。 远阳沉默片刻, 又说道, 妈, 我看了这一次的校园排名榜, 看到了远方的名字。 曲网毫无力气地回了一句, 远家抛弃的废物而已, 三千名还是两千名? 一百名? 远阳不愿意相信地说。 一百名? 曲网顿时从沙发上拾起身子, 撕下面膜, 一脸不可置信地凝视着远阳, 会不会是你看错了? 没有, 我们学校每一次的校园排名都是第一名到五百名, 而远方就在第一百名。 远方认真说, 曲网沉撕着, 嘴里呢喃, 远方何时变得这么优秀了? 又想会不会是有人跟他名字重合了? 他还是不信, 他又说问, 可有证据。 远阳拿出一个洛基亚手机, 放出一张刚拍的照片。 仔细看了一遍, 曲网先是震惊, 又沉思片刻, 说, 不行, 既然他成绩好了, 将来一定能考上大学, 肯定会变得很有钱, 这个工具人必须绑定。 远阳一言不发。 第29章, 如何成为主角? 周一, 四班教室里, 今天是试卷成绩出来的一天, 学生早早就到了教室, 各种讨论习题的, 猜分数的, 里面一阵喧哗, 八点过一分, 学生开始, 安静下来。 不一会儿, 徐妹等人一人抱着一份试卷进入班级, 跟在后面的正式柳霞, 他依旧是发点小怒, 先是死亡凝视, 再从第一排看到最后一排, 又是远方没来, 怎么总是迟到, 他看向张元英, 元英, 远方吗? 张元英回头看了一眼远方的位置上, 没人, 他显得有些愧疚地说, 老师, 我不知道。 柳霞说, 你们不是青梅竹马吗? 闹矛盾了? 这话一出, 张元英想到了当时与远方绝交的画面, 好像是自己主动跟他绝交了。 薛战成笑了笑说, 刘老师, 张元英上个月就跟远方绝交了。 这话一出, 张元英更加沉默了。 柳霞也是一愣, 青梅竹马都能绝交。 薛战成说, 你问问张大小姐, 他嫌弃远方成绩差, 跟人家绝交。 顿时, 张元英成为了全场瞩目的焦点。 柳霞知道, 高中生正式获得某些情绪的关键时刻, 他也不想多说什么了。 绝交了, 那就要承担后果。 远方不来, 那就不来了。 然后, 他脸色一变, 严厉道, 一看到, 你们这些试卷就来气, 全部分数断崖式下跌, 看看你们能不能考上重点大学。 全班都是默契地低着头, 给他先训一遍。 三年相处, 他们太熟悉这一套剧情了。 这试卷, 我按成绩高低排好的。 现在开始分发试卷, 我念到名字的上来吗? 试卷。 他先是注视一下徐妹, 语气沉稳地说, 看你们那不争气的样子, 数学试卷, 徐妹145。 徐妹成绩一出, 全场并无太多反应, 可能是徐妹经常拿这个分数的原因。 邓丽娟143, 江里135, 周运135, 薛战成130。 念到这些成绩, 柳霞提醒道, 是不是都降低了? 130这几个, 平时都是要考140以上的。 他拿到远方的试卷的时候, 特意看了一下, 说道, 这一次, 我们班上升最多的是远方, 125。 听到远方数学成绩125, 全场先是一惊, 然后引起一阵喧哗。 最后是掌声雷动, 所有人都是整齐不一地, 看向远方的位置, 露出祝福的羡慕。 只是远方不在。 刘耀文看远方没来, 他说道, 刘老师, 会不会是改卷老师改错了? 他以前数学30分的那种, 不可能上升这么多啊。 看到刘耀文这件样, 柳霞直接抱粗口, 道, 好意思说人家, 还质疑改卷老师? 这试卷是我改的, 你有意见? 还是说, 你考90分交啊? 顿时, 全场唏嘘一下, 又偷偷笑了。 都知道, 刘耀文这是极度了。 以前远方成绩差的时候, 他嘲笑人家, 现在远方成绩好了, 他一时间接受不了这种打击。 刘耀文背对得哑口无言, 心里安安不爽。 或许, 这就是, 即使远方再查, 他也不能在张云英心里留下特殊位置一样。 数学试卷发完, 全班沉默, 没一个人的成绩是上升的。 这是, 江里抱怨道, 老师, 都是最后一个大体害的, 太难了, 我计算了好久都没计算出来。 看到他抱怨, 柳霞拿起远方没人领的试卷, 翻面给所有人看, 怒了一下, 道, 还好意思说, 那为什么远方这个曾经考三四十分的能作对? 这话一出, 全场瞩目, 一个个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来。 那个大体, 是, 已知常数, 求两点坐标定值的, 真的难报了。 没想到远方, 确实做对了。 柳霞一脸惆怅道, 你们真该向人家远方学习, 这个大体连徐妹都只坐对了一半, 他却丝滑地全坐对了, 还列举了两个不同过程, 太牛了。 这话真的让全班学生陷入沉默。 向远方学习? 多讽刺啊。 曾经, 由于远方成绩差, 全班只有邓丽娟和薛战成跟他讲话, 就连青梅张元英都是跟他绝交了。 如今, 却要向他学习。 这一巴掌打在脸上, 真的疼啊。 这一刻, 远方成了班上的主角, 谁也不能抢走这个专属的位置, 也没人不服了吧。 发完数学卷子, 柳霞又看了看其他几份试卷, 拿起了语文试卷, 徐妹138, 邓丽娟132, 远方132。 再次念叨远方成绩, 全场惊呼不可能。 远方132, 这是怎么做到的? 少徐妹只少了6分。 妖念, 还是神仙。 柳霞一脸无奈,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 人家背后努力啊。 发完语文试卷, 柳霞又拿起物理试卷, 远方95, 徐? 我靠! 怎么可能? 话还没说完, 又一阵唏嘘喧哗, 又陷入了讨论和质疑之中, 远方物理第一。 这95分的物理成绩, 怕是全校前几, 甚至第一了吧。 柳霞笑了笑, 心里乐呵呵的, 就是要让你们羡慕, 让你们感受到压力。 其实, 当初他也不信, 直到每一颗成绩都那么出色, 他才肯定不是抄袭。 当时, 为了验证真假, 他还特意去看了几遍监控, 的确是远方时打时做出来的。 他是真没想到, 曾经看不起他, 成为全校少数烂泥浮不上墙的家伙, 如今却是这般超凡。 半个月啊, 进步神索。 不知道以前是装的, 还是就是最近才努力起来的。 还有待考验。 全班一次次羡慕之后, 柳霞最后拿起来英语试卷。 徐妹140, 江里138, 李军军136, 张元英135, 邓丽娟133。 念了二十几个, 都没有念到远方的名字。 徐妹忽然问道, 老师, 远方没考英语吗? 柳霞说, 这就是远方排名靠后的原因。 远方的英语排名全班最次, 35名, 80分。 得到这个消息, 所有人才稍微整理一下面不表情。 叹息一声, 原来远方也有偏刻呀。 柳霞见他们情绪好转, 又叮嘱道, 人家江陵南老师可是很喜欢远方的, 他英语进步是迟早的事。 这时, 人们才想起远方曾经向江陵南老师表白过, 不一定还真是在一起了呢。 要不然, 在教育平等下, 柳霞怎么可能说这种话? 如果远方不是江陵南的男朋友, 人家凭什么帮助他? 第三十章,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这几天的张元英是最胶着的, 内心真的是, 慌乱的同时又晦涩难懂。 他真的好怕远方以后都不理自己了。 从前, 两个人的关系处于顶峰的时候, 远方很绅士, 从不拒绝自己。 可自从那天开玩笑与他绝交之后, 他再没给过自己好脸色。 他真的生气了吗? 此刻, 柳霞把试卷都分发下去之后, 一个个因为没考好, 愁眉苦脸。 柳霞拿起远方数学卷子, 严肃道, 拿出数学卷子, 我们来讲一下最后一道大题, 看看是不是你们最近假装复习。 也就是这话刚落, 远方也到了门口了。 手里还拿着一瓶饮料, 到门口的时候, 先咕噜喝了一口, 随之简单说了一句老实好, 进入班级。 全班同学整齐华一地看向他, 随即露出微笑。 远方瞥了一眼, 还以为走错教室了呢。 可看到张元英那种渴望的眼神之后, 又觉得一切正常发展了。 柳霞看他这样, 先是下意识一怒, 又想起远方考得不错, 又柔和喊道, 远方回来拿试卷。 远方回首一笑, 不用了, 在我这里做过的试卷, 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这话虽然有点小庄, 但柳霞也不过多问。 一般的同学, 都是希望拿下卷子, 查看自己那不足。 可远方呢? 他是知道自己那不足的。 这也就是考过的试卷, 没有回收的必要。 远方坐到位置上, 旁边的同学开始献殷勤。 由于是同学, 远方只是简单点点头, 咧一下嘴, 表示表示。 看到远方归来, 柳霞转变了思路。 他说, 这一次, 我们班大抵都是落后的。 而我们班, 唯一进步的只有远方。 哄。 这话刚说到一半, 全班掌声此起彼伏, 掌声甚至延绵不绝到外面。 站在操场上, 也能清晰听见。 柳霞也是开怀一笑。 谁能想到, 这个被自己骂了两年烂泥浮不上墙的少年, 如今, 却是能上重点大学的才子了。 真的不容易啊。 难道, 真是自己的眼光出现缺失准确性了吗? 这掌声持续半分钟。 柳霞见掌声消停, 他又继续说道, 我们是一个群体, 平时, 我们应该好好相处。 这一次, 你们下去都多向远方学习, 也希望我们远方同学继续努力。 说完这话, 又让柳霞犯难了。 因为远方正在拿着小说看, 这是得自己上墙多啊。 同学们也是看见远方看小说陷入了沉思。 柳霞怒了一下, 道, 远方同学? 远方只是简单挑了挑眉, 说道, 我不需要, 谢谢。 柳霞和同学们都猛了一下, 随即全班隐隐而笑。 柳霞知道远方这句话大概意思就是有事别喊我, 可他就偏偏要喊远方。 他说, 远方同学, 请你上台给大家讲讲这次考试的心得吧。 这一次, 远方终于抬眸, 露出笑容, 和尚小说, 静止往台上走去。 柳霞站到边上, 说道, 这一次, 我们班排名有大变动, 远方已经进入前十名了。 顿时, 远方刚站上讲台, 台下又哄的一下, 惊呼起来。 所有人都知道, 要是这一次远方阴语考好一点, 可能就进入前五了。 在这么一段时间内, 进步神速, 堪称变态。 现在, 全班都对他产生了好感, 像是重新认识他一样。 曾经他向所有人说的话, 也做到了。 此刻, 远方咳嗽两声说道, 我说两个点, 第一, 我并没有傻考试心得。 第二, 我真诚希望各位都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然后, 远方从讲台上走下, 同学们先是一愣, 直到柳霞鼓掌, 这才一起给远方鼓掌。 柳霞知道, 远方总是那么简单, 但内心, 还是对这个班有些怨气。 曾经, 自己在班上多次调侃他, 让他一路承受着压力过来, 他恨也正常。 远方回到座位, 柳霞帮他圆场道, 远方同学这话很简单, 心得就是努力学习, 找对方法, 这样大家成绩一定能好起来。 远方无所谓, 因为他根本不想跟这群人说什么心得。 他们考上什么大学也与他无关。 而就在这时, 靠窗的位置, 很多同学都是看向了窗外。 一个穿着旗袍的妇人一脸和蔼地朝班里走来。 柳霞也第一时间注意到了, 是远方的妈妈来了。 她上前打开门, 局网刚好到, 面带笑意。 柳老师, 您在讲题吗? 柳霞作为老师, 他还是耐心礼貌地说道, 没有讲题,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局网踏进班级, 看了一眼远方的位置, 看见远方正在看书, 即使听见自己声音, 也不打算抬一下头。 他说道, 我想问一下, 最近大考远方考得怎么样? 柳霞有些为难地, 看了一眼远方。 他很清楚, 局网就是个视力眼。 以前远方成绩差的时候抛弃, 如今远方成绩好了又来挽回, 这似乎让人不爽。 但毕竟这是远方的家人啊, 远方能回去也是好的。 他还是实话实说道, 这次远方考得不错, 全班第十名。 听到全班第十名, 徐王眼睛都亮了。 四班类似于高阳一中唯一的实验班, 所有学生成绩都很不错, 都是最起码考211级别院校的。 远方在这个班第十, 那以后最起码也是能冲击清北的才子啊。 这种人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他笑呵呵道, 我可以看一下他卷子吗? 柳霞说, 正好他的试卷没收, 在这里, 你看看。 然后, 徐王不顾一切, 拿起试卷看了看, 有些震惊, 他是怎么在这么短时间内成长到这一步的。 一百分的物理, 他考95。 这太有实力了。 徐王不相信, 又小声问, 这会不会是他抄袭的? 柳霞道, 不可能抄袭, 全程有老师监督, 监控实时拍摄。 这话一出, 徐王露出贪婪的笑容。 他知道, 远方这棵摇钱树终于可以收回来了。 他在所有学生注视下, 静止走向远方, 到远方面前, 微笑温柔道, 远方, 别生气了, 妈来接你回家。 这话一出, 远方并未回应, 只是盯着书看。 徐王见远方不给自己面子, 明显有些生气道, 你这是什么态度? 就在这时, 远方眸子一宁, 冷冷说道, 滚。 见来硬的不行, 徐王从手提包里, 拿出当时的关系断绝书, 一脸真诚, 边撕边说道, 我向你道歉, 是我不对, 不应该跟你断绝关系的, 现在撕了, 让这一切都消散, 我们重新开始。 远方冷笑一下, 放下手中小说, 看向徐王, 没好气道,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请你离开。 见远方还是不肯让步, 徐王甲装向旁边的哭诉道, 你们看看, 这个就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现在连妈都不认了, 还是人吗? 这苦肉计的确管用, 现场学生有的开始同情了, 远方站起身, 怒道, 十月怀胎, 你也配, 你算什么东西? 这话引得徐王恼羞成怒, 直接不装了, 摊牌了, 收起了鳄鱼的眼泪, 就要动手打远方。 远方提起凳子, 就要一凳子打过去, 幸好柳霞和薛战成, 邓丽娟第一时间上前阻止, 这才阻止了一场刑事案件。 徐王也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动作, 吓得瘫软在地, 精神失常。 天哪, 连自己妈都不要了, 还是人吗? 他只能尝试用道德绑架, 去带捆别人情绪来助攻。 远方放下凳子, 冷冷道, 滚, 下次再让我看见你, 我就不客气了。 说完这话, 他扬长而去, 走出教室。 第31章, 断绝关系, 我也不再需要你们。 3月7日, 清晨, 一缕微光从窗户照射进来, 远方起床打开窗户, 外面的空气很是新鲜, 空树枝上闪亮着晶莹的露珠, 空气里湿润润地散发出浓郁的清香, 呼吸起来让人感到格外清爽。 隔壁房间毫无动静, 可能是因为施河早起的原因。 大天才, 快起床吃早餐了。 在奶奶的房间门口, 施河青阳地喊道, 声音唯唯而起。 来了! 远方在房间边刷牙边穿体恤衫, 再简单洗了一下脸, 穿上一套施河洗过的校服, 收拾一下书本, 整理一下昨晚上的试卷就出门了。 门口, 早已经做好早饭的施河站在门口, 看见他出门露出微笑。 远方也是微微一笑, 你怎么总是起这么早啊? 施河黑黑一笑, 还不是因为昨晚上睡得早, 都说了在做机体, 你都不让我熬夜。 远方挠头笑了笑, 熬夜不好, 以后咱都不要熬夜了。 然后, 两个人一起进入屋内。 奶奶坐在那个远方, 给他买的软乎乎的软凳子上, 喝着粥。 只是, 奶奶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差了。 每一个动作都慢了半拍, 喝粥都只是简单抿一口, 而且嚼宴也需要好几秒。 远方温柔问道, 奶奶, 要不今天我们去医院吧? 一提到医院, 奶奶总是莫名阴沉着脸, 坚决不去医院。 对于他们这种跨时代的老人, 都是怕好钱, 他已经没有赚钱能力了。 而孙女正好读高中, 将来一定能上大学的, 他是怕把钱消耗掉, 孙女又要一直吃苦。 前些天, 远方请了医生来家里帮忙给奶奶检查身体。 奶奶先是拒绝的, 可最后远方用不检查就搬出去住威胁后, 奶奶才肯配合检查。 医生检查出奶奶并没有生病, 只是上年纪了, 多处器官衰竭, 怕事命不久已。 经过这一段时间, 远方早已经把诗和和奶奶当作自己唯一在世的亲人。 不管自己在诗和眼里是什么地位, 当前, 他都把诗和当妹妹。 等高三结束, 他去他的大学, 自己也前往自己的大学, 追寻梦想。 诗和知道奶奶脾气倔强, 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每一次在奶奶身边, 他总是莫名其妙哭泣。 奶奶再次拒绝去医院之后, 远方说道, 马上七点了, 我们先吃饭上学吧。 诗和这才配合的点点头, 看见他们两个不催自己, 奶奶这才露出笑容。 他想在最后阶段去做一些有利于孙女的事情, 而不是消耗孙女最后的财富。 吃完饭后, 远方和诗和收拾好衣服一起去了一中。 路上, 他们两个总会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有时候也会提起李一涵。 一个学渣, 在高三快要结束的时间段, 竟然与两位校花走这么近。 也怪不得都是校花, 这眼光真的出气一致。 就在到校门口的时候, 远方看到了几个很熟悉的人站在校门口保安亭, 好像是远离的亲戚朋友。 他们看到远方到来, 露出现殷勤的笑容, 走上前一步, 笑呵呵道, 小远, 好久不见了。 远方已经与远家断绝关系了, 也没打算, 与这些人联系。 他只想一个人去结识一些真正的朋友, 而不是只为利益的人。 旁边的诗盒本来以为是远方的朋友, 他都微笑回应, 可见远方面无波澜, 他也不再微笑。 走上前, 远方点点头就走进了校园, 那些人不依不饶递上前拦住远方, 道, 看见老表就这态度。 远方严肃道, 我已经与远离一家断绝了关系, 以后我们也只是普通人, 不再是什么亲老表。 这话一出, 那几人先是沉默, 其中一个略胖的二十几岁的人说, 断绝关系。 人家跟你开玩笑, 你还当真了? 远方并没有回应, 只是下意识紧扣着诗盒的手进入了校园。 诗盒有些始料未及, 迎着微风, 脸上浮躁起一抹羞涩红韵。 他就这样跟在远方的身后, 心爱的人挽着自己的手, 这是世间最足的安全感。 进入校园后, 那些人也并没有在纠缠。 他们本来就是渠王请来劝一劝远方。 况且, 他们家的事情与自己合干, 简单配合一下即可。 与失合之后, 远方站在楼下, 就看见三楼四班的门口挤满了人, 就连柳霞也早早到了。 在人群里, 远方听见了一声声叔叔的怒喝声, 正是远离的。 这声音以前还有那么一些威严, 如今不起一丝作用。 远方毅然决然走了上去。 远方来了。 有人第一时间看见远方, 喝了一声。 所有人都是下意识回头, 给远方让开了一条路。 在人群里, 远离, 渠王, 还有几个亲戚。 他们看见远方, 纷纷露出笑容。 只有远离依旧阴沉着脸, 怒喝道, 远方, 听说昨天你还想打你妈。 远方上前, 严肃道, 她是我妈, 她也配。 远离撸起袖子, 就要上前打远方, 旁边的亲戚拉住她, 说道, 远方, 快给你爸道歉, 然后一起回家。 远方无奈摆摆手, 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 我也不再需要你们。 然后, 她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入了班级群。 远离看她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怒狠狠说道, 都说了, 让我教训她一顿, 就老实了。 渠王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 那是以前废物的远方了。 现在, 她看上了远方的学习成绩, 这种人, 将来一定能小有成就, 到那时, 自己的投资就来效果了。 作为一个后妈, 为自己亲儿子谋家产的同时, 还要帮她拉人脉拉关系。 远家的家产, 无疑是远扬的了, 她是怕以后的远方来争抢, 当然要确保万无一失。 渠王上前拉住远离, 安慰道, 别动气, 跟孩子好好说, 犯不着生气。 远离其实很恨远方, 长相跟他妈一模一样, 跟这种人在一起, 没孕缠身。 她本来不想来的, 可架不住渠王的唠叨。 远离怒气冲冲来到班级里, 冲着远方说道, 我最后再问你一句, 还认不认这个家? 远方无所谓, 只是单单说了一句,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已经有了自己新家, 希望以后, 你别出现在我的世界。 见他还是这般态度, 远离一怒之下, 说道, 成绩进步又怎样, 以后别想进这个家半步。 然后, 不管渠王怎么说, 拉着他手离去。 这一刻的渠王只感觉, 远离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傻子。 这种优秀的儿子都能放弃, 要不是为自己儿子谋家产, 真以为老娘稀罕他。 远方说完这话一身轻, 从今以后, 拱手一行了。 第32章, 那个男生这么眼熟, 看远离一家仓皇离去, 柳霞上前道, 远家长, 要不去办公室聊聊。 远离对着这些老师, 还是比较客气的, 他缓和道, 不用了, 家里还有事, 得先回去了。 那好吧, 他说了一句, 快速进入班级, 看了一眼远方, 没啥事, 这才走出了班级。 此刻, 全班上下无不惊叹。 原来, 远方真的和家里断绝关系了。 这是真炸裂啊。 李一涵刚到班上, 听见远方被人堵门了, 叫上闺蜜就跑来了。 在门口看戏的人看见 李孝花前来, 一个个疯了似的。 可李一涵毫不理睬, 静止跑进四班, 第一时间锁定远方位置上。 大笨蛋, 你怎么样了? 莫名其妙的, 他就喊了这么一句。 远方坐在位置上, 梳眉一盏, 抬头看向了前来的李一涵, 笑呵呵道, 没事, 事情已经解决了。 他上前, 让远方站起, 仔细检查一番后, 确认没事, 这才缓和气氛。 你爸也太过分了。 他抱怨一句, 对于远方的爸爸, 他也不会说什么, 毕竟, 那是一个男人的尊严。 我与他再也不会有啥纠葛了。 远方淡淡说了一句, 又坐下了。 一切好像都结束了。 旁边的周虞欢, 才不觉得, 这些事情能严重到哪去, 帮闺蜜说话才是硬道理。 他说, 远方, 你知道吗? 刚刚一涵可是特别担心你呢。 没事, 我是大笨大, 为这些人生气不值得。 远方忽然与一涵相识一笑, 李一涵也是扑齿笑了, 果然是个大笨蛋。 这一幕在周围的同学看来, 议论纷纷, 都一致认为, 只有一种可能, 远方和李笑花谈上了。 当一切担忧被放下, 李一涵终于听见了周围人的讨论, 都是在说他和远方的。 这一次, 这个高冷笑花并未动目, 反而是奄然一笑, 撩了撩刘海, 露出一眼万年的羞涩笑容。 你们看, 诗笑花来了。 就在这时, 在门口, 诗和哭着跑来, 看见远方没事, 笑了笑, 抽击几下, 用手袖子擦一下眼泪, 这才离去。 一时间, 远方, 李一涵, 班上所有人, 都是第一时间望去。 可诗和已经离去, 只留下一个落寞的背影。 一涵又再次看向了远方, 他的表情严肃, 眼里充满了一种情愫, 心疼。 他似乎对那个诗和更感兴趣。 也就是这时, 薛战成和张元英也才刚到。 听到远方的爸爸来学校的事情, 薛战成马不停蹄地跑来。 方哥, 听说你爸来了, 他打你没? 他焦急地问。 背后的张元英亦是如此, 很关心地上前查看。 直到看到李笑花, 他才意识到, 这件事情, 它是更严重了。 远方也不解释, 他对着一涵说道, 一涵, 你们先回去上课, 下午放学再说。 嗯, 一涵点点头, 我们也该回去了。 现在的一涵脸明显有心事, 他想问远方礼物, 他打开了没有。 总觉得这时候, 让远方拆那个礼物, 就好比当着远方的面说, 把那个礼盒拆开。 里面有着四个大字, 我喜欢你呀。 可是, 如果打开了, 他应该有所表达才对啊。 一涵越想越烦躁, 最后出门的时候, 他回首向着远方抱怨一声, 你真是个大笨蛋。 远方都猛了, 这是啥情况? 周围人羡慕嫉妒的不行。 两大笑话, 都是为远方而来啊。 旁边的好基友薛战成, 挽住他胳膊见盈盈说道, 实话实说, 你是不是两个都想站为己有? 远方回眸一笑, 原因, 薛战成喜欢你。 旁边还在跟李一涵做思想斗争的张元英一听, 回过神来, 怒视薛战成。 狗日的远方, 敢陷害我。 张元英在全校享有名誉, 高冷, 霸道, 实名双标, 拒绝感情, 不拒绝礼物。 薛战成可不敢惹他, 连忙解释, 怎么可能喜欢你, 不存在的事。 张元英又怕薛战成真喜欢, 又怕自己面子过不去, 没好气, 喜欢我张元英委屈你了。 薛战成噎了一下, 表情委屈地坐回到自己位置上。 远方, 你去一下张老师办公室。 这时, 柳霞在门口喊道。 远方起身, 静止走出了教室。 张元英委屈巴巴地看着那个背影消失, 内心的失落荡漾无边。 他很后悔自己当初, 为什么要与远方绝交。 自己为何这么傻? 远方是自己的青梅竹马呀, 怎么会这样? 二楼办公室, 咚咚咚, 远方敲了敲门。 进来, 里面传来一道后尘的声音。 远方推开半遮掩的门, 就看见办公室里面除了江陵, 江陵南, 张俊杰等几位老师, 还有三个女生和一个男生。 三个女生就是排名第二的狠人大帝, 第六第七的诗和和李一涵。 唯一一个男生就是全校排名第一的王大锤。 一时间, 所有人都看向远方。 远方被手关上了门, 说了句, 老师们好。 诗和和李一涵站在一起, 看见远方进来都是一笑, 踏出一步, 想来到远方身边, 可看见彼此一动又顿直了脚步, 有些拘谨地看了一眼彼此。 远方看他们两个怪怪的, 主动上前站到他们中间。 两人的目光顿时有了目标, 都看向了少年的侧脸。 看到张俊杰管理的五个班人竖到齐了, 开口道, 这一次百日逝世大会, 你们就是本班的代表, 到时候上台分享感言。 江里老师拿过来几张稿纸, 啊, 这是你们下午上台的感谢词, 后面该说什么? 你们下去总结一下。 远方接过稿纸, 看了看, 上面有几句感谢词, 后面还需要自己补充。 张俊杰说, 回去吧, 好好总结, 先试着练习一下。 然后, 王大锤说了声谢谢老师转身离开, 远方也正打算离开。 张俊杰却说, 一涵和远方先留下。 远方和一涵相识一眼, 不知道啥事。 远方看向诗和, 示意他先离开。 诗和和狠人大地走出顺手关上门。 也就是这时, 张俊杰看着他们两个, 笑呵呵道, 一涵, 我是真没想到啊, 你竟然和远方恋爱了。 这话一出, 老师们笑意盈盈, 可远方却是猛逼了。 张俊杰是一涵的班主任, 关心一下理所当然。 一涵先是一愣, 又低着头, 脸上掠出红蕴。 他默认了。 远方却是解释, 老师, 一涵只是我很要好的朋友, 没有那种关系。 将你笑了笑, 大家都懂, 我们不是要拆散你们, 只是想说高考在即, 要共同努力, 去大学, 不要拖垮彼此的成绩。 远方的解释有些乏力了, 有一种我不要你觉得, 我只要我觉得的感觉。 他看向一涵, 这丫头低着头傻笑傻, 也不解释一下。 第三十三章, 诗和和一涵的乱杀时刻。 下午, 刚准备好演讲稿的远方, 就收到了通知, 去文艺部办公室。 他跟上化学课的老师说了一声, 就一个人走出了教室。 班上的同学, 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 陷入沉思。 他们都没想到, 百日试诗大会的演讲, 竟然让远方拿下了。 办公室里, 远方是最后一个到的, 十五个班的代表都在里面。 特别是诗和和李一涵, 还有狠人大帝。 他们三个都穿着裙子, 真的好美。 一涵和诗和穿的裙子, 还是远方给他们买的裙子。 只是他们两个, 都认为远方只给自己买裙子。 所以, 今天是特意为了这个百日试诗, 穿给远方看的。 里面一个穿着正装的三十几岁的美艳女子, 正经微坐于椅子上。 看见远方来, 她才起身道, 你们将会代表各自的班上台演讲, 今天省内很多大领导都会来, 希望你们多多分享。 所有人都是点点头。 她又看向远方, 叮嘱道, 远方, 经过校方意见, 分配和李一涵, 诗和一起上台分享。 所以, 一定要注意。 远方有些震惊, 三个人一起分享。 一涵和诗和也是有些意外的惊喜。 终于和他们彼此想的那样, 和远方一起上台, 最后的校园时光, 不留遗憾。 老师笑了笑, 你知道像什么? 就按那个来说, 一人分享一句。 好, 远方与诗和意涵相识一笑。 下午四点半, 刚下课, 学校大喇叭就通知整个学校班级, 全部到操场集合。 这一届, 本来高一和高二都是免的, 可上面领导比较多, 为了活跃气氛都叫上了。 每个班班主任带队, 按照课间操的位置站, 一时间, 摄像机预备拍摄, 嘈杂声严绵不绝。 文艺部门的老师也就在这时, 带着15个高三班级代表, 去到后备尝试。 四班班级里的徐妹看着台上, 想到了远方。 这个曾经全校倒数的家伙, 如今, 把自己百日试诗大会的机会抢夺了。 张元英亦是如此, 看着台上, 内心五味杂陈。 原本, 她和远方是青梅竹马, 还是自己不伤她的心, 现在她的女朋友, 肯定就是自己了。 都怪自己, 见所有班级按顺序站好, 班主任吼了几声, 所有人安静。 首先上台讲话的是校长李小明, 他兴致昂扬地走上讲台, 拍了拍话筒, 与朗道, 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老师, 同学们, 下午好。 一时间, 鼓掌声, 吆喝声响起。 李小明又接着说, 今日, 高阳一中百日试诗大会, 再有百天, 高考在即。 今天, 我们举行这个会议, 希望所有高三学子, 都能辖课欲经, 金榜提名。 然后, 来明的领导, 又简单讲话露个脸, 让学生们认识一下, 就到了远方三人了。 备场是, 远方与他们两个 阵阵有词地说着什么。 原本, 远方以为他们两个 成绩那么好, 上这么大的讲台讲话 会紧张, 没想到, 他们两个都远方 还有经验。 直到外面想起一句, 在我们的生活里, 总是不缺奇迹。 而就有这么一个人, 在短短一个月内, 从全校倒数一月 成为全校前百的存在, 让我们热烈欢迎 这个奇迹少年 以及两位美貌 与实力并存的 天才校花, 排名第六与第七的 李一涵和诗和。 然后, 背场室内, 远方邪师和 和李一涵迈着 轻盈的步伐 进入会场。 在这一刻, 他们像是两颗 闪耀的星辰。 刚一出现, 就有人注意到 随即一声尖叫。 诗笑花, 李笑花, 好美啊, 我的三年白月光啊。 唉, 这种女孩 只能梦里能睡了。 唉, 我这种屌丝 最爱看这种科幻颜值了。 高三这个群体 基本上都有了性冲动, 他们从不会承认 去喜欢谁, 但也会去关注 喜欢女生的绯闻。 课堂上 腼腆又木讷, 刻下风流成性, 隐语半语口。 他们谁也不会承认 喜欢了李一涵三年, 他们只会把这份 喜欢当作回忆, 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 这种女生 不是他们能消费得起的。 这种高三的笑花, 不是说你有多少钱 就能泡, 得看人家喜欢不喜欢你。 人们把注意力 都集中到笑花身上, 直到要上台, 人们才注意到 中间那个不起眼的少年。 有人问, 那个人谁啊? 好熟悉啊。 旁边的人回应, 那个人就是远方, 曾经把校外混混 打住院那家伙。 听说这一次考试, 整个高三前百, 太牛逼了。 我靠, 真的假的, 听说上一次校园排名, 他是全校倒数第几来着。 倒数第七, 仅次于你啊。 有人笑呵呵回应, 那人白了他一眼, 惊叹道, 唉, 这就是命啊。 人家这命是掌握在 先人手中的, 当然厉害了。 说完, 他又仰天长笑。 唉, 我这个烂命啊。 台下的同学, 开始从震惊到兴起, 大多注意力都集中到 被誉为高阳一中 百年来最漂亮 两位校花身上了。 而台下的张元英, 就好似一个 只能羡慕别人的校花。 有人惊呼道, 两位校花今天穿的裙子 都好漂亮啊。 此刻, 远方在他们两个中间 默契地走到台上, 向着台下微微鞠躬。 两个校花亭云立, 穿着自带仙气的 白色碎花羊裙, 手里拿着一张稿件, 面露微笑, 举止如雅随和。 狮和他双眉弯弯, 小小的鼻子微微上翘, 脸如白玉, 严若潮滑。 他服饰打扮也不如何滑贵, 但却像一个 落入凡尘的仙子一般 发着淡淡光韵, 硬得他更是粉装玉镯一般。 穿着白蕾丝连衣裙的意涵 站在远方右边, 高马尾, 黏鱼须, 颈部和背部 形成一条优美的曲线, 手腕裙袖的蕾丝微微一卷, 一双号如白雪的小手 拿着一张导纸, 裙下是一双 足以颠倒万物的双腿。 此刻, 两位足以傲视 整个驰验室的笑话 共伴于一个 曾经差伤的身边。 远方, 尊敬的各位领导, 老师, 同学, 大家下午好。 好, 诗和立马默契计划道, 在这个春季, 我们怀揣着梦想, 踏上了一条阳光大道, 昂声高喊, 春风得意马蹄急, 一日看尽长安花。 李一涵, 我们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如今, 大梦已至。 时间如梭后的快马加鞭, 是我们快一恩仇相此月, 先依怒马少年时, 不负韶华且之行。 两位笑话话一落, 欢呼声音如同高山之上的群音之鸣, 掩盖了这世间的繁琐。 这一刻, 诗和和意涵, 像是两抹照耀世间的月光, 令人心神陶醉, 万物未知开。 远方揭话道, 须知少时凌云志, 曾许人间第一流。 现在, 有我开启这百日试试大会。 台下, 文艺部的那个女老师笑着突然沉默下来。 不是, 那远方怎么不用导见? 他不是一个插声逆袭的吗? 怎么准备这么短时间就敢单刀复会了? 台前座位上的校领导和上面领导也是校谈。 这个男生就是你说的那个半个月, 从岌岌无名成为全校前百的天才少年。 校长李小明笑道, 是啊, 就是他, 这一次大考, 他更是考了全省物理的第二, 可谓风光无限啊。 领导一笑, 是啊, 每个人学识独立的都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我们也该足够去相信学生, 才能达到一个教书育人的境界。 旁边又一领导校谈, 这两个女娃子也是不错啊, 如此漂亮, 成绩又如此优异, 怪不得刚刚称呼为校花呢。 第34章, 张元英, 我真的好后悔啊。 风轻微地吹拂场下的观众, 一声辉的少年拨动了校花的心弦。 站台上, 少年对着话筒说话, 旁边的两个女孩眼神里映照的只有她。 台下欢呼雀跃, 台上的远方意气风发, 真的很荣幸啊。 今天由我来讲述成绩上升的秘诀。 其实呢, 我的成绩上升都是有迹可循的, 比如我的努力, 对于知识重点的总结, 说着, 远方下意识看了一眼旁边的诗和和意涵, 当然了, 我的成绩上升, 少不了站在我身边的两位女孩, 她们是我上升的最大助力, 说白了, 就是相互学习, 一起进步。 当然了, 我有三大重点与大家分享。 一时间, 台下所有人都是好奇起来, 虽然都知道远方大概率要说与校花在一起, 自然进步, 但作为喜欢了三年的白月光, 男生们还是会好奇, 想听听怎么和校花一起进步, 耐心听下去。 第一, 规划重点, 把重要的不了解不擅长的知识点多加练习。 第二, 对于不懂的知识点, 要多与老师们沟通交流。 第三, 班上的同学都是成绩上升的关键, 比如, 我与诗和和李一涵同学的一起学习。 一时间, 全场瞩目之下, 吆喝声四起。 有人议论, 原来他是与两大校花一起学习, 才进步如此之大啊。 那怪不得了, 要是自己与两大校花一起学习, 考全校第一也是没问题的。 旁边有人无语, 就你, 跟两大校花在一起, 你考零分吧。 也对, 跟校花在一起, 别说学习了, 满脑子都是去床上学习。 学习完是去约会, 还是去图书馆约会? 还有啥心情学习啊? 此刻? 远方说话完, 又轮到了诗和, 他认真解读了稿件上面的字句, 讲的每一个人都能简易能懂。 一涵意是如此, 他们两个在讲话这方面, 从来都是简单明了, 丝丝入扣, 毫无结巴的可能, 要说的话, 上一秒就总结下来, 下一秒正常吐露即可。 三个人算是第一次合作, 可是如此丝滑, 如此的默契, 三人全程微笑, 给了校领导最好的一场体验。 只是这一幕幕让台后准备的那些人要抓耳挠腮了。 压力之大, 不亚于徒手接一百颗原子弹。 台下领导一笑, 这个男生给人一种超然无外的感觉, 从全校倒数, 一跃成为全校前百, 果然有东西啊。 可不是吗? 如果不是天才, 怎么可能跨越那么大? 他的进步还不至于此, 可能会再次一跃成为全校前十。 前十? 那不是基本上跨越青北头荡线了吗? 是啊, 他的班主任说, 他的进步之大, 是他平生警戒, 那得好好培养啊。 高阳一中, 又多了一个青北学子了。 台上三人默契配合, 台下络绎不绝的掌声此起彼伏, 不知不绝, 近十五分钟的联合讲话, 终于来到了尾声。 远方协同诗和, 一寒三人昂声说道, 在最后的百日, 预祝各位银安照白马, 萨踏如流星, 此去一帆风顺, 百无禁忌, 天官赐福。 谢谢。 三人手牵手微微鞠躬, 这一颗幸福快乐似乎巨像化了。 然后, 三人相视一笑, 一起走下了讲台。 远方走在中间, 怕他们两个会在下楼梯的时候绊脚, 伸识地伸出手给他们搭着, 慢慢走下去。 人群里, 张元英看着这一幕, 心里酸液一阵汹涌, 泪水澎湃而至。 他真的后悔了, 自己当初为什么那么傻。 旁边的高子雪看他哭泣, 上前问道, 圆英, 你咋了? 张元英抱住闺蜜, 哭诉道, 子雪, 我后悔了。 高子雪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后悔啥呀? 一个臭男人不值得你这样。 高二九班的远阳也是被远方这一番操作搞得愣在了原地。 远方真的不是以前那个成绩差的哥哥了, 他变得好优秀, 让曾经看不起他的老师、 同学、 亲戚、 父母都对他产生了敬畏之心。 旁边的同学看他这样, 好奇问道, 远阳, 你怎么了? 那是你哥哥, 怎么愁眉苦脸的? 远阳有些无奈, 他已经不是我哥哥了。 是啊, 同父异母的兄弟, 怎么可能情比金奸呢? 闻一部后台, 周一欢早早就在里面等闺蜜了。 看到闺蜜穿着耀眼的礼裙走来, 他兴奋地上前抱住闺蜜。 一涵, 今天你真的杀疯了, 看看那些没出息的, 臭男人疯狂的。 一涵哥哥一笑, 我觉得我今天好普通的。 随即, 周一欢又看向一旁的远方, 笑呵呵道, 大笨蛋, 今天很帅哦。 远方看向他, 目光灼灼。 周大美女, 你是说我昨天不帅了? 周一欢先是一愣, 连忙解释, 不是, 今天要帅一点, 后知后觉自己怎么上当了。 看远方一笑, 他双手环抱, 没好气到, 哼, 丑死了, 只有一涵看起来帅。 然后, 周一欢才注意到远方左边的女孩, 真的好漂亮, 这颜值一点都不输一哈。 她是真第一次见鹅蛋脸, 这么漂亮的。 一涵是瓜子脸, 本来就占了优势, 本以为一涵就足够漂亮了。 没想到啊, 他们两个真是人间角色。 真不知道远方为啥命这么好, 在两大笑花之中, 竟然不感到压力, 甚至游刃有余。 太不可思议了。 一涵和诗和两个人, 在看到彼此颜值的那一刻, 都会下意识自卑一下。 在他们彼此心里, 都认为对方才是远方喜欢的那一款。 多希望青春不打烊啊。 上晚自习的时候, 远方在教室里看书, 旁边坐着薛湛成, 一直在唠叨, 问他到底要与谁谈恋爱。 是李毅涵还是诗和? 远方毫不理睬。 经过这一段时间, 这个班级所有人对远方的态度 真的180度反转, 除了羡慕就是嫉妒。 也就在这时, 张元英捧着一束花从外面走进来, 静止来到远方身边, 把花递给远方。 道, 小远, 对不起, 原谅我好不好。 远方一抬头, 看到花的那一刻, 眉微微一挑。 张元英, 你疯了吧, 干嘛呢? 张元英解释, 这不是表白, 只是希望你不要再生我气了。 拿回去吧, 我并不生你气。 远方面无表情地说, 这花我特意给你买的, 你拿着吧, 我们回到从前好不好。 张元英恳求地说道, 眼里有泪水打转。 远方无所谓严肃道, 远英, 你还不明白吗? 我们回不到从前了。 这话让张元英直接哭了, 他真的好后悔啊, 多么希望能回到从前。 当然了, 他是发现远方强大了才出此下策。 第三十五章, 诗和, 我们在一起吧。 下晚自习, 张元英恳求与远方一起回家, 被远方拒绝了, 理由是他约了其他女生。 本来张元英只是单纯以为远方故意气他, 还没有原谅他。 直到诗和出现在班级门口, 与远方一起离去的时候, 他相信了。 原来, 远方与两大校花都有联系。 这么好的男孩, 两大校花争抢的对象, 竟然被自己弄丢了。 自己就不应该在他落魄的时候说那种伤人心的话的。 此刻, 远方和诗和走出了校门口, 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走到一半, 诗和突然停下了。 远方也顿住脚步, 回头问道, 怎么了? 月光下, 诗和微微轻眸, 面目清秀, 软软懒懒地说道, 我们晚点回去吧, 陪我走走好不好。 远方愣了一下, 眼神里透着疑惑。 平时这个点, 因为奶奶一个人在家, 诗和都是第一时间跑回家的。 可今天他的眸子, 还是面露之色都不对劲, 肯定有事情瞒着自己。 远方故意不顺着他, 严肃道, 你打算留奶奶一个人在家? 诗和一听这话, 连忙白手解释道, 不是的, 不是的。 他也不知道怎么跟远方说这是奶奶交代的, 今晚上必须和远方表白。 他曾经以为与远方这么近, 就已经是男女朋友了。 没想到还需要明确关系。 远方看着他, 叮嘱道, 这么晚了, 我们回去看看奶奶, 别走了, 感冒不好。 诗和沉默了, 他想到奶奶的叮嘱, 随即露出弱弱的毛子, 随时要哭似的, 小声柔弱地说道, 我们走走就回去, 好不好。 远方看他这般也是有些心疼, 小声道, 有也可以, 但你得把所有事情告诉我。 诗和沉思片刻, 轻轻地点点头, 看他同意, 远方才温柔说道, 走吧, 我带你去商场走走, 给你买一杯热奶茶, 诗和点点头, 低着头跟在后面。 可走着走着, 远方发现, 今晚上的诗和很不对劲。 平时的他, 每次单独与远方在一起, 第一句话总是, 你知道吗? 总是会兴高采烈地, 与远方分享, 今天在校园里发生的趣事。 可现在的他, 像是有什么心事一样, 跟在后面。 远方看了他一眼, 又看向前方, 说道, 诗和, 你很不对劲啊。 就是这话刚说完。 突然, 远方只感觉自己的右手, 被人食指向扣, 他下意识挣扎一下, 猛地回头, 就看见诗和紧紧扣住自己的手, 走在旁边, 低着头, 又忽然勇气可嘉地抬起头, 冲着远方微微一笑。 只是不知为何, 他的毛子里还有朦胧泪水打转, 这样子四哭四笑, 让人恋爱。 这一次, 远方终于忍不住问道, 你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跟我说。 诗和摇摇头, 否定了这一切, 可他的样子, 本来就是藏着试的。 远方严肃道, 你是不是不信任我, 有事我帮你, 不说, 我可要回去了, 回去搬家, 不和你住了。 听到这话, 诗和慌张到颤抖, 直接忍不住哭了出来, 抽气的娇声, 让远方有些为他心落。 这丫头啊, 真的太缺乏处理问题的技能了, 成绩那么好, 大学霸, 可生活还是简单中带着问题。 他由于紧张, 下意识握紧远方的手, 说道, 对, 对不起, 不要搬家, 好不好? 远方严肃, 那你告诉我怎么回事? 又是这话, 逼得诗和慌张到不知所措了。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与远方说那种事, 他心里觉得自己配不上远方, 产生了不可逾越的自卑。 远方看他这样, 轻轻甩开他的手, 表现得很失望, 转身道, 不说我走了。 就是下一刻, 诗和花容失色, 搬上前一把抱住远方, 抽气着说道, 我, 我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吧。 远方一愣, 回眸问道, 为什么? 诗和软弱弱地说, 因为, 我想照顾你, 守护你, 爱护你, 在家里你。 远方温柔一笑, 你知道我们在一起, 意味着什么吗? 诗和超可爱地, 露出渴望的眼神, 意, 意味着什么? 远方微笑道, 意味着我们要睡一张床, 我想亲你的时候, 你不许躲, 这一辈子, 只能爱我一人, 将来还要为我生孩子, 这些你都能做到吗? 诗和眼神都发光了, 紧张到身子微微, 颤抖, 原来, 两个人在一起, 有这么多规矩, 要遵守。 他点点头, 肯定道, 我一定会遵守的,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爱你一个人的, 我们在一起好不好。 远方看着诗和, 他知道肯定是奶奶教他的, 不然, 他这么单纯, 怎么可能向远方表白? 远方也没想到, 诗和是真的喜欢自己啊。 原本以为高中毕业, 就各奔东西, 没想到, 还是要与他一起。 他叹了一声, 自己何德何能, 让高阳一中, 天才笑话喜话。 远方也是觉得自己, 好像有家庭了一样, 这老婆的高中带到大学了。 他转过身, 把诗和抱在怀里, 狠狠闻了一下诗和的体相。 嘿嘿笑道, 现在我们算是在一起了, 那我是你的什么? 诗和软诺诺的, 含糊糊的说, 男, 男朋友吧。 远方调戏一下, 哦, 我想听你喊我一声老公, 你不会拒绝吧? 诗和脸忽然红了, 他说, 老公, 好像是要结婚。 那才能叫吧? 远方忽然严肃起来, 哦, 所以, 你都不打算与我结婚是吧? 诗和连忙喊道, 老, 老公, 远方很满足, 好, 我亲爱的老婆, 又紧紧抱了一下诗和, 他, 真的好香啊, 就这么一句话, 诗和脸红心跳远, 超频时频率的几倍, 可能今晚上, 要睡不着了。 远方是真没想到, 有一天竟能与笑话谈恋爱, 真的是天官赐福啊。 走, 我们买奶茶去。 说完, 远方紧扣着诗和的手, 走在大街上。 诗和可能是因为, 刚才紧张的原因, 身体软糯糯的, 好似没多少力气, 脸也是红得像的大苹果似的。 这一刻, 纯粹的爱情, 似乎具象化了。 少女的脸红, 胜过世间一切告白。 来到奶茶店门口, 这家奶茶店不错, 位置在路边, 顾客很多, 排了一分钟队, 远方高兴地说道, 我要两杯温热草莓奶茶。 稍等。 前台小妹笑呵呵, 说了一句。 不久后, 前台小妹递来两杯奶茶, 远方接过, 插上吸管吸了一口, 把喝过的地给失和, 失和也不嫌弃, 拿过来就满足地吸了一口, 满足道, 好甜啊。 远方表现出好奇, 又拿过来, 喝了一口, 巴唧一下嘴, 嗯, 有点甜, 但还是没你甜。 失和脸一红, 拿过奶茶喝了一口, 羞涩道, 大天才, 嘴跟抹了蜜似的。 远方上前握住她的手, 一起回家了。 第36章, 张元英的表白。 4月份的天气多云多雨多伤感。 清晨, 池烟室上空还有淡薄雾气, 湿润的空气里透着雨露。 高阳一中门口, 整个月里, 今天是远方来的最早的一天。 失和与远方牵着手, 笑嘻嘻讨论习题, 在路上, 他们是最为耀眼的。 这些天, 但凡见过他们的, 无不惊叹。 上个月, 远方刚与李义涵传出绯闻。 这些天, 失和与远方在一起的绯闻又一直疯传。 他们两个总是在最后才来学校, 所以很少有人知道。 其实已经在一起一个月了。 就连李义涵也只是听见两人的绯闻, 并没有看见过。 没想到真在一起了。 失笑花呀, 这么一颗好白菜, 就这样被诸拱了。 今天, 远方送失和到了他们班门口, 也算是主动官宣了。 也就是经过十一班的时候, 这一幕正好被周于欢看见了。 他扒了一下旁边的李义涵, 急忙道, 义涵, 你看, 远方。 听到远方的名字, 义涵下意识抬起头, 就看见远方的背影已经过墙角, 没看见远方送失和的场面。 周于欢无奈说, 错过了。 啥错过了? 义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周于欢一汉一下, 刚刚远方送失和过去, 两个人有说有笑的。 送失和? 义涵听到这个名字, 危机感油然而生, 他下意识看向了班级门口。 想到了这些天有很多人说远方与失和在一起, 这个绯闻。 难不成是真的? 可他从来都没送失和到班级门口啊。 自己也从未看见他和失和有特别的动作啊。 想着, 他还是走出了教室, 打算看一下。 远方送失和来到十二班, 他们班的男生第一时间注意到了他。 失和进入班级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经意看向了失和。 这个高冷的笑话, 没想到有男朋友了。 整个班男生都是露出失落的神色。 暗恋结束了。 当失和坐回自己位置上与远方说了声白白, 远方回头, 就看见一寒站在十一班门口, 看着自己。 他并没看见失和的身影, 所以并没有太多的情绪, 只是淡淡地笑着。 这时, 周于欢一是走了出来, 脸色凝重地望着远方。 远方走上前, 一笑, 你们怎么出来了? 一寒没说话, 周于欢却替闺蜜问道, 你是不是和失和在一起了? 远方先是一愣, 看着一寒用柔弱的目光, 注视自己。 远方点点头, 是的, 我和失和在一起了。 这话犹如晴天霹雳, 一寒只感觉自己的天空淡了。 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是情急生悲地笑了笑。 愣神地望着远方的脸庞, 眼瞼里, 泪物弥漫, 泪水四下一秒, 就会掉落一样。 一寒, 远方轻声喊了喊, 一寒这才回过神来, 泪水止不住地掉落。 即使双手去擦也难以止住, 他只好转过身去, 尽量让自己声音不那么矫情地说, 祝你们幸福。 然后, 走进了班级里, 坐到位置上悄悄抽气。 他觉得自己好傻, 为什么不早早主动告诉他? 远方也是有些憋闷, 不知道他为什么哭, 更不知道他喜欢自己喜欢到什么地步。 如果, 如果在当初他向自己坦白喜欢, 那自己一定会与他在一起。 可现在, 一切好像晚了, 失和已经把位置占满了。 青春总是充满了遗憾。 我们都以为对方不喜欢自己, 想表白又怕对方拒绝, 到最后失去了, 又如梦初醒, 觉得自己该第一时间表白。 那样, 他就是自己的了。 我们无法预知某个时刻的价值, 直到他变成回忆。 此刻的周瑜欢好像很生气, 他冲着远方问道, 远大笨蛋, 你啥时候与诗和在一起的? 远方直言道, 上个月百日实施大会结束吧。 周瑜欢明白了, 没好气道, 所以, 你是不喜欢意涵, 还是根本没看他的礼合? 远方一愣, 喜欢意涵这要是以前, 那肯定喜欢啊。 礼合? 好像是当初意涵给自己的, 记得拿回去, 以后就当做纪念品放起来了。 难道说里面还有秘密? 周瑜欢看他迷迷糊糊的, 气鼓鼓道, 算了, 我都不想说了, 两个都是大笨蛋。 然后, 他也走进了教室。 在他看来, 意涵不主动表白这是败招, 远方不拆礼合, 这也是败招。 这好像从一开始, 就是遗憾。 远方愣在原地, 好像有些失神, 周围站满了吃瓜群众, 他们在得知两大校花都喜欢远方的时候, 都快要疯了。 这校花要是喜欢自己, 那真是前辈子家烧糕香了。 太科幻了, 被誉为高杨一中百年最美校花, 竟都喜欢一个人。 这就是命啊! 在听见周瑜欢讲话的声音后, 诗和也跑了出来, 来到远方身边检查一下他身体, 问道, 怎么了? 远方看着他, 笑了笑, 没事, 你先回去, 我也要回去上课了。 诗和也听话地回到教室, 然后, 他看了一眼, 意涵选择离去。 高三四班, 教室里还特意布置了, 很浪漫, 很是热闹。 在讲台上, 张元英捧着一束花, 台下所有人露出吃瓜神色。 只有薛战成知道, 远方已经有女朋友了。 张元英这么做, 简直就是自取其辱。 诗和可比他漂亮, 还比他优秀。 他张元英凭什么, 让远方放弃, 诗和选择他。 果然, 当远方到班级门口的时候, 进入班级的时候, 就有人起哄, 然后, 张元英捧着一束花上前来, 做出柔弱的神色。 微笑道, 小远, 我们在一起吧, 以后, 我会好好做一个女朋友, 别拒绝我, 好不好。 远方愣了一下, 他看了一眼张元英, 道, 我不喜欢你。 而且, 没人告诉你, 我有女朋友了吗? 这话一出, 所有人一阵唏嘘。 张元英失神地, 捧着花不知道该怎么办。 薛战成都忍不住笑了, 让你曾经和人家绝交的, 活该。 以前的远方对你多好, 还真以为人家配不上你。 刘耀文在听说这个消息, 这才露出笑容, 这也证明他追张元英还有机会。 这时, 有人说道, 你们还不知道吗? 远方有个绯闻, 是与诗和笑花在一起了。 远方一听, 也是说道, 是的, 我与诗二班诗和在一起了。 然后, 他坐到自己位置上。 张元英捧着花, 要哭似的, 最后, 只能不甘地回到位置上。 最终, 他还是失去了这个竹马之交。 晚上, 下晚自习。 诗和下午, 就跟远方说要提前回家。 他回到家, 就看见诗和坐在门口, 等待着远方。 看到远方回家, 他端过来一碗面团疙瘩, 笑嘻嘻道。 这是我特意做的, 甜甜糯糯的, 很不错。 远方放下书包, 拿过来, 吃了一个, 很好吃。 不错嘛, 有大厨风饭。 这时, 远方看向了奶奶房间, 问, 奶奶吃了吗? 诗和说, 放心吧, 就是奶奶想吃, 我才先回家的。 远方这下放空心态了, 晚上, 夜已深, 差不多十一点半。 诗和突然敲了敲远方的门, 远方起床开门, 就看见诗和站在门口。 脸色红润, 软糯糯的说, 今晚上我陪你睡吧。 远方一愣, 为什么? 因为, 诗和一时间愣住了, 他也不知道找远方干嘛。 可奶奶说了呀。 因为, 我不管, 今晚上让我陪你睡, 好不好? 诗和只能简单陈述一下。 远方严肃道, 不行, 回你房间去, 在娘家, 你陪我睡。 诗和委屈, 为什么不行啊? 不行就是不行, 回去。 远方喝他一下, 诗和才回去。 第37章, 一涵, 你一定要幸福啊。 隔天, 张俊杰得知李一涵不专心上课, 一直哭哄不乖的原因, 是因为远方的时候, 他真是被气到了。 他把远方喊到了办公室, 办公室的老师们都上课去了, 只剩下他们两个, 两大大男子相识一眼, 各有打算。 张俊杰说, 远方, 你怎么可以这样随意抛弃女朋友? 远方一愣, 解释道, 老师, 我没有抛弃女朋友。 张俊杰须眯着眼眸, 质疑道, 难道不是, 你抛弃一涵他才哭呢? 远方解释道, 不是, 是因为, 他知道了我和诗和在一起的原因。 张俊杰愣了一下, 有些不可思议。 难道说, 你还是个渣男? 什么渣男? 我当然不是。 远方解释, 是一涵喜欢我, 得知我与诗和在一起后他才哭的。 张俊杰更加不解, 你和一涵不是早在一起了吗? 啊? 远方猛了? 没有啊, 我和一涵一直是关系好的朋友。 这下, 张俊杰终于明白了, 他说, 我不管, 你必须哄乖一涵, 不然, 影响他成绩, 我拿你是问。 远方挠挠头, 老师,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我怎么哄他? 张俊杰没好气, 当初人家一涵抱你的时候, 你看不出他喜欢你吗? 远方说道, 我知道, 但我不敢承认, 他可是羔羊义中笑话, 我何德何能啊? 当初, 如果他向我坦白喜欢, 那我肯定与他在一起的。 张俊杰明白了, 原来, 学生的喜欢, 一直都是那么纯粹的暗恋。 一涵这丫头, 始终慢了失和一步, 可为何人家失和都敢主动? 可你为何不敢主动呢? 远方, 你好好跟他谈谈吧, 别让他因为你考不上大学。 张俊杰说完, 低头改试卷了。 远方点头之后, 离开了办公室。 他来到十一班门口, 看见里面是江里老师上的语文课, 他敲了敲门, 所有人都看向了门口。 李一涵趴在桌上, 也不听课, 谁讲话他也不听。 即使听见有人打断课堂, 他也毫不理睬。 远方看了一眼他, 说道, 老师, 我可以见一下李一涵吗?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一涵才缓慢抬起头, 脸上泪痕如同玫瑰盛开, 眼眶湿润, 泪眼朦胧。 看到远方的那一刻, 他起身走来, 走到一半直接跑起来, 片刻堕入远方怀中, 大声地哭了出来。 远方猛了一下, 双手敞开不知所措, 不知道要不要抱一下他。 全班也是惊呼出声, 江里也是猛了一下, 他是没想到, 李一涵也有这么任性的时刻。 在爱的人面前, 他似乎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了。 高中生的喜欢是很纯粹的感情, 远方终于伸手揽住他肩膀, 说道, 老师, 我可以带一涵出去走走吗? 江里挥挥手说, 去吧, 他也不想听课, 带他去好好聊聊。 此刻的一涵像一只黏人的小精灵, 抱着远方一刻也不愿意撒开。 这可把这个般暗恋一涵的男生搞阴梦了, 暗恋了三年的白月光啊。 他竟然喜欢了一个, 大家都不觉得他能喜欢的人。 远方带着他下楼, 带他去操场上吹吹风, 冷静一下。 两个人坐在草地上, 一涵揽住他肩膀, 内心一直处于幻想之中。 远方说, 一涵, 大学真的很好, 大学生都很优秀。 一涵听不进去, 他只想好好陪陪这个少年。 他好后悔当初自己不和远方表白, 不然, 现在远方的女朋友就是自己了。 沉默了好久, 一涵终于哭诉说道, 我真的, 真的好喜欢你啊。 远方在这一刻, 终于知道暗恋的不义了, 就好像吃醋, 这是一种喜欢与恨相逢, 才会诞生的因果。 远方说, 对不起, 一涵, 我当初, 其实感觉你是喜欢我的, 可你是羔羊一中笑花, 我不敢多想。 一涵也知道自己错了, 他说, 都是我不对, 我应该主动一点的。 远方安慰道, 一涵, 我们要做一辈子的朋友啊, 好好听课, 考上理想的大学, 我们都要做最好的自己。 一涵心里很清楚, 这辈子, 要么是远方的女朋友, 要么就是陌生人。 最后, 他起身, 四哭四笑地说, 我会努力的, 那就助我们顶峰相见。 然后, 他走了, 只是, 他走的方向是出校门, 远方怕他有危险, 随之远远相望。 一涵跑到家里, 成衣在外面正在洗牛肉, 看见自家闺蜜, 很伤心地跑来, 他放下手中的牛肉, 在油裙上擦了擦手, 上前抱住闺女, 心疼地问道, 闺女, 谁欺负你了? 一涵哭诉道, 妈, 成衣把闺女抱在怀里, 悄然, 他看见了在远处的远方, 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 可能是两个人吵架了。 对于这家人, 远方真的亏欠太多了, 他只能远远向成衣居各公表示自己的歉意, 然后转身离开。 成衣问道, 怎么了闺女? 一涵说, 妈, 我真的好喜欢远方啊。 成衣忽然笑了笑, 喜欢可以追啊。 他远方还不允许你追。 一涵说, 可是, 他有女朋友了。 啊? 成衣一愣, 看向了远方的位置。 他有女朋友了。 一涵有些懊恼, 都怪我, 我应该主动向他表白的。 成衣从来都是个好母亲, 他从不觉得一个高中生的喜欢只是单纯幼稚。 他觉得闺女喜欢一定有他的道理。 他只会后悔没告诉闺女早点去向远方表达自己的喜欢。 他也相信远方是个好孩子, 不愿意让一涵伤心的。 只是感情这种事情总是充满了一涵。 晚上, 远方回家, 他第一时间拿下一涵送给他的礼盒, 打开一看, 第一层是一个红彤彤的大苹果, 第二层是一只精致的钢笔, 第三层是一达钱。 这钢笔上面刻了字, 是半句是眼前人, 是心上人。 应该还有上半句海底乐是天上乐。 远方想起来了, 一涵手里也有那么一支笔, 笔上面就是一句海底乐是天上乐。 原来, 他早就暗示了, 这更是一双情侣笔。 在里面的上面, 还有一张粉色的信签纸。 上面写道, 继续一人以偏爱, 愿尽于生之慷慨。 字面意思就是这辈子只爱你。 这一刻的远方, 真感觉重生, 应该当渣男。 他看向窗外的月亮, 心里祈祷, 一涵, 你一定要幸福啊。 第38章, 柳如烟来了。 隔天后, 远方与诗和交往的事情, 传遍了整个校园。 因为此事, 远方还被校方约谈过。 当然了, 还有一涵, 喜欢远方这件事, 也疯狂传播。 一涵并不在意, 他并不觉得, 喜欢远方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只是可惜了, 自从知道远方与诗和恋爱之后, 一涵再没有与远方说过一句话。 他并不是嫉妒, 只是觉得这样, 对他对自己多好。 下午的图书馆人格外的多, 做题, 背书, 玩手机, 聊天应有尽有。 在一个靠窗的位置, 远方与诗和正在聊一个数学题。 这时, 旁边有个女孩, 悄悄跟旁边的同学说道, 你知道吗? 第二次大考的全校, 排名下来了。 旁边的女孩一听, 顿时来了兴致, 问道, 前十都有谁? 那女孩思考片刻, 说道, 除了四班的徐妹重进前五, 其余都变了。 直到她看见窗户边的远方的时候, 她惊了一下, 道, 我记起来了, 这次大考, 前一次考全校一百名, 百日试诗大会上台那个男生, 好像叫什么远方, 这一次, 她已经是全校前十了。 一时间, 旁边的同伴惊讶到不可思议。 百日试诗的第一次大考, 从全校倒数一跃成为全校前百。 第二次大考, 从全校前百到了全校前十, 这也太疯狂了。 怪不得两大校花争风吃醋的。 这还是我也得疯狂啊。 女孩看了一眼远方旁边的诗和, 又问, 那这一次, 两大校花名次上升没? 那女孩敲咪咪说道, 当然了, 这一次, 李懿涵笑花第四, 诗和笑花第五, 太疯狂了。 那这一次, 还是王大锤第一吧? 那女孩问, 当然不是了, 这一次考第一的是荒天帝, 第二名的是狠人大帝, 第三名的是张三丰。 那女孩, 津津乐道。 这些话也随风飘进了远方的耳朵, 她笑了笑, 继续与诗和聊题。 这时, 一边又一个人说道, 你们知道吗? 高阳一中前一任笑花柳如烟回来了。 这话一出, 引得周围人心神一震, 随即露出羡慕之色。 柳如烟。 这个名字, 在高阳一中可谓是人尽皆知。 在李毅涵和诗和之前, 她是天才笑花。 据说当年她是高考699分上的中大的岭南学院。 中大旁边的江浙大学, 还有清北这些大学都是亲自上门, 可她都拒绝了, 只是单纯想去岭南学院。 据传, 她刚进入大一, 就成为了岭南学院的学生会主席, 第二年开始创业, 只用了半年成为全国知名企业家。 远方也是一阵。 柳如烟? 那不是自己的金主吗? 难不成也是高阳一中出去的。 这么离谱啊? 远方从不喜欢去听这种新闻, 也不知道柳如烟是高阳一中的。 看旁边这些同学的反应, 这柳如烟应该不凡。 也的确, 远方当天看见的时候也觉得惊艳。 那身材, 那长相真不是戴的。 远方看向一脸认真的诗和, 问道, 诗和? 嗯? 怎么了? 诗和温柔地抬起头, 不知道远方什么事。 远方微微一笑, 问道, 你知道柳如烟吗? 诗和威, 微测着脑袋, 思考片刻。 哦, 知道吧, 好像是学姐, 她也是这个学校出去的, 非常厉害。 远方真的莫名一笑, 原来, 是自己人啊。 这柳如烟, 到底看上了自己什么潜力? 她要是那么厉害, 那自己, 都不用奋斗了。 远方轻轻一笑, 诗和, 你知道, 上前开我一万一个月的是谁。 诗和摇摇头, 不知道, 谁啊? 远方只觉得好笑, 她说, 猜不着吧, 就是柳如烟。 诗和有些震惊, 你和柳如烟, 学姐认识。 远方无奈, 也不知道, 她看上了我什么潜力。 那可能是你的身上, 有什么优点, 被她看上了吧? 诗和。 一本正经, 远方一笑, 当初我也觉得, 可我感觉我一无是处, 除了长得帅, 全是缺点。 诗和黑黑一笑, 难不成如烟学姐, 看上你长相了。 远方逗她, 说不定还真是, 你说要是如烟学姐看上我, 要保养我, 该怎么办? 诗和脸一下子沉下来, 嘟囔着嘴, 道, 我不管, 你是我的, 你只能是我的, 有钱了不起啊, 我将来一定比她还有钱, 你先忍耐一下, 到时候我保养你。 远方被她逗笑了, 好好好, 我等你, 将来有钱了包养我。 诗和这才满足地低着头, 内心惊起波涛海浪, 受到刺激, 突然一下就爆发了。 就在这时, 班长徐妹来到图书馆, 看到远方, 说道, 远方, 班主任叫你去一趟办公室。 远方一愣, 随即看向了诗和, 不知道有什么事。 去吧, 我下晚自习在这里等你。 诗和黑黑笑道, 然后, 远方与徐妹一起去班主任办公室, 路上, 徐妹从严肃变得精彩, 巧声问道, 你和柳如烟学姐认识? 远方看她这么好奇, 严谨说道, 当然了, 当年, 如烟学姐与我是至交, 我们曾经一起学习过。 徐妹半信不信, 如烟学姐可是高扬义中出去的天才, 我们怕是几辈子也达不到人家的成就。 远方一笑, 别灰心, 你一定行的。 办公室里, 柳如烟坐在沙发上, 一套红色礼裙让她气质不凡, 一双大长腿如梦似幻, 一头如瀑布般的头发让她更加绝美。 旁边的柳霞笑问, 公司上市了吗? 柳如烟一笑, 在3月7号上的是, 她这一次来就是专门感谢远方的, 要不是远方还真不一定能上市。 柳霞又问, 所以这一次回来是因为远方, 还不打算告诉校方。 柳如烟微笑道, 告诉校方又得忙活, 还不如悄悄来悄悄走。 柳霞不明所以, 那这个远方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认识的? 柳如烟想到了与远方相见那天, 她说, 可能是因为她优秀吧。 她优秀? 柳霞一愣, 也的确, 远方从刚开始的全校倒数, 一跃成为全校前十。 在任何一个地方, 这不得是个绝世天才啊。 在小说里, 这也得是一个完美的废材流啊。 第39章, 如烟大帝为我撑腰。 远方从未想过, 自己想赚钱的路会这么顺利, 原来, 运气和努力一样重要。 班主任办公室, 现在只有柳如烟和柳霞, 两人交谈甚欢。 曾经, 柳如烟也是柳霞的学生。 在前几届学生里, 柳如烟是最优秀的一位, 也是最漂亮的那个。 咚咚咚。 门口, 徐美和远方敲了敲门。 里面安静下来, 柳如烟站起身, 上前开门。 打开门的瞬间, 两人都是一惊。 远方率先礼貌一笑, 如烟学姐。 柳如烟上前笑呵呵, 上前牵起远方的手往里面走。 说道, 你怎么知道, 我是你学姐。 远方挠挠头也是一笑, 刚刚知道。 这可把身后的徐美看得一呆, 她是不曾想到, 这个如烟学姐这么有魄力。 这男生的手, 她是想牵就是牵啊。 自从远方来, 柳如烟似乎自动屏蔽了柳霞徐美一样, 自古与远方亲切聊着。 她聊了聊远方的下巴, 妩媚一笑, 远方弟弟, 姐姐可是很想你哦。 远方明显是有些招架不住, 这已经不是绿茶了, 这简直是威严耸听。 她真的, 就插座到远方腿上了。 远方是早有察觉, 她是冲着自己颜值来的, 说不定还真是想包养自己呢。 虽然说柳如烟也不错, 大美女郁姐, 但对于清纯可爱的诗和来说, 还是老了点。 学姐, 别这样, 我是有家世的人了。 远方有些抗拒地说, 听见这话, 柳如烟先是一愣, 又笑了笑。 呦呦呦, 高中生就把未来老婆敲定了, 不简单吗? 远方黑黑一笑, 我想老婆是初恋, 这是很高尚的品质。 柳如烟微微弯腰, 露出杀人夺命容颜和纤细的腰, 诱惑一笑。 你女朋友有我漂亮吗? 远方只感觉这是干部考验自己啊。 自己要拿什么来考验干部呢? 这虽然很诱惑, 她坚定一下内心, 说道, 如烟学姐很漂亮, 但我老婆更美。 这话让柳如烟有些意外, 她终于知难而退, 整理一下裙摆, 温柔道, 你知道的, 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新加坡, 可没一个像你这样的。 远方有些尴尬一笑, 学姐, 要不我们聊聊正事吧? 柳如烟看向远方, 学弟, 我来池烟市是有个商业聚会, 你想不想跟我去玩玩? 这话的意思就是想让远方陪她一起去, 顺便长一点见识。 远方也不好拒绝, 坦言道, 没问题, 如烟学姐大概啥时候去? 柳如烟抿嘴笑了笑, 今晚上八点, 在天狱酒楼, 不见不散。 天狱酒楼, 这是整个池烟市最高档的酒楼, 没有之一。 远方记得, 小时候陪妈妈去过一次, 后来妈妈于远离离婚后, 就再也没去过。 远方是真想带诗盒去看看的, 又觉得不妥。 还是等以后有钱了, 再带她去吧。 柳如烟又对柳霞说道, 老师, 你让徐妹等人也去吧, 让这些学妹先接触一下, 那种氛围将来也不会手足无措。 柳霞答应了, 随即道, 那我跟他们先讲讲, 晚上一起去, 我就先替他们谢谢你了。 一旁露出仰慕之色的徐妹, 一时一笑, 多谢如烟学姐。 柳如烟笑笑, 又看向远方, 温柔道, 远方弟弟, 要不连你女友也带上。 远方却是拒绝, 多谢学姐好意, 我女友有点小内向, 她不喜欢那种氛围, 要不我带我兄弟去蹭个饭吧。 柳如烟一声轻笑, 那好, 我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远方柔和一笑, 晚上, 七点半。 远方与薛战成约定在天狱酒楼门口。 远方到的时候, 就看见薛战成站在一处墙角, 好似怕人看见他。 这家伙平时就怕消耗钱, 这种地方高档不说, 一般人还进不去, 他真是老怕了。 当时远方和他说来天狱酒楼的时候, 他还以为远方忽悠他呢。 天狱酒楼是一个非常豪华, 里里外外都是金黄色瓷砖折照的光芒, 是一个三角形建筑, 一道大门十分引人注意, 门口豪车一架, 驾停在固定车位, 稍微差一点的车都不敢来。 看见远方来, 薛战成这才整理一下自己的不合身的西装, 露出一抹冻僵的笑容。 方哥, 我们来这么贵的地方, 不要命吗? 远方无奈一笑, 反正又不是我们付钱, 炫饭就够了。 这时, 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 远方看见了一辆车, 是远离的一辆本田私域。 照这么看, 远离应该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远方也不等其他同学了, 他带着薛战成就往里面走去。 来到门口处, 一个穿着正装的男子拦住他们两个, 面色严肃, 道, 两位, 有邀请函吗? 远方一笑, 没有邀请函, 是柳如烟邀请我们来的。 听到柳如烟, 男子明显要松懈一点, 问道,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远方? 远方说道, 听到这个名字, 男子恭敬做出个请的手势, 道, 贵宾里面请。 随即, 远方带领薛战成走路进去。 很多看似高贵的人围在边上聊天, 有外国佬, 有经商之人, 更有大老板, 看见远方近来都是露出鄙夷之色。 来到最里面, 远方扫视一圈, 看见了最中央位置与人聊天的柳如烟。 穿着一套红色礼裙的柳如烟也是第一时间注意远方, 随即与之一笑。 这时, 穿着西装的远黎和曲网突然看见了远方。 他拍了拍曲网的肩膀, 曲网也随之看见了远方。 他说, 这小子怎么来了? 远黎说, 说不定跟随我们来的, 得把他劝回去, 要不然惹出什么事来, 我们担不起。 然后, 两夫妻相伤一番, 来到远方身边, 没好气道。 你怎么进来的? 这地方, 是你能来的吗? 远方听见这声音, 本来与柳如烟相视一笑, 又迅速回过头来, 看见远黎这两夫妻, 淡然道, 当然是有人请我来的。 远黎环顾四周, 严肃道, 这里一看就是高贵之人, 聚集之地。 谁邀请你来的? 你认识柳如烟小姐吗? 远方不耐烦? 滚! 别来烦我。 远黎也不耐烦。 道, 我劝你快点离开, 这里这么大场面, 小心人家东西, 不见你可脱不了干系。 这边的声音稍大, 又透着不耐烦, 被柳如烟听见了。 他与那个年轻人聊几句后, 终于走了过来, 当着所有人的面, 大声说道, 远方是我邀请来的, 你有意见。 顿时, 全场安静下来, 都是投射好奇的目光过来。 本来还一脸气愤地远离 两夫妻顿时下的脸色煞白, 猛地回头看向了柳如烟。 远离脸色煞白, 吞吞吐吐吐地问, 如, 如烟小姐, 你是说她是您邀请来的? 柳如烟道, 是又怎样? 远方是我朋友, 你们说要谁点离开来着? 薛战成又在一旁拱火道, 刚当他们过来, 要远方出去来着。 远离两夫妻都下傻了, 不可思议地看向柳如烟, 道, 如烟小姐, 您怕不是邀请错了, 她只是个高中生。 远方也随之礼貌喊道, 如烟学姐。 柳如烟对远方宠密一笑, 远方弟弟, 要他们出去吗? 远方一笑, 如烟学姐随便处理, 我无所谓。 柳如烟明白了, 喊道, 来人, 把这两人请出去。 顿时, 两夫妻遭雷劈一般, 傻眼了。 一股无法言喻的悔恨涌上心头。 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远方 竟与柳如烟认识, 看样子还很熟。 要是被赶出去, 那今天来谈的生意就要泡汤了。 如果生意做不成, 倾家荡产不说, 怕是要负刑事责任了。 远离猛然上前恳求道, 如烟小姐, 是我们两夫妻不懂事, 还望给个机会。 两夫妻看柳如烟不表态, 又上前扒拉远方。 远方, 看在我们关系的份上, 给个机会。 我们毫无关系。 远方冷冽道, 你好狠的心。 远离最后说了一句。 柳如烟再次看了一眼远方的态度, 远方毫无动心。 随之, 两夫妻被无情赶了出去。 第四十章, 远方是我柳如烟的人。 远离两夫妻被赶出去以后, 柳如烟上前挽住远方手臂, 站到了一个最显眼的位置, 向大家宣布道, 这个少年是我最重要的盟友, 是我柳如烟的人,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相处。 这话已经足够有威慑力了, 只要是有点阅历的, 都知道这个少年在柳如烟心里多么重要。 大家都是来谈生意找投资的, 谁会跟钱过不去? 一方面, 只要讨好这个少年, 大概率都会得到投资。 而这里面, 还有很多记者, 他们也是第一时间注意到这一幕, 多多拍摄。 在一边, 一个卷毛看到柳如烟如此袒护这个少年, 他对远方颇为感兴趣。 自己一个身价几个亿的富家公子, 都只能安前马后, 他一个高中生平什么, 能得到柳如烟这等青睐。 各位, 那我们先用餐, 之后我们再谈论这一次的合作。 然后, 刚到的徐妹等人第一时间注意到了远方, 上前来, 打招呼, 微笑道, 远方, 没想到, 你来得这么早啊。 远方和薛战成回头一看, 除了徐妹, 还有邓丽娟, 张元英, 江丽等五六个女生。 男生是一个都没有啊。 他们都是知道, 远方与柳如烟学姐熟悉, 所以都变得格外客气。 远方一笑, 吃饭了, 我们找个位置坐吧。 徐妹等人同意了, 大家都知道这种地方, 几个高中生不能太显眼, 所以选择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坐下。 张元英跟在最后面, 他似乎是一直用柔弱的目光看着远方, 好像在祈求着什么。 他是万万没想到, 远方是一个这么优秀的男孩。 两大笑话都喜欢他, 更别说柳如烟这种创业成功的学姐都这般喜欢他。 而从前, 他与自己是身边朋友都看好的一对, 可自己为什么要跟他绝交呢? 全部坐下之后, 张元英看着远方旁边的薛战成说道, 战成同学, 我可以和你换个位置吗? 薛战成不愿意, 那边还有位置啊, 你可以坐那边。 张元英真是吃了个亏, 人家不让, 他也没办法, 只好坐到了远方对立面。 可就在这时, 柳如烟踩踏着那双傲人的红色高跟鞋走来了。 他看到远方旁边是邓丽娟和薛战成, 脚步一致, 目光迷离。 远方似是看懂了柳如烟的想法, 他说, 如烟姐, 你坐这里。 薛战成和邓丽娟见状, 立马起身恭敬道, 薛姐, 你坐我这里。 柳如烟略显迟疑, 这样不好吧? 不碍事的, 我坐那边也行。 薛战成成功让位。 柳如烟坐下以后, 全桌都是一个班的, 都是第一时间一起礼貌喊道, 薛姐好。 你们好。 柳如烟温柔一笑, 这女孩气质真的能压死人, 但该硬核的时候硬核, 该温柔的时候, 温柔得要死。 这种女人, 一般都最好面。 那个卷毛看见柳如烟并没有按照计划, 坐到自己旁边, 反而是坐到了远方身边, 她起身走了过来, 礼貌一笑, 各位学弟学妹, 我可以和你们坐一桌吗? 当然可以。 徐妹等人微笑同意了, 柳如烟也并没有把她放在心上, 在她心里, 远方可是比她厉害百倍。 今天, 柳如烟回来, 一方面是因为远方, 一方面就是为了带动实验室经济, 投资一些小企业。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一个看起来上年纪的中年男人站起身说道, 如烟小姐, 我先代表各位被投资者敬你一杯。 所有人都是蠢蠢欲动, 知道此次聚会的重要性。 柳如烟笑话, 说道, 我不会喝酒, 要不? 这话没说完, 远方起身说道, 各位, 如烟学姐不会喝酒, 要不我代替她喝酒吧。 远方这时候身位不是很高, 那人先是一正, 环顾一下四周, 自以为远方还够不着与自己喝酒的资格。 他自认为身价过千万, 还开了个小公司, 远方一个高中生还是没什么资历。 见远方这么主动, 柳如烟先是冲着远方一笑。 可对方不表态, 甚至有些轻视远方, 柳如烟强势说道, 金老板有什么可犹豫的吗? 名幻金老板的男人见柳如烟为之撑腰, 对远方的态度180度反转。 笑呵呵道, 那我先陪小友喝一杯。 见他这态度, 柳如烟不满道, 各位, 我们萍水相逢, 做朋友是一件美事, 投资也没什么问题。 这话已经足够表明了柳如烟的立场, 全场安静下来, 纷纷用微弱的目光看向金老板, 心里都在怪这个扫把星, 刚刚在外面远离就是最好的证明。 你偏偏在这种场合以为自己多牛逼, 该啊。 金老板也是一阵含糊, 内心慌得一批, 他感觉这次投资怕是要泡汤了。 这一刻, 众人才真正高看远方一眼。 不过, 远方也并未在意, 自己也不过是仰仗柳如烟威严罢了。 自己没实力, 别人也照样看不起。 打铁还须自身硬, 无须扬边自分体。 见金老板一脸愁愁, 柳如烟又说道, 远方是我柳如烟的人。 这话真是让人一阵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 就差说远方是我柳如烟的男人, 谁敢动他。 徐妹等人都是对远方投来羡慕的目光, 张元英更是比死还难受。 金老板还想挽救, 他恭敬地举起酒杯向远方说道, 远方小友, 我敬你一杯。 远方举起杯子, 与他喝了一杯。 其余人纷纷响应, 远方小友, 我们敬你和如烟小姐一杯。 远方举起杯, 我代替如烟学姐, 感谢各位能来, 我先干为敬。 喝完之后, 大家开始各自聊天。 徐妹等人本来就是来见世面的, 这一幕也算是让他们见识到 什么叫实力至上。 当你实力高过别人, 那别人自然会为你让路。 卷毛看见这一幕也是为之一颤, 这个远方越来越神秘了, 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他主动介绍道, 远方学弟, 我是如烟的同学, 我叫王军, 我们喝一杯吧。 远方一听, 举杯道, 王军学长。 两人碰了一杯, 王军对远方更是有了疑惑。 这个远方在柳如烟这棵大树下 竟然不膨胀, 这等定力太可怕了。 柳如烟也不管别人, 他笑呵呵给远方加菜, 宠溺道, 学弟, 来吃肉。 谢谢学姐。 第41章, 劣驾来了, 就得揉肚子。 晚上10点, 这个餐会结束, 柳如烟也大概了解了投资项目, 有赚钱可能, 该签的都签了, 不能签的也会给那些人讲明原因, 让人不会那么气碎。 这也算是给持烟市这座城市 带来一些智的跨远。 天狱酒楼门口, 远方与徐妹等人站在一起。 所有人在这一刻彻底明白了, 远方与在场各位已经未有不同了。 柳如烟学姐这么护着她, 要么看上了远方未来的潜力, 要么就是喜欢远方。 这么一看, 远方未来一片光明, 已经是赢在起跑线上了。 这一刻, 即使是徐妹这种学霸, 也不禁对远方产生了好奇。 高阳一中这一任两大校花喜欢她, 前一任校花也这么赞赏她。 太无敌了。 当然了, 还有张元英这个大院主, 明明青梅竹马, 最有可能, 可她非要以为自己高人一等, 跟人绝交。 现在后悔, 真是该啊。 徐妹献殷勤说, 远方同学, 要不明天上早课我等你一起吧。 远方笑着拒绝道, 不用了, 我陪我女朋友。 徐妹有些失落的沉默, 她瞟了一眼旁边的张元英道, 元英, 你怎么不和远方说话呢? 你不是一直喜欢远方吗?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是一阵唏嘘。 谁不知道张元英曾经看不起远方, 还主动与远方绝交。 前几天的表白, 也是让人难忘。 远方很清楚, 徐妹这是想通过自己对张元英的恨来体现她的重要。 远方没说话, 只是眼里始终不会张扬。 张元英也沉默, 她知道自己有多蠢, 明明自己那么喜欢, 可就是因为她成绩下降就与之绝交, 伤她心, 她不理自己也是罪有应得。 江里等人亦是如此, 两边他们都不打算招惹。 徐妹又张扬地说, 当初我都说不要和远方说那种话, 你偏不听, 这下可好, 很尴尬的。 这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对张元英都生出了一种莫名的嫌弃。 张元英本来就悔恨自己的行为, 一阵酸意涌上心头, 想着想着就哭了。 泪水扑速速往下落, 边哭边说道, 小远, 对不起。 远方无所谓一笑, 没事, 反正我们以后就像是普通朋友那样也挺好。 张元英内心很清楚, 一切回不去从前了。 远方那种纯粹的心也是再也没了。 远方学弟, 这时, 解决完事情的柳如烟走了出来, 温柔一笑。 如烟学姐, 远方轻声喊道, 所有人看了过去。 柳如烟说, 要不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远方委婉拒绝, 谢谢。 如烟姐, 但不用了, 我和同学走回去就行。 那行吧, 你们一起回去, 我也放心。 柳如烟说完, 与远方抱一下, 坐上一辆红色法拉利离去。 徐妹等人, 本来想让柳如烟送他们回去后, 装个逼的, 没想到被远方拒绝了。 这一下只能打车回去, 但又能如何呢? 远方在人家心里的地位, 比我们高太多了。 远方说, 各位, 大家先各自回家, 拜拜。 他与邓丽娟和薛战成一起离开了。 徐妹等人一脸无奈, 最后只能走路回去。 路上, 邓丽娟好奇问, 远方, 你怎么认识如烟学姐的? 远方一笑, 神神秘秘道, 这还要从那天, 我与他在一间房子里发生的故事说起。 这话让邓丽娟一阵遐想, 他也觉得, 远方一定是用美色诱惑人家了。 慢慢地, 一说一笑, 就到了胡同口。 说了拜拜之后, 远方与两人分开, 孤身一人走进了胡同里。 无童树下, 月光洒下的位置, 诗和坐在门口, 双手捧着下巴, 不知在撕恋谁。 远远地, 诗和就感觉到了远方到来, 他下意识抬起头, 就看见远方在远处向自己微笑。 诗和? 远方轻轻一笑, 诗和站起身跑过去堕落他怀里, 软诺诺说道, 我好想你。 远方抚摸一下他柔顺的头发, 温柔道, 我也想你啊, 都跟你说了, 晚了就睡觉, 等我感冒了怎么办。 片刻, 诗和看见远方脸有些微红, 他心疼问, 是不是喝酒了? 喝了一点, 但不碍事。 远方说, 那不行, 得多喝水带现, 要不然很难受的。 诗和说着, 带着远方进入了房间, 这是我刚热的水, 可以缓解, 再吃个苹果, 应该会好一点。 远方接过一杯温热水, 好奇到, 大晚上温水, 你是不是来立架了? 诗和有些羞涩, 只能点点头, 疼不疼? 远方问, 有, 有点。 诗和小声地说, 来, 躺床上我给你揉揉。 远方喝完水之后, 严谨地说, 诗和脸红了, 害羞道, 不, 不用啊, 他会自己好的。 远方假装生气, 我是你男朋友, 揉一下肚子怎么了? 诗和被远方的严肃震住了, 只能回到房间。 远方也再次拿笔记下了诗和这一次的立架时间, 大概合计一下。 来到房间, 诗和躺到床上, 紧张到很不自然。 远方说, 平躺小腹放松, 诗和已经很努力放松了, 可还是会紧张。 看他如此紧张, 远方上前把嘴凑到他脸旁, 他下意识闭上眼睛, 全身紧绷。 远方在他脸上轻了一下, 感受到自己脸上温热的触感, 诗和睁开眼睛, 紧张感少了。 两人四目相对, 先是一处, 随即都是柔和笑了起来。 还紧张吗? 不紧张了。 然后, 他平复心情, 平躺, 让小腹彻底放松下来。 远方掀开他的衣缕, 露出白白微胖, 充满希望的小肚子。 他略显羞涩地侧着脸, 全身又开始紧绷。 女孩子的肚子, 基本上都是胖嘟嘟的, 人人都不例外, 适合身材这么好, 亭亭玉立, 可小腹亦是如此。 月光从窗外照射进来, 远方双手合拢, 放在可爱的肚脐眼上, 顿时传来软软的触感。 远方把他的小肉肉往上提, 然后在左右温柔几圈。 好点了吗? 远方问。 好, 好点了。 揉几圈之后, 远方看着他的小肚子, 微微轻了一下。 诗和立马紧绷身子往上一提, 警惕地看着远方。 远方逗逗他, 举倒一杯热水给他, 喝热水可以缓解。 诗和听话地把水喝完, 一双清澈圣洁的大眼睛呆呆地望着远方。 看我干嘛? 没看过大帅哥啊。 诗和脸红起来, 笑了笑, 大天才。 远方逗他, 要不再给你揉揉腿吧? 不, 不用啊。 诗和顿时又慌张了。 第四十二章, 脸皮真厚地远离夫妻。 三天后, 远离两夫妻实在没办法, 又再次厚着脸皮来到了羔羊义中。 早上八点, 诗和远方吃完早餐, 一起来到学校。 就在校门口, 远离两夫妻站在一个能眼观路合的高台上, 时刻注意远方。 在他们的下方还有几个远家的亲戚朋友。 你们看, 远方来了。 直到一个上年级的亲戚义涵, 所有人看了过去。 只看见远处的路口, 远方和义涵刚好出现。 第一时间, 远离把脸色变得落魄沧桑, 有一种好几天睡不着的错觉。 随后, 在远方靠近校门口的时候, 远离等人跑上去拦住远方。 诗和见状, 来到远方面前护住自己的男孩。 几人也没有开口, 远离慢慢吞吞上前, 道, 远方, 我们聊聊吧。 远方不耐烦道, 我们没什么好聊的。 他以为远方会一口答应的。 这些拒绝不从的词, 他是没料到的。 旁边的亲戚一试一笑, 说道, 远方, 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的父亲, 听他的, 好好聊聊吧。 远方甚至都不看他们, 冷淡一笑, 不必了, 各位请自便。 然后, 带着诗和离开了。 在校门口, 旁边又是几个保安虎视眈眈, 在远处, 还有几个黑衣神秘人看着, 这几个亲戚也是没敢动手, 任由他离去。 曲网不甘心, 远方, 就算我们从前对你不好, 可你也不能看着, 你爸身败名裂啊。 远方冷冽一笑, 他早就与我无关了, 他身败名裂, 也与我无关。 曲网流着鳄鱼眼泪, 道, 你可知, 因为你, 柳如烟不投资他, 他手里的小企业, 马上就要倒闭了。 远方依旧无动于衷, 我说过, 与我无关了。 见他态度如此强势, 远离上前怒道, 别求他, 破产就破产。 远方求之不得, 曲网却是没好气, 对着远离怒道, 你就闭嘴吧, 没想到跟了你这个扫把心, 才三年就破产, 老娘真是瞎了眼了。 远离一听, 气不打一出来, 老子养了你多少年, 还为了你离婚, 这时候怪奇老子来了。 两夫妻一吵架, 旁边的诗盒有些担心远方, 小声道, 我们走吧。 远方握紧他的手, 两人一起走进了学校。 这时, 听到远方被人阻拦的消息, 传到一含耳朵里。 他担心地跑了出来, 到楼梯口位置, 刚好与远方合适合遇上。 三人相视一眼, 他率先败下阵来, 又转身离开了。 一含。 突然, 远方开口喊道。 一含顿住脚步, 可并没有回头, 只是内心一阵酸痛。 泪水似要滑落, 高考加油。 远方对其说道。 然后, 一含小跑离开了。 看着他这样, 诗盒有些心疼, 看着远方, 柔弱地问, 大天才, 李一涵是不是也喜欢你啊? 远方一笑, 是啊, 他还跟我坦白了, 只是慢了你一步。 诗盒看着一含远去的方向露出一抹心疼, 他感觉是自己抢了他喜欢的人, 一种莫名的罪恶感, 油然而生。 那你为什么不选择他呢? 突然, 莫名其妙, 诗盒就问了这么一句。 远方先是一愣, 又呼啸逗他, 要不我把你们两个都收了? 这话一出, 诗盒又沉默了。 两个人真的可以吗? 奶奶说女孩子要果断, 要狠心, 也一定要有点心机, 可诗盒却怎么也狠不起来, 更没有心机。 他只觉得对不起一涵, 毕竟是一涵先认识远方的。 还听说远方曾经帮助过一涵, 一涵也帮助过远方很多次。 那时的一涵就已经喜欢远方了, 感觉是自己夺了他喜欢的男生。 好了, 别想了, 感情这种事情本就不能强求的。 远方说完, 带着远方去了十二班。 只是这一次, 他并没有过十一班那个位置, 只是在楼梯口远远看着诗盒进入班级。 其实诗盒到门口的时候, 一涵就时刻注意, 只是他并没有能看见远方的出现。 旁边的周虞欢为他感到不值, 怒怒地说, 一涵啊, 没远方照样生活, 大学帅哥多的是。 一涵却一言不发。 喜欢这种情感, 不是谁都能产生反应。 特别是他这种校花级别的姑娘, 要是自己不喜欢的, 不管你有多少钱, 官居极品依旧不入眼。 下午刚放学, 在远方班级门口。 远阳第一时候守住在那里。 远方和薛战成一出来, 就看他站在墙角, 也没有去理他。 远方? 终于, 远方走过去机敏, 他才开口。 只是远方并没有停下脚步, 静止下楼梯。 想到远离的叮嘱, 他跑上前去拦住远方。 道, 爸爸想见你, 跟我走吧。 远方一愣, 随即没好气, 滚。 说了这么个字, 又走了。 只留下远阳一个人愣在原地。 皆好适合一起出去吃饭。 在校门口的时候, 又遇见了远离一家人。 适合有些担忧。 他说, 大天才, 要不我们别出去吃了吧。 远方与他食指向扣, 安慰道, 没事, 该来的总会来, 该走的也无法挽留。 然后, 他与薛战成迎了上去。 顿时, 远离动了。 他上前来怒气冲冲道, 你是不是要看见我产业倒闭你, 才肯罢休。 远方停下来脚步, 看着他, 面无表情, 道, 罢休? 我有做什么了吗? 况且, 你是谁啊? 远离一愣, 更加气愤了, 可要狠近, 克制一下, 道, 我们以前, 是发生了一点小摩擦, 我跟你道歉, 你帮我跟柳如烟说说, 让他投资我。 旁边的渠网和亲戚们, 也是附和道, 远方, 再怎么说, 他也是你的爸爸, 当年的确是他不对, 可你也不能, 眼睁睁看着他破产吧。 当年, 因为在外养了小三, 还生了个私生子, 因此, 远离与妈妈离婚。 因为当年妈妈的无条件信任, 最后落得一个身无分纹离婚。 远方每一天都如同生于牢笼, 三年后, 远方又落得同样一个下场, 他远离破产最有应得。 就这种情况下, 断绝关系了, 还来态度嚣张地想不劳而获, 只能说脸皮真厚。 远方最后送他一句话, 回去吧, 一切与我无关, 我也不能左右什么。 突然, 居网跪下来扯住远方裤子, 哭诉道, 远方, 求你了, 帮帮你爸爸。 远方用力撇开他的手, 带着诗盒离去。 远方, 你真无情, 你不得好死。 这家人看着无情远方离去, 那叫一个心狠啊。 第43章, 化作一只蝴蝶永远伴随你的身边。 五月, 立夏之日, 清晨携一缕浅下的芬芳, 宁一只冰清玉洁的朦朦清梦。 梧桐树枝丫长, 无尽夏日昭昭, 人间骄阳刚好, 风过灵梢, 掀起少年少女的哀愁。 树下, 铁皮房内, 一家三口正在吃饭。 老人降作于主位, 少年少女在旁边做饭。 这时, 老人咳嗽几声, 全身没了力气, 晕了过去。 恰巧被远方看见, 上前喊了几声, 没叫醒, 随即拨打了120。 在奶奶晕厥的时候, 诗盒的世界像是迎来了落日, 黑暗迅速席卷了她的世界, 思念如潮水般汹涌。 在去往医院途中, 要失去奶奶的伤痛触及心底, 彻底抑制不住喜怒哀愁。 在医院, 远方陪着她坚守阵地, 无时无刻不再焦急等待。 抢救半小时左右, 医生推开抢救室的门, 喊道, 谁是家属? 远方扶着诗盒上前, 我是家属, 医生, 怎么样了? 诗盒这一刻情绪很是激动和紧张, 他怕永远失去奶奶。 医生不骄不躁, 道, 抢救及时保住了命, 不过老人家年纪太大了, 随时有离开的风险。 这话一出, 直接给了失和精神上的沉痛打击, 失和全身瘫软, 无了力气。 这就好像那句话, 该来的总会来, 该走的也无法挽留。 远方说道, 医生, 全力救治, 钱我来想办法。 医生说道, 你先去结一下医药费吧。 说完, 医生也离开了。 在医生看来, 这样一个老人, 基本活不过几天了。 可架不住子女孝顺, 到时候把家里的钱消耗完了, 再离开, 那不是害了下一代吗? 可从人道主义考虑, 子女老人都没错。 远方安慰失和, 道, 没事的, 有我呢, 奶奶会好起来的。 失和抱住远方, 哭诉道, 我真的好害怕奶奶离开。 远方轻轻拍拍她的后背, 温柔道, 奶奶应该也舍不得离开你, 她还没看见孙女家人呢。 然后, 远方去交手术费用。 五天后, 在医院里照顾奶奶的远方, 看着奶奶在状态, 有些高兴道, 奶奶, 你会好起来的。 奶奶对着远方笑了笑, 沧桑的声音在喉咙里艰难传出, 远方, 失和去哪了? 远方放低身姿才能听清, 微微一笑, 奶奶, 失和给你买好吃的东西去了。 突然, 奶奶一笑, 褶皱的眼瞼里, 莫名其妙流下泪水, 最后艰难的滴雨, 道, 远方, 你答应我, 好好照顾失和, 你一定要娶我孙女啊。 说完, 奶奶最后一笑, 然后头毫无欲照地侧躺下去。 奶奶, 我答。 远方失神片刻, 随即反应过来, 随即大喊道, 医生, 快来人。 旁边的各种治疗, 预测气血, 发出叫声。 医生迅速跑了进来, 快速失救, 可还是无力回天。 心律彻底停止。 最后, 全方面检查一番后, 医生只能落落, 说了一句, 抢救无效, 请节哀。 奶奶。 这一刻, 远方情绪低落, 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悲伤哭了出来。 或许, 对于奶奶, 没能见孙女最后一面, 是她最大的遗憾吧。 处理好这边的事情以后, 远方来到了门外, 诗和也刚好买回奶奶最喜欢的田高。 他还很高兴奶奶能好过来, 看到远方落寞的神情。 他笑问道, 大天才, 你怎么在这? 远方看着他似要哭般的严谨, 道, 诗和。 看到远方这个样子, 他预感不妙, 猛地跑进了病室。 看到周围医护人员撤离医护器具, 床上毫无动静的奶奶, 压抑地哭不出来, 趴在医护床上。 奶, 奶奶。 他几乎是用尽了力气, 才喊出这几个字。 可就是下一刻, 远方刚进来, 诗和就晕了过去。 诗和。 远方上前扶起他。 医生连忙上前检查一番, 道, 没事, 他只是情绪过激晕了过去, 等一段时间就好了。 听到医生所说, 远方这才放下心来。 两天后, 诗和迷迷糊糊之间, 看见眼前有个人影, 一直面向自己。 他时间睁大眼睛, 才看清了眼前之人, 就是远方。 看见他醒来, 远方连忙说道, 你终于醒来了。 诗和懵懵懂懂, 想起身, 远方却是让他再躺一会儿。 大脑清晰之后, 他才开始哭, 柔柔弱弱地问, 奶奶呢? 远方背枪小声说, 奶奶的去世了, 我已经按照最高规格安葬, 放心吧。 诗和眼角凝着玉珠般的泪水, 悲伤的情绪涌上心头, 有气无力地说, 我想去看看奶奶, 你陪我去, 好不好? 好, 等你先躺一会儿, 我陪你去看看奶奶。 远方答应, 然后, 他起身把特意买给诗和吃的补品拿过来。 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 你吃点东西吧, 养好身体。 诗和虽然在哭, 但还是听话地挺起, 身靠到铁皮墙上, 他想伸手接过, 可全身都没多少力气。 远方拿过勺子喂他, 诗和想到梦里那些, 让他难忘的剧情, 边吃边哭边笑边说道, 我做了个好长好长的梦, 梦里, 奶奶长命百岁, 一直到我们结婚, 他抱上虫孙子才离世的。 远方听着, 一只手给他喂饭。 诗和又说, 你知道吗? 我们第一次见面, 其实奶奶就为我看上你了。 她为了给我找个如意郎君, 选择了你。 而我恰巧喜欢你, 多巧啊。 前些天, 奶奶叫我陪你去睡, 我当时啥也不懂, 我以为就只是单纯睡觉, 后来才明白她的意思。 诗和讲述着一件件曾经的过往, 那些记忆在这一刻鲜活了般。 远方听着, 淡淡笑着。 吃完饭后, 远方陪她去奶奶墓地看望奶奶。 小丫头常跪不起, 与奶奶诉说着她的心里话。 夏日炎炎, 周围的花草树木很是鲜艳嫩绿。 忽然, 一阵微风拂过。 不知何时, 一只七彩蝴蝶慢慢飞来, 停在了诗和的肩膀上。 诗和本来压制着内心的悲伤情绪, 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 远方看着这一幕, 就好像那个神话故事。 奶奶绘画作一只蝴蝶, 永远伴随你的身边。 第44章, 你要考哪个大学, 选什么专业? 再过半个月, 就会迎来高考。 现在的羔羊一中, 那叫一个卷啊。 有的人星期六星期天, 一定是通宵学习的。 每一个晚自习, 不可能缺习。 特别是那些天赋稍差的, 不是办公室问老师, 就是班上麻烦同学。 其中最特别的, 就是远方了。 他是唯一一个三个月, 进入全校前十的学生。 现在, 他的名字几乎响彻整个羔羊一中。 就算是隔壁几个高中学校, 亦是对他知之甚多。 最最特别的就是, 他与被誉为羔羊一中百年来 最漂亮的天才笑话恋爱了。 最气人的是背后, 还有一个与之不相上下的李一涵喜欢, 那真是给他加满了buff。 三班。 远方翔坐于座位, 思考中午, 放学要带诗盒去吃些什么。 咚咚咚。 就在这时, 上课了。 班主任柳霞也随之卡点走了进来。 远方一笑, 拿着小说来读。 现在的柳霞还不如诗盒讲得好, 他总是噼里啪啦讲一大堆听不懂的。 哪有诗盒那般简单一懂啊? 还是爱人的话好听。 讲台上柳霞扫了一圈, 又看见远方看小说, 他敲了敲桌子, 提醒道, 喂喂喂, 有的同学就差半个月高考了, 还看小说呢? 全班同学不用看都知道是远方, 这一次都没有回头看了, 而是低着头继续看书做题。 半个月, 说长也长说短也短。 但对于远方来说, 随便吧。 他并不太在意, 考普通大学也上, 考不上大学也上。 反正专科也不错, 到时候专生本也不是什么难事。 说不定还能去专科学护理, 到时候一群大美女。 当然了, 这些都是作者个人想法, 远方有四大校花喜欢, 他才去不缺专科的那些护士小姐姐呢。 此刻? 不管柳霞如何提醒, 远方也不照做, 主打一个叛逆。 柳霞管不到也不想管了, 只要他成绩不详就好。 嗨嗨。 他再次敲了敲桌面, 咳嗽两声, 说道, 先别作题, 放下手中笔, 把思绪抬上桌面来。 随即, 所有人抬起头, 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柳霞说, 今天是5月23, 差14天高考了, 这节课, 我们来讲一下大学, 以及该选择什么专业就业前景会更好。 这话一出, 原本无精打采的同学们坐正姿势, 竖起耳朵。 这可比那些垃圾化管用, 这可简单又重要。 高中老师基本上都会选择, 有那么一节课来讲的。 这也是学校特意安排的。 但这种高中老师一般不专业, 对那些大学也不了解, 对那些专业就业前景好, 也是不太熟悉。 所以, 远方并不感兴趣。 可偏偏这样, 柳霞还是第一个问远方, 道, 远方, 你起来说说, 你要考那个。 大学? 一时间, 所有人都好奇地看了过来。 特别是张元英, 自从远方变得优秀之后, 他总是不经意间看远方, 也好奇远方到底要去那个大学。 远方不情愿地站起, 无奈一笑, 我要考越东省的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这话一出, 一片哗然, 笑声延绵。 这一次, 所有人都知道远方开玩笑的。 毕竟, 现在他的实力是足以够到清北的了。 柳霞也是无奈一笑, 远方这话可以理解为我要考清北。 下一个同学, 徐妹。 你还说? 徐妹站起, 说道, 我说过, 我的目标一直都是考清北。 顿时, 全班同学送给他掌声。 喷不了, 这是真学吧? 柳霞拿出一张纸来, 看了看, 说道, 第一, 我们得考上理想的大学, 再选择专业。 当下最热门的专业, 有计算机类, 汉语言类, 设计类, 管理类四种类型的专业。 远方一听, 就知道柳霞对这方面真是不太懂。 懂一点的老师会先说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 如果你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本科, 成绩也一般, 去读计算机类的信息工程, 那不是废了吗? 第一节课刚下, 薛战成就跑过来问道, 方哥, 打算考那个大学啊? 远方说, 我打算考江浙大学, 那里很适合我。 薛战成一笑, 有前途, 我也打算考江浙大学啊。 两人一握手, 感觉是前途一片光明。 而这时, 张元英又跑过来小声问, 小远, 你打算考哪个大学? 远方无奈, 当然是考清北了, 还有什么能比清北牛逼的? 张元英一听, 远方分数应该也能达到, 也没怎么质疑。 他大概率是无缘考清北了, 因为他的分数还差不少。 远方又问, 远英? 怎么了? 他弱弱回应, 你不打算和我考一个大学吗? 远方说, 张元英先是开心, 又失落到, 我当然想了, 可是我分数达不到啊。 远方无奈, 逗他道, 那可惜了, 我还想, 如果你和我考一个大学, 我倒是想给你一个机会呢。 这话一出, 张元英忽然笑了, 他目光灼灼到, 落子无悔。 远方也没料到他, 反应这么大, 尴尬一笑, 当然了, 骗你干嘛。 远方也不在意, 毕竟他要考的是江浙大学, 而不是清北。 张元英更不可能与自己一个大学了, 即使他真潜力爆发考上清北, 那自己也与他天各一方。 薛战成在一旁给他露出大拇指, 还得是你会玩啊, 忽悠女人一套一套的。 远方, 有人找你。 突然, 门口位置的一个女孩喊道。 远方和众人看了过去, 就看见李一涵站在门口。 他怎么来了? 薛战成问, 要不要我陪你去? 不用, 你好好养精蓄锐吧。 远方说完, 跑出班级。 一涵, 你找我干嘛? 远方问, 李一涵都好久没与远方说话了, 再次相识, 还真是觉得有些陌生了。 我来, 是想问问你, 打算考哪个大学, 选什么专业? 他说, 远方笑了笑, 说, 我都无所谓, 考上那个读那个。 一涵有些生气, 你是不是不想说给我听? 远方嘿嘿一笑, 说给你听, 你是不是打算和我考一个大学? 我, 一涵有些语色。 是啊, 他本次来问远方, 就是想和远方考一个大学的。 意识到自己站下风, 一涵双手插腰, 嘟囔着嘴。 你先告诉我, 我再告诉你。 这时, 远方忽然严肃起来。 啊, 一涵, 我和诗和在一起, 你是不是很恨我? 一涵也是沉默片刻, 小声道, 我不恨你, 我恨我自己。 远方对他说, 一涵, 其实大学优秀男孩子挺多的, 你去了会发现远方真的太普通了。 大笨蛋, 我不管, 你告诉我你要考那个大学, 选什么专业就是了。 一涵显得有些生气。 远方说道, 我要考江浙大学专业选择计算机, 累吧。 此话一出, 一涵狠狠盯着远方眼睛道, 你说我保证? 我保证。 远方肯定地说, 又建议道, 一涵, 你分数都到清北了, 我建议你考清北。 一涵说, 不去, 我才不去。 说完, 他又看着远方, 冷哼道, 大笨蛋, 如果我在浙江大学看不见你,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然后, 他离开了。 远方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感叹一句, 一涵啊一涵, 你在逼我当渣男啊。 第四十五章, 他降临我的世界。 夏天, 六月的天虽然没有缠明空桑林, 八月削关道的急躁, 但隐约看见高二学生的迷茫。 时间匆匆, 差三天高考了。 此刻的高阳一中, 可谓是被一层胶着气氛包裹其中, 喘气都难。 人卷老师也卷, 下课时间都用来做试卷, 学生一言不发, 就比赛作题。 四班教室里, 一片安静。 窗外微风拂过, 鸟儿在绿叶成荫的大树上鸣叫, 阳光从树叶里映照而出, 似缕如宁。 靠窗的位置, 远方坐在位置, 双手处在桌上, 捧着下巴发呆。 自从奶奶生病在医院那些天, 她把所剩的钱都用完了。 现在真的一分钱都没了, 再穷真的要脱层皮了。 讲台上的语文老师正讲得热火朝天, 看见远方发呆, 他放下手中的粉笔, 说道, 远方, 不听课干嘛。 远方回过神来, 动作一归, 一笑, 蒋老师, 我在想下课吃什么。 这话一出, 顿时饮得, 全班哄堂大笑。 江里哭笑不得, 你就知道吃, 不好好听最后一节课。 远方说, 老师, 我以后毕业了你会不会想我呀? 江里脸一凝, 我想你, 你又不来看我。 说到这里, 远方站起身来, 走上讲台, 来到江里身前, 做出早准备好要哭的表情, 道, 江老师, 我想抱抱你, 可以吗? 这话直接沉默了, 江里也是一脸警惕看着他, 随即一笑, 好好好, 那就抱抱。 他敞开怀抱, 远方真就抱上去, 江里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身体软软的, 身上香香的。 抱了十几秒, 江里疑惑, 可以了吧? 远方说, 再抱抱。 对于江里老师, 远方也不害羞, 直接搂腰抱。 反正没男友, 大学生。 他往后退了退, 可脸上的笑容依旧。 远方嘿嘿一笑, 老师, 我会想你的。 这时, 薛战成起哄道, 老师, 我也想抱抱。 全班都是大笑, 江里明白了, 哭笑不得, 一个一个抱要多久, 等高考结束, 回来再抱。 中午, 放学, 远方问, 要去吃饭吗? 座位上做题的薛战成都没抬头, 不去了, 你去吧。 然后, 远方下楼了, 他要去等诗和, 可就是他刚出门, 诗和就站在门口笑呵呵等他。 我跟你说, 我今天, 我们班也一样, 两个人一起下楼了。 到了楼下, 远方说, 诗和, 我现在穷了, 没钱吃饭了。 诗和憨憨一笑, 没事, 家里还有一些面粉, 我给你做疙大汤。 这些天, 其实诗和都明白, 远方的钱, 全部给奶奶治病花了。 留下的一些钱, 都坚持了一个月, 已经很不容易了。 只是他觉得, 对不起远方, 自己什么不能为他做, 他却付出了这么多。 他下意识握紧远方的手, 说道, 大天才。 怎么了? 远方问, 诗和思考一下说, 我昨天找到一个工作, 我高考结束, 打算去打鼠假工。 那里, 做什么? 远方问, 当幼儿园老师, 院长说了, 一个月丢一钱, 诗和有些开心。 远方帮他分析道, 你确定? 幼儿园老师很费心神的, 虽然只待一个月, 也很难受的。 诗和笑了笑, 没事的, 我以前也是这样过来的, 我要多赚点钱, 要不然让我男朋友饿着, 我可不开心, 我也怕我女朋友饿着。 远方看着诗和白嫩的脸蛋, 小声问, 诗和, 我亲过你吗? 诗和脸一红, 没, 没有吧? 远方一笑, 那我想亲一下, 你不会拒绝吧? 亲, 亲吧。 诗和有些拘谨地说, 他想起来曾经刚在一起的时候, 远方就告诉他, 男女在一起, 意味着亲是不可以躲的。 自己是他女朋友, 他亲是理所当然的。 远方真的冲动了, 可刚想亲一下, 就有人喊道, 远学长。 远方一愣, 无奈看了过去, 有什么事吗? 一个短发小女生跑过来道, 学长, 我可以和你拍一张照片吗? 远方知道这个女孩, 很漂亮, 叫王渝, 是高阳一中高二的第一名。 拍照? 远方看了一下诗和, 当然可以, 你们拍吧。 诗和同意了。 王渝知道, 诗和笑花与远方在一起了, 热情喊道, 学姐, 我们一起拍吧。 诗和有些含蓄, 没事的, 你们拍就行。 然后, 他把诗和拉过来一起拍的一张照片, 就当是最后的告别。 最后, 王渝递给远方一个礼合道, 学长, 祝福你和学姐, 高考加油,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 远方没接, 而是问道, 这是啥, 多少钱买的? 王渝说, 没用钱, 都是我弄的。 这下, 远方才接过, 谢谢。 王渝和闺蜜走后, 诗和挽着她手臂, 笑嘻嘻问, 这个学妹是不是喜欢你啊? 远方解释, 人家高二第一, 怎么可能喜欢我? 诗和不信, 我平时看见, 她总是偷偷看你。 远方用手指戳一下她脑门, 你这个小傻瓜, 平时好得不学, 就学别人偷看。 回到住处, 远方拿着礼物瞧了瞧, 没发现外观, 没啥特别的。 诗和并没有多问, 洗个手就揉面打算做疙瘩汤, 可拿过面的时候, 发现面粉不多, 最多能做一碗。 不过, 她还是继续做, 把面粉团做得稍微小一些。 诗和, 我洗个手来帮你。 听到这话, 诗和慌忙拒绝道, 不用, 我很快的。 她真的好怕远方吃不饱啊。 她觉得自己好没用, 自己男人都照顾不好。 几分钟后, 远方端着一碗浓浓的疙瘩汤出来, 虽然不多, 但能看到里面的面疙瘩。 她端到远方面前桌上, 微笑道, 来, 大天才, 吃吧。 远方看着这么一大碗疙瘩汤, 也是不由地拿起勺子吃了一个, 赞扬道, 嗯, 这味道不错。 看她手足无措, 你的呢? 诗和有些慌乱, 你先吃, 里面还有吗? 远方看她状态不对, 说道, 来, 你吃这碗。 诗和拒绝, 不, 不用啊, 我里面有的。 诗和这种性格, 太藏不住视了。 远方也看出来, 锅里应该没有了, 记得前天做的时候, 就只剩下一点了。 来, 一起吃吧。 远方问, 诗和说, 你先吃, 我去把题做了。 她刚要出门, 远方起身大声道, 站住。 诗和被震住了, 站在原地, 片刻, 她哭了。 回过头, 哭道, 对不起, 跟我在一起, 你饿了好几次。 诗和很清楚, 如果远方不与自己在一起, 她那十万块, 连大学四年都不用愁了。 可就是因为与自己在一起, 她已经好几次没吃饱饭了。 远方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 把她抱在怀里, 安慰道, 没事, 我们一起奋斗, 争取有一天过上好日子。 诗和点点头, 她真的好庆幸自己的生命里, 有远方。 她从出现的那一刻, 就一直闪闪发光。 这时, 远方忽然发现, 上一次李一涵给自己的礼盒里好像有一万块钱, 当时身上有钱就没拿出来了。 来, 我们一起吃。 第46章, 偏偏在毕业季爱上你。 6月5, 高考在即。 明日之周, 使命运之舵, 风浪越大, 鱼越贵。 因为后天高考, 池烟室掀起了一股浪潮。 高二迷茫加胶着。 高三在无心学习, 在教室里聊天, 吹牛。 高三四班, 最后一次班级聚会。 教室里, 全部学生聚首, 桌椅围成一个圈, 学生坐在边上, 桌上堆满了零食。 中间, 徐妹围首的几个女生正在跳舞。 柳霞进来, 她扫了一圈, 没发现远方。 看学生们欢呼, 她也没扫兴问远方去哪了。 讲台上, 柳霞坐着, 与大家一起度过这最后一天。 张元英环顾四周, 并没有能看见远方的身影, 心里犯愁, 不知道她去哪了。 一边。 远方与诗和, 李懿涵, 周虞欢, 薛战成, 邓丽娟, 江里, 江灵男, 张俊杰等人在一家烧烤店里的包厢里。 远方举起一杯啤酒, 说道, 我们一起喝一杯。 大家举起酒杯, 一起喝了一杯。 别误会, 只有三个男的喝的啤酒, 其余女生都是可乐。 江里说, 后天高考, 我希望你们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祝福你们。 江灵男也说, 你们几个都是我们这一路看着过来的, 特别有信心, 高考都加油。 张俊杰也提了一句, 高考加油。 远方提起酒杯, 大家举起, 一口同声道, 谢谢老师, 我们一定努力。 吃完饭后, 三位老师一起送学生们回学校。 到了学校, 这才去了自己的办公室。 操场上, 远方几人坐在草坪上靠在一起, 看着天边欲坠的太阳, 聊着天。 这时, 一个二十几岁拿着相机的男子走上前来, 笑问, 各位, 你们需要照相吗? 听到这话, 几人都是不禁起身。 远方说道, 请问多少钱? 男子一笑, 不用钱, 我来只是想和你认识一下, 我叫王全。 不用钱? 远方有些质疑, 王全说, 真的不用, 我还可以给你们把照片打出来。 远方有些不相信, 说, 算了, 我们不拍。 远方很懂免费的, 才是最贵的这种小孩子都知道的道理。 所以, 不得不防。 王全见自己工作要丢, 保证道, 各位, 我保证, 我不是骗子, 如果你们硬要给, 就给个十块钱吧。 听到这话, 远方这才同意道, 那给你们拍几张吧, 如果技术不好, 不给钱哦。 王全擦了擦额头的汗, 笑道, 必须技术过硬。 然后, 他给远方几人拍了很多照片。 远方的旁边, 大多都是诗和和意涵。 不知为何, 即使知道远方和诗和在一起, 但在远方旁边, 他们两个从来不会生气, 不会把那种强烈战友预展现出来。 这一刻, 少年眼里有春光, 少女眼里有少年。 晚自习刚开始, 整个高阳一中陷入了一阵喧哗。 广播里, 响起一阵严肃, 静止有人喊楼, 围着重罚。 这话一落, 整个校园一阵唏嘘。 高三四班门口, 远方一个人站在楼下中央, 朝着夕阳西下的漫天红霞大喊, 先依怒骂少年时, 一日看尽长安花, 青春万岁。 慢慢地, 不断有学生从班级里走出, 开始欢呼雀跃起来。 朝着远方大喊, 青春万岁。 不管广播里如何提醒, 把书全部抱出来, 撕碎往楼上丢下。 看见门口噪声越来越大, 还在讲课的老师们也是一笑, 说道, 出去玩吧。 一时间, 学生们躁动起来, 纷纷抱着书跑出班级。 在楼道走廊里, 把书撕碎往下扔, 碎纸屑丝丝屡屡, 如雪花飘舞。 微风拂过, 掀起浪花, 没过多久, 地上铺满了如雪一般的碎纸。 中央那个少年, 站在白花花的碎纸里, 似要被淹没。 他举起双手, 似要让神明一睹风采。 高三十一般, 在门口呼喊的周虞欢来到班级里, 朝着书涵兴奋喊道, 书涵, 快来, 远方在下面。 听到远方这个名字, 书涵总是会被动地抬起头。 走出教室, 看到楼下, 意气风发的远方, 露出清澈笑容。 诗和意识走了出来, 站在走廊上, 看向下方的少年, 微微一笑很清澈。 办公室里的江灵男, 江里, 张俊杰, 还有校长都是不禁走了出来, 趴在走廊上观看少年风光。 碰, 也就是他们两个出来。 远方点燃了早准备好的烟花。 随着光彩耀眼的烟花冲天而起, 学生们躁动尖叫起来。 远方背后的光耀我们, 青春万岁的彩色字体横幅被拉起。 在曹杂里, 有人在人群里和好兄弟, 好姐妹偷偷看向了喜欢的人, 偷偷地诉说着表白。 这一刻, 青春似乎巨像化了。 都说人不能同时感受青春和青春的感受。 大概就是这一刻吧。 晴天, 晴天。 在下方远方喊播音室放晴天。 喊楼的学生集体疯狂传播。 一阵以晴天为题的喧哗声响彻云霄。 片刻, 播音室里的老师先是冲了个会员, 默默打开循环播放百遍的晴天。 伴奏响起, 学生们挥舞手里刚刚发放的夜光棒, 跟着哼了起来。 有人大喊, 护士的小黄瓜。 所有人开始合唱。 Music, 故事的小黄花。 从出生那年就飘着。 童年的荡秋千。 随记忆一直晃到现在。 吹着钱坐望着天空。 我想起花瓣试着掉落。 为你翘课的那一天。 花落的那一天。 教室的那一天。 我怎么看不见。 消失的下雨天。 我好想再淋一遍。 没想到, 失去的勇气我还留着。 好想再问一遍。 你会等待, 还是离开。 瓜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但偏偏雨, 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 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 等到放晴的那天, 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 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 好想再问一遍。 你会等待, 还是离开。 瓜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但偏偏雨, 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 还要多久我才能够在你身边。 等到放晴那天, 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 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 但偏偏雨, 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 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 但故事的最后, 你好像还是说了白。 人群里, 有人似是想到了喜欢的人, 偷偷地哭泣。 高三十一班门口, 一寒看着远方, 心里失落又暖洋洋的。 遗憾的小声低语, 偏偏在毕业季爱上你。 是啊, 我们总是以为青春漫长, 可过了那段处之不可及的岁月之后, 会用一生来怀念。 天色渐黑, 末光如履, 时光如骏马加鞭, 匆匆而逝。 第47章, 高考这天。 活动结束。 还差最后一个小时下晚自习, 所有学生又回到了班级。 四班刚毕业晚会结束, 比较乱, 地上还有瓜子壳和零食袋子。 柳霞站在讲台上, 看着远方那无所谓的样子, 内心有些失落。 他想到了曾经, 那班取校远方烂泥扶不上墙。 可如今, 三个月, 他几乎逆袭成了高阳一中全校前级。 这等成绩一般都是清北高质量学子, 有可能是国家未来栋梁。 他是真后悔当初内班取校远方。 这也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性的。 他也没问远方刚刚为何不来参加毕业晚会, 只是默默从包里拿出一踏准考证。 张元英意识沉默的同时, 又在想远方为何不来班级毕业晚会。 自己当时为他准备了好多东西, 可他看不到。 嗨嗨。 台上柳霞咳嗽两声, 引起了学生们思绪漂浮的注意。 他说道, 现在, 我再次把准考证给你们, 好好拿好, 别弄丢了, 我念叨。 名字的上来拿, 本来6月2号准考证就下来了, 可柳霞怕学生落下, 所以待存了。 远方、徐妹、邓丽娟、江里、 李潇潇、张子清、张元英、薛湛成。 念叨名字的都挨个上台拿准考证。 第一个拿到准考证的是远方, 几乎是所有人都好奇远方在那个学校考。 邓丽娟拿过准考证和远方一起下去, 好奇问,远方, 你在那个学校考? 远方一笑, 我在实验三中, 你呢?邓丽娟有些失落, 挺不巧的, 我在民族高中考。 突然,远方搂住她肩膀, 往自己依靠, 安慰道, 没事的, 好好考, 等高考完我请你吃饭。 邓丽娟先是脸一红, 然后又开心道, 真的吗? 真的。 远方说, 来, 拉钩。 邓丽娟很开心地与远方拉钩。 在这一刻, 邓丽娟也彻底沦陷了。 下晚自习, 薛湛成勾勒着远方肩膀, 有些背呛, 感慨道, 方哥, 三年了, 兄弟从没抱怨过, 与你成为好哥们。 即使天下人与你为敌, 我依旧带你如初。 如果以后我们不在一个大学, 你可不许忘了我呀。 远方内心像是落了魂, 也有些悲呛, 但他马上调整状态, 吹一下薛湛成胸口, 笑道, 讲这么肉麻干嘛, 我们要做一辈子好哥吗? 然后, 两个人一起去了十二班十一班门口。 这一次, 他直接来到十一班门口, 看到李一涵坐在班上发呆, 他喊道, 一涵, 发什么呆, 今天晚上一起回家。 一涵听见远方声音, 猛地看来, 笑容满面, 来了。 这时, 诗和也跑了出来。 第一时间, 两女看见对方先是一将又自然一笑。 今晚上, 诗和并没有再与远方牵手, 就好像好朋友一样。 可走了几步, 一涵却是停下脚步, 说道, 远方, 诗和, 詹成, 你们先走, 我还要等欢欢呢。 这让远方有些意外, 他并没有能第一时间懂他, 刚想说我们一起等吧。 这一次, 诗和却是懂了。 他说, 大天才, 我们先走吧。 远方也并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淡淡一笑, 与一涵说了声白白后离去。 他们走后, 看着教室里空旷, 内心有些失落。 其实周一欢早就回家了, 这都是他为了逃避现实而找寻的借口罢了。 他很害怕, 因为自己的侵入, 让诗和不满。 毕竟他才是远方的女朋友啊。 他站在走廊上, 看着楼下远去的远方, 悄悄流下泪水。 青春的暗恋总是充满了遗憾。 他还没问远方在那个高中考试呢, 真的必须要当个陌生人吗? 6月7号, 高考这天, 诗和远方6点半就起了。 两人先是做完早餐, 把该准备的东西准备好, 再拿出最后的知识点来背一下。 收好东西, 背上小书包的诗和说, 大天才, 我们一起去喊一喊一起吧。 远方抬起头, 这丫头自从这些天与一喊在一起之后, 感觉她喜欢上一喊了一样。 也可能是美女, 都惺惺相惜, 情不自禁。 两个人在一起, 即使有远方, 这个隔阂在, 都会玩得挺好。 那行吧, 一起。 今早上, 一喊五点半就起了。 昨晚上回去睡得格外的早, 打开台灯, 她起来把文具装好, 打开小木窗, 坐在灯火阑珊处, 清新空气里透着微凉。 她很喜欢这种感觉, 就好像自己即将失去喜欢的人一样。 一喊, 那时,门外做早餐店成衣喊道。 每一次听到远方这个名字, 一喊总是会面露喜色。 然后, 又会想到她有女朋友, 就会觉得该远离她。 不过, 本来她就要去高考了, 所以还是假装懒洋洋走出去。 谁? 她一出来, 就看见门口位置。 远方穿着一套帅气的夏季装, 站在阳光下, 长在春风里。 她惊了一下, 远方上前牵起她的手, 发现小脾气道, 是不是睡懒觉了? 一喊下意识想甩开的, 没,没有。 门外, 诗和站在成衣的边上, 对着刚出来的一喊, 微微一笑。 看见诗和, 她下意识用了点力, 把远方甩开, 露出僵硬的笑容。 从前, 两人见面总是诗和逃避, 如今, 变成她逃避了。 她小声说, 你们先走吧, 我等欢欢。 远方说, 别等了, 欢欢在六中, 不与我们一起。 一喊犹豫一下, 那我也。 她想撒谎的, 可又觉得不妥。 远方说, 别想了, 你也在实验三中, 我们三个在一个学校。 这话一出, 一喊有些震惊, 闺蜜被刺啊。 见她还在犹豫, 远方上前牵住她的手, 道, 一起走吧。 她下意识拒绝, 可还是难逃一劫。 她很震惊, 诗和就不吃醋吗? 远方在自己面前, 牵其他女孩子的手哎。 可她不知道的是, 诗和对远方的信任, 程度远非一般人能理解。 这是奶奶给她找的如意郎郡, 亦是自己付出生命, 也要守护的男孩。 三人一起来到高阳一中门口。 七点十分, 大多学生都到了。 薛战成在人群里招手, 喊道, 方哥, 高考加油。 远方向他挥挥手。 虽然很多学生都会提前卡点, 但今天早上, 还是学校老师带队出发。 有同学举着牌子, 那个高中的就进入队伍, 然后一起走。 到了实验三中, 远方看一函很是拘谨, 好像是很紧张。 到了一函考场, 他要进去的时候, 远方轻声喊道, 一寒。 一寒回应, 嗯? 加油, 别紧张, 你是最棒的。 远方鼓励, 你也加油, 诗和也是。 一寒, 加油。 诗和温柔一笑。 很神奇的是, 这一次, 远方, 诗和, 一寒三人班级连着的远方在最里面的班级。 诗和进入考场的时候, 他回首, 和远方说道, 加油, 带我去大学。 好, 远方答应。 下一刻, 诗和快速在他脸上, 轻一下跑到正检查的老师面前, 拿出文具检查。 第48章, 妈妈来接我了。 6月9号, 考完第二科化学之后, 远方检查一番, 用答题卡和草稿纸盖上试卷走出班级, 来到了诗和门口。 为了不让诗和紧张, 他一直在走廊里站着。 直到考试时间结束, 诗和这才从考场里走了出来。 他出来的第一句, 总是笑呵呵问。 你猜我最后一个大题做对没有? 远方总是会问宠妮一笑, 我猜肯定做对了。 诗和又会耐心解释 那个大题有哪些奇怪的解法。 这时, 一寒也走了出来, 他看到远方和诗寒, 他总是想默默离去。 一寒, 可远方还是喊住了他。 虽然错过了有些遗憾, 可他曾经帮助过远方, 远方真的有些愧对于他。 有时候真想开后宫, 他还是熟悉的先一挺脚步, 然后转身微笑。 远方走上前, 微笑道, 考得怎么样? 他总是会说, 可能考得不是很好, 很多题都是猛的。 一听到这话, 远方总是嫌沉默。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的一寒, 遇见远方, 那都是热情似火, 如一缕骄扬。 如今的他, 好像失去了某种专属于他的色彩。 但不管如何, 远方还是相信他, 因为在上一次大考里, 一寒的成绩还在失和之上。 我们一起回家, 晚上一起聚会, 吃个饭吧。 远方说, 一寒有些小声地说, 不用了, 我今晚上想陪陪妈妈。 远方有些愧疚地说, 对不起, 一寒。 一寒见远方这样, 又觉得心疼, 忽然又笑了。 大笨蛋, 你跟我道歉干嘛啊? 只是, 他的笑容总是那么勉强, 只是不想让远方伤心罢了。 在远方心里, 他们两个都是无可替代的。 当初如果是一寒先说, 远方也会答应他。 只是可惜了, 人总是会有一点遗憾。 远方只是单单说了一句, 我们一起走吧。 最终, 三人一起下楼。 校门口车水马龙, 家常接送, 哥哥姐姐等待。 可就在三人走到校门口的时候, 远处的人群里, 有个穿着旗袍的妇人, 在向他招手。 远方不敢相信地揉了揉眼睛, 看向了那人, 顿时, 泪眼朦朦。 嘴唇不自觉地颤抖, 小声喊道, 妈妈。 那人正是远方的妈妈, 李兰石。 看见远方情绪不对, 看着前方要哭似的, 一寒和失和也看了过去。 在校门口的位置, 一个妇人向远方招手, 正是远方的妈妈。 在旁边, 还有自己的妈妈成双。 一时间, 远方不顾所有, 跑上前, 看见正是自己妈妈, 猛地抱上去, 哭诉道, 妈妈, 我好想你啊。 李兰石也哭了, 抱着自己这个三年不见的儿子, 愧疚道, 受苦了, 妈妈对不起你, 早知道当初把你偷偷带在身边。 当初, 远离和李兰石打官司的时候, 因为他一无所有, 法院怕他没有能力养孩子, 所以把远方判给了远离这个有经济实力的。 这一判, 这对母子犹如身处炼狱之中, 这些年一路过来饱受煎熬。 远方脱手, 他问, 妈, 这三年你去哪了, 我到处找你, 一点消息没有。 李兰石擦了擦眼泪, 说道, 你忘记了, 妈妈可是研究生啊, 我去了国外, 你怎么可能找到我呢? 远方说, 妈, 等以后, 儿子要赚很多钱给您用。 这话好像是在诉说苦一样。 虽然三年不见妈妈, 但他很清楚, 妈妈在外面有多不容易。 一个妇人, 无依无靠, 在外拼搏, 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李兰石双手捧着他的脸, 宠溺道, 妈妈谢谢你。 这时, 一涵也和成双阿姨诉说完, 喊道, 李阿姨。 李兰石这才看向一涵, 道, 丫头, 几年不见, 长这么水灵了, 好漂亮啊。 一涵嘿嘿一笑, 谢谢阿姨。 随之, 李兰石又看向了一旁的诗盒, 他想问, 这是哪家丫头, 这么漂亮。 眼见, 远方向他介绍道, 妈妈,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 女朋友, 李兰石一惊, 又看向了一涵, 刚才他以为一涵才是远方女朋友, 可看一涵那落寞的神情, 他算是明白了什么, 也不知道这些年, 两人发生了什么。 既然远方选择了这个女孩, 那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诗盒也是上前一步, 微微诺诺小声道, 妈, 妈妈。 诗盒由于太紧张, 说话的时候, 身体都是微微颤抖的。 这话一出, 把李兰石都逗笑了。 上前揽住诗盒, 宠溺道, 丫头, 诗盒努力让自己放松下来, 柔弱地说道, 没, 没有, 他对我很好。 李兰石又看向远方, 你小子好福气啊, 这么漂亮的儿媳妇。 只是有些可惜了一涵, 在他的记忆里, 有一次偷偷来看远方, 一涵这丫头就偷偷看远方, 那种青春的暗恋神色, 展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 李兰石看向成怡, 笑道, 双姐, 这些年多谢你和一涵了, 今晚上, 我们一起聚聚吧, 怎么样? 成双是想拒绝的, 毕竟看一涵态度, 好像不怎么想去。 他能看不出一涵的想法吗? 远方有女朋友了, 他去也的确不太好。 他说, 兰石, 我就不去了, 今晚上, 我好好陪陪一涵。 那好, 我们赶日再聚。 李兰石也很爽快, 不强人所难。 然后, 他又看向一涵, 宠密道, 丫头, 阿姨抱抱。 听到这话, 一涵猛地跑上来抱住李兰石。 在这一刻, 他真的好想哭, 可他不能哭。 好一会儿。 告别之后, 远方带着诗和和李兰石 一起一起走出了大门。 在门口, 一个穿着正装的女子上前道, 董事长, 我们去酒店吗? 李兰石一听, 微笑道, 去酒店吧, 我要带我儿子和儿媳去吃饭。 听到那个姐姐喊妈妈董事长, 远方好奇问, 妈, 她怎么叫你董事长啊? 李兰石捏了捏远方的脸, 温柔一笑, 因为你妈有了自己事业了呀。 那个姐姐也是解释道, 少爷, 我听董事长经常聊起你, 没想到你这么帅啊。 远方原本以为 妈妈靠自己努力成为一个小企业老板, 直到看见了边上的劳斯莱斯幻影, 她才意识到 事情可能朝不可逆的方向发展了。 她的命运在这一刻终于迎来了高潮。 第49章, 这是一个亲密的夜晚, 晚上十点, 酒店门口。 李兰石兰轻轻问道, 要不今晚上就在酒店住算了? 远方说道, 妈, 适合说住酒店住不习惯, 我们先回去, 等过段时间再说吧。 李诗兰知道远方性格也没有多说, 只是叮嘱道, 那你们好好生活, 缺啥跟妈说, 如果想住大房子, 妈给你们买一栋别墅住。 谢谢妈, 那我们先走了。 旁边的诗和也是小声道, 谢谢, 阿姨。 诗和, 别跟我客气, 我们都是一家人。 李兰石微笑道, 诗和点点头跟远方一起回家了。 走在路上, 远方问道, 诗和, 你说我们要陪妈去住吗? 诗和很考虑远方的态度, 他说, 我呢, 是有点舍不得奶奶, 带你去拿我去啊, 等过一段时间吧。 远方黑黑笑道, 那行, 我也觉得住这里挺好的, 环境又好, 出门就是小吃间。 这一刻, 两个人听着彼此的意见, 牵着手, 那叫一个惬意。 真希望青春慢一些啊。 回到住处, 由于高考结束, 诗和把那些书本都藏了起来, 这是他青春的回忆。 远方也帮忙收拾。 晚上十二点, 远方躺在床上, 侧脸看着月亮, 心里很多感慨。 终于高考完了, 新的人生开始了, 咚咚咚。 突然, 门外传来几声敲门声, 远方从床上坐起, 问道, 诗和? 门外小心翼翼地诗和小声道, 大天才, 要不今晚上我陪你睡吧。 远方听见诗和的声音, 他起身开门, 说道, 你怎么想起来跟我睡了, 没事的, 不冷, 回你房间去。 诗和突然有些委屈, 他泪了眼朦胧, 小声问道, 你是不是嫌弃我? 远方连忙解释, 我怎么可能嫌弃你呢? 只是觉得不合适。 诗和说,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说过以后要娶我的, 我们是男女朋友, 为什么不可以? 这话一落, 远方说, 那行吧, 进来吧。 诗和小心进入其中, 远方平时喜欢穿着衣服睡觉, 所以也并没有那么暴露。 奶奶把好的被子都给了远方, 就简单看, 远方的床要比诗和的好很多。 诗和先躺到床上, 用被子盖起来, 很是羞涩地在床上侧着脸, 撅着身体, 很是紧张。 远方好像是因为刚高考完, 对那些男女的事情并没有太多欲望。 他只是感叹一声, 睡了上去。 诗和被触碰的瞬间, 往墙内部缩了缩。 远方很直接躺进被子里, 小心翼翼地怕闯到诗和。 一上床, 远方就感觉到不对劲, 怎么就热起来了? 不对劲, 十分有十一分不对劲。 平时, 他一个人睡, 盖被子一点都不热。 他把窗户打开, 还是很热。 他小声问, 诗和, 你有没有感觉开始热了? 诗和还是不敢回头, 把头缩在被子里, 脸红得发烫, 身上也很热。 有, 有吗? 感觉还好吧。 下一刻, 远方一把拦住诗和的腰, 笑问道, 那现在呢? 突然的, 诗和脸肉眼可见的红润起来, 腰间传来一种痒痒的感觉。 是远方拦住自己腰了。 远方把他翻过身来, 两人四目相对, 都红着脸。 远方说, 我知道为何热了。 喂, 为何? 诗和小声说道, 他此刻的状态, 连喘气都显得需要很大力气, 因为太紧张了。 远方接着说, 你为我床上睡着一个大美女呢? 我怎么可能不热呢? 一时间, 诗和羞涩地把头缩进了被子。 远方说, 诗和, 我们是不是还没有亲过嘴啊? 诗和忽然钻了出来, 点点头道, 是啊, 以前你都是亲我脸的。 他想起了奶奶的交代, 所以鼓起勇气, 那我们亲一下嘴, 好不好? 诗和说, 那好, 亲一下吧。 诗和把嘴凑到远方面前。 远方轻轻亲了上去, 两人的嘴唇微微触碰, 诗和闭上眼睛, 可刚触碰又退了回来。 他问, 什么感觉? 诗和睁开眼睛, 红着脸, 道, 好像还不错吧? 再来, 这一次, 远方终于用力亲了上去, 只是面对这么一个娇弱的女孩。 亲了几分钟, 两人不再紧张, 远方搂着诗和靠在床上, 诗和靠在他肩膀上。 诗和说, 这个暑假, 我们一直在这个小屋子里, 好不好? 远方宠溺地说, 嗯, 这里似乎多了一种安静,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一辈子和你在这里。 诗和忽然笑了,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那天你在校园里打球, 我坐在边上看了好久, 你兄弟买水来, 你还递给我一瓶水呢? 远方也是笑呵, 我记得当时你戴着口罩, 那头发像是一条青锤的瀑布, 坐在边上, 还时不时傻笑, 我以为你在看别人呢? 其实, 那一天我就喜欢你了, 我还去过你们班呢, 当时是去交流的, 当时你没在, 老实说你逃课了, 后来我在风铃公园里, 看见过你。 后来, 奶奶发现, 我喜欢你以后, 她可能知道自己身体很严重了, 让我去找你, 并向你表白, 让我好好跟你生活, 我当时啥也不懂, 哈哈。 再后来, 我晚自习回家的时候, 就看见你晚上一个人去了一寒假, 我一路跟着你去了后山, 那一晚上, 我叫你好几次, 可能你太困的原因, 没醒, 我把我衣服给你了, 没想到第二天, 你去找奶奶合租了, 其实这都是奶奶的操作, 那字都不是我写的, 是奶奶看见你, 她才单独为了你写的, 奢账两个月, 也是怕你以为是骗人的不住, 这些年, 奶奶一个人照顾我, 她有一段时间很焦虑, 她怕我走之后, 没人照顾我, 知道我喜欢你以后, 那天, 我看见她笑了, 是好久没那么开心, 我真的好开心, 我真的没想到, 奶奶竟然把我托付给你了, 说着说着, 诗和慢慢地哭了, 她想到了奶奶, 想到了那些就时光, 她很庆幸自己, 遇见了远方这样一个少年, 远方帮她擦擦眼泪, 安慰道, 奶奶在天之灵, 也不想看见, 她最爱的孙女哭泣, 我们都要好好的, 上大学以后, 我们一努力, 诗和点点头, 挺起身子, 亲了一下远方, 远方搂着她, 聊着聊着天, 就睡着了。